炎热 干旱 荒漠中处处透露着死亡的气味 从一片面积不小的淤泥可以看出 这里原本是一个小湖泊 然而在诡异的太阳照射下 已经只剩下一处水洼了 此时 这紧剩的水洼正在闪动着微弱的光芒 在阳光下几乎难以察觉 突然 水洼中的水一阵剧烈的抖动 好似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 最终却只是冒了一连串的泡泡 我这是 穿越了 楚晨感到一阵晕眩 想仔细看看这个世界 眼前的却是万里无云的天空和刺眼的太阳 我居然变成了一个湖泊 不对 是水洼 楚晨感到难以接受 穿越对于宝读网络小说的他来说并不惊讶 然而 穿越变成一处水洼 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不说穿越成什么绳子 魔王 就算是一个普通人 甚至是废材 也可以走凡人流啊 这穿越成一处 干到只剩水洼的湖泊该怎么办 地狱即开局 楚晨控制自己的身体 动了一下 感知了一番周围的情况 这种截然不同的视角令楚晨很难适应 在他周围的是方圆两百多亩的淤泥 然而如今只有这一处水洼 如果楚晨再晚点穿越过来 可能直接就消失了 再往远处 就是眼望不到头的荒漠 灵性的有几只野牛模样的动物 对了 穿越者标配金手指呢 楚晨有些激动 木已成舟 现在只能祈祷 自己的金手指足够变态了 系统老哥 系统老哥在吗 系统启动中 系统绑定中 在一番等待后 楚晨的感知中出现了一个信息面板 宿主 楚晨 身份 湖泊 等级 等级过低 冰临死亡 技能 春风化雨 LV1 水复数 LV1 能量 100 提醒 宿主当前为普通湖泊 可以通过升级 依次进化为灵力之湖 元素之湖和信仰之湖等 还可以进化 那我这样一步步进化下去 岂不是无敌 当楚晨还在仔细琢磨系统的时候 突然系统发出了红色警报 宿主死亡倒计时12小时 我靠 一来就死亡倒计时 楚晨欲酷无类 赶紧加速熟悉系统功能 所谓的春风化雨 其实就是个降水技能 可以在湖泊笼罩范围内降雨 而且这些雨水 都是含有灵气的淋雨 对生物的生长很有帮助 而水复数顾名思义 就是控制水来 缠附敌人 使用技能需要消耗能量 100点能量 只够楚晨释放两个技能 而如何获得能量 则需要进一步的摸索 但显然 楚晨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湖泊死亡 无非就是因为水源枯竭 只要保持自己不会干涸 应该就不会死 使用技能春风化雨 看着信息面板上 只剩50点的能量 楚晨感到一股微风吹过 消除了一丝炎热天空上 依然没有一片乌云 这系统该不是假的吧 楚晨有些担心 毫无预兆的 几个雨点打在水洼的水面上 稀稀利利利的雨下起来了 而且越来越大 楚晨感觉到一阵舒爽 有一种挠痒痒 正对地方的感觉 这雨一直下了一个小时 楚晨小心地控制着 落在湖中的雨水 将其都聚拢到一处 当雨停下时 水洼的面积扩大了三倍不止 如今看起来 水域面积有了七八个平方 勉强算得上是一个池塘了 楚晨赶紧再看系统面板 上面的红色警告已经消失 宿主 楚晨 身份 湖泊 等级 一级 技能 春风化雨 LV1 水复数 LV1 能量 50 楚晨这一颗刚刚穿越过来 还没平静下来 又紧张起来的心 总算是可以缓一缓了 咦 这是什么情况 感受着远处传来的震动 在楚晨的感知中 几只原本 在远处的野牛 突然朝着楚晨奔了过来 是了 这里干旱了这么久 突然有了雨水 这些野牛 肯定是来此处饮水的 楚晨有些紧张 野牛是群居动物 万一这几只野牛 再引来一大群 恐怕这些水 还不够他们糟蹋的 不知道水附数 能不能对付他们 楚晨必须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震慑其他野牛 才能防止自己 好不容易蓄起来的水 被他们喝干 当第一只野牛穿过淤泥 来到楚晨面前 一张比寻常牛大的多的巨口 伸向了楚晨 突然 从水中伸出了一道水绳 牢牢地缠绕在这只野牛的脖子上 并将其拉入水中 野牛猛然受到攻击 剧烈地挣扎着 然而脖子上的束缚却越来越紧 力气也越来越大 而野牛徒劳的挣扎 反而使得其身体陷入了淤泥之中 最终 野牛的整个头颅被拉进了水中 挣扎越来越弱 水面最终恢复平静 另外玩到的几只野牛 也早就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 吓得跑得远远的 惊恐地朝着这边张望着 第一 宿主屠杀 一只低级野兽 获得一百点能量 第一 恭喜宿主达成首杀成就 奖励一百点能量 真是喜从天降 出去刚刚使用水复数的五十点能量 楚晨现在拥有了一百五十点能量 原来屠杀生物 是获得能量点的一种途径 看着远方的几只惊魂未定的野牛 楚晨陷入了沉思 在眼望不到头的荒漠中 只有这么一处水源 楚晨不信 这些野牛能够忍住饥渴和灵水的诱惑 这些可是移动的能量点 而被楚晨拖到水中淹死的水牛 尸体逐渐被淤泥包裹住 最后诡异地消失不见了 夜晚的荒漠更加可怕 从远方传来低沉的野兽的吼叫 还有什么动物被咬死前惊恐地叫声 看样子 这片荒漠还隐藏着不少的生物 能量增加到了500点 原来昨晚那几只野牛终于还是忍不住 一起过来饮水 最终被楚晨一同杀死 每杀死一头野牛需要耗费50点能量 却能够获得100点能量 算下来还是赚了50点 而经过多番确认 楚晨也发现了系统的一项隐藏能力 被他杀死并吞噬的生物 记忆也会被他吞噬 通过昨天那几只野牛 他对这个世界也算有了更多的认识 这绝对不是他原来那个世界 看起来更像是远古蛮荒时代 在那几只野牛的记忆里 他看见了一只脖梗上一圈火焰的狮子 还有长着翅膀的马 会魔法的人类 这让楚晨感到一阵兴奋 如此神奇的世界 他一定有办法可以恢复人生 他可不想永远都是一片湖泊 如果把那只火焰狮子也拉进来吞了 应该能得到不少能量吧 楚晨有个大胆的想法 在野牛的记忆中 他们就是那只狮子的食物 那么火焰狮子一定也在这附近 荒漠中还是那么的炎热 而楚晨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一个星期了 在度过了最初的死亡威胁后 楚晨开始了枯燥而有趣的捕猎生活 每天使用一次春风化雨技能 不仅自己的体量增加了 连续七天的降雨 楚晨如今已经完全称得上是个湖泊了 而且由于春风化雨技能所带来的雨水 还有丰富灵力的缘故 一些本来已经行将死亡的水草 和小鱼小虾也都复苏了起来 淤泥之中 更有一些从远处被风吹过来 或者是附着在动物身上 被带过来的植物种子开始萌芽 原本死气沉沉的湖泊 开始逐渐变得灵动而富有活力起来 当然了 这些都是仅上添花而已 对于楚晨来说 更大的收获是 在灵水的诱惑下 每天都有动物来这边饮水 这几天来 楚晨已经捕获了不下二十头野兽 以野牛最多 至于一些小动物 楚晨则是并没有选择动手 这一天深夜 一只浑身漆黑的野兽 悄无声气地摸了过来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整个身体好似融入了黑夜 当它的爪子 踏上湖泊附近的淤泥上时 楚晨第一时间发现了它 这是一只猎狗 但明显和楚晨过去 那个世界上的猎狗不同 这只猎狗身上的毛发 紧紧地贴在皮肉之上 身体和寻常猎狗没有两样 诡异的是 它有两只头颅 两双红色的眼睛 在黑夜中却很是显眼 同样引人注目的 还有前爪上 一根一看就锋利无比的骨刺 双头猎狗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红色眼睛光芒一闪 确定了四周没有威胁后 它走进了楚晨 低头准备饮水 楚晨自然不能放过它 如果吞噬了这只双头猎狗 系统必然会奖励不菲的能量 刷 的一声 楚晨使用了水负数 比起寻常野兽 这只猎狗感知要敏锐得多 当水绳离开水面的一瞬间 猎狗就迅速后退了 然而楚晨早料到一次水负数 是无法捕杀这只猎狗 一次性使用了五次水负数 第一根水绳被猎狗避开 另外四根 却是牢牢地缠住了猎狗的四肢 猎狗惊恐地挣扎着 但楚晨以一胡之力拖拽之下 黑豹的身体一步步朝着湖泊靠近 就在猎狗即将进入湖泊之际 他红色眼睛发射出两道红光 击入水中 砰 得一声 湖泊中见起两道水花 当双头猎狗发出这道攻击之后 身体便脱力似的 被楚晨毫不费力地拖入了水中 而那一道攻击 对于楚晨而言 除了击其水花之外 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第一 恭喜宿主完成魔兽首杀任务 击杀一只凡街一级魔兽 奖励一千点能量 第一 检测到宿主体内存在特殊物质 是否炼化 楚晨还沉浸在 被奖励一千点能量的惊喜之中 猛然听见系统说 自己体内有特殊物质 楚晨想了想 还是炼化了看看是什么东西 确定炼化 第一 炼化完毕 宿主炼化了两颗一阶地狱犬之精 得到五百点能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理消化 楚晨终于搞明白了 那只双头猎狗 叫做地狱犬 属于凡街一级魔兽级别 而猎狗死前的那两道红光 其实是他的两颗眼珠 根据系统给的信息 这个世界的生物 不论是魔兽或是人类 都按照实力分为凡街 超凡街 传说街和圣街四个街位 每个街位又分为十个小级 这刚好和系统所给予的等级所对应 至于有没有更高的 就不得而知了 楚晨经过一番对比 判断在野牛记忆中的 那只火焰狮子应该是凡街三级 而自己如今只是LV1 相当于凡街一级 不过因为自己的本体 是一片湖泊的缘故 大多数的技能 似乎对自己不起作用 系统 我该如何升级呢 宿主消耗2000能量 可以升为LV2 为了保险起见 楚晨还是打算升到二级 再去对付那只火焰狮子 宿主 楚晨 身份 湖泊 等级 LV1 技能 春风化雨 LV1 水复数 LV1 能量 2500 升级 楚晨命令到 在一阵抖动后 湖泊被笼罩在一片迷雾中 过了半刻钟 迷雾散去 湖泊显露了出来 面积却是扩大了两倍多 而且 水中还可以看见 绿油油的水草 和游来游去的鱼虾 升级成功 恭喜宿主 获得新技能水剑术 LV1 这次升级 使得楚晨只剩下了500点能量 但是体量再次扩大 而且还获得了新的攻击技能 就连自己体内的植物和鱼虾 顾名思义 可以凝聚水剑攻击敌方 每只水剑消耗100点能量 最多可以一次性凝聚20只水剑 湖泊体量越大 可以凝聚的水剑数量越多 看到这些消息 楚晨有些犯难 以目前的能量值 只够使用5次水剑术的 不过有了新的攻击技能 楚晨有信心击杀掉那只火焰狮子 相信到时候 系统也会回报不菲的奖励的 在野牛的记忆中 那只火焰狮子的主要捕猎对象 就是他们 而由于前一段时间的大肆捕杀 这几天 已经很少有野牛前来饮水了 楚晨必须想个办法 聚集足够多的野牛 这样才能引诱火焰狮子前来 第二天傍晚 楚晨再次使用了一次春风话语 只有这种大范围的降雨 才能够拥有足够大的诱惑力 让野牛前来饮水 果然 夜幕刚刚降临之时 几只野牛小心翼翼地跑了过来 一在湖泊边缘几番试探 发现没有什么异常之后 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 以楚晨如今的体量 倒是不用吝啬这点水 为了勾引火焰狮子 楚晨沉住气 依然不为所动 到了第三天 聚集在湖泊周围的动物 开始多了起来 甚至还有几只水鸟 在湖泊中调皮地玩耍 楚晨还在耐心地等待着 它要营造出毫无危险的假象 当周围的动物都来这里饮水 火焰狮子也就只能来这里捕猎了 而且 许是引用了含有灵气的湖水的缘故 湖泊边的动物 显得更加有灵性了 就像是一块块喷香可口的肥肉 等着火焰狮子来品尝 一连等了两天 也不见火焰狮子的身影 看着几只肆无忌惮 在湖边洗澡的野牛 楚晨都要忍不住下手了 终于在第四天 远远的 一只搏梗上一圈火焰的狮子 出现在了楚晨的感知中 终于来了 楚晨兴奋的湖面 都泛起了涟漪 看着越来越近的火焰狮子的身影 楚晨有些紧张 毕竟是第一次捕杀三级魔兽 而且 这只火焰狮子 一看就很是不凡 到底能否成功说实话 楚晨心里也没底 当火焰狮子距离湖泊 还有五百米左右的时候 湖边的一众野兽 才反应过来 准备逃离 尤其是在湖中细细的几只野牛 更是惊恐地准备上岸逃跑 楚晨控制水流 在湖底形成一个暗流 不断地阻止 其中一只野牛的上岸 呼 的一声 火焰狮子已经来到了湖边 并且一口咬住了野牛的脖子 鲜血顿时染红了一大片湖水 野牛没折腾几下 便失去了气息 就在火焰狮子 准备松开野牛之时 楚晨使用了水覆树 三条水绳 从湖泊中冲向火焰狮子 火焰狮子一惊 却是聪明地将野牛尸体 抛向了水绳 然而这水绳 乃是楚晨意识控制的 灵活异常 直接一闪躲开了野牛 继续朝着火焰狮子缠绕过去 火焰狮子巨口一张 一团火焰飞出 击中一条水绳 直接将其蒸发 而另外两条水绳子 则是牢牢地缠绕住了 火焰狮子的脖子 和一只前爪 一场拉锯战 就此展开 这火焰狮子果然不凡 以一己之力 居然能够抗衡楚晨整个湖泊 而且 其脖子上的火圈 正在不断扩大 眼看着缠绕其上的水绳 也要被其淹灭 疏 疏 疏 的三声 从水中再次飞出了三道水箭 当前一只直冲向火焰狮子的脑门 另外两只紧跟其后 火焰狮子大吼一声 从嘴中喷出了一片火云 火云速度不快 但是聚集在气前方 第一只水箭冲入进去 很快就被蒸发了 第二只射了进去 火云一阵抖动 却依然没有消失 楚晨心中一颈 控制第三只水箭 千钧一发之际 转换了方向 绕过火云 直直地从上方射下 在火焰狮子悲惨的叫声中 水箭消失无影 而火焰狮子的头部 则多了一个大洞 正鼓鼓地往外流出血液 火云在火焰狮子 被击中的那一刻 也彻底消失了 但是其脖子上的一圈火焰 却依然在燃烧着 楚晨控制水绳 将其拖入了湖泊中 湖面慢慢地归于平静 只有淤泥上 还留存着一滩血迹 证明了这里之前发生的一场厮杀 这一次的猎杀 花费了楚晨 剩余的所有能量 可以说是弹尽粮绝了 好在最终 还是把这只三阶灵兽吞噬了 第一 恭喜宿主吞噬凡阶三级岩狮 获得三千点能量 第一 发现异常能量 是否炼化 炼化 楚晨猜测 可能是那只岩狮脖子上的那圈火焰 第一 炼化岩狮之火 提高宿主火焰免疫 楚晨的本体是水 唯一的天敌可以说就是火了 没想到系统炼化火焰 还可以提高免疫力 将来如果炼化更加高级的火焰 说不定连天上的太阳也能吞噬了 这次的诱杀行动可以说是圆满成功 一下子得到了三千点能量 楚晨思考了一番 目前所知的 获取能量的有效方式就是 捕杀吞噬生物和炼化特殊物质或能量 而这一切都需要依靠技能 目前拥有的技能 春风化雨是增加自己体量的基本技能 水复数和水剑术则是主要的攻击技能 系统 我想升级一下技能 花费五百能量 可以升级春风化雨和水复数 花费一千能量可以升级水剑术 升级所需的花费果然庞大 这还只是从一级升二级 可以料想后面升级一定需要花费更多的能量 但想捕杀吞噬更多更强大的生物 来获得更多能量 也必须升级技能 所以楚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全部升级 全部升级 楚晨当机立断命令到 宿主 楚晨 身份 湖泊 等级 LV2 技能 春风化雨 LV2 水复数 LV2 水剑术 LV2 能量 一千 一下子花掉了两千的能量 楚晨想试试看 二级的技能有何特殊之处 于是再次使用春风化雨 这次的春风化雨技能 直接花费了一百点能量 声势也更为浩大 暴雨倾盆地下了好几个小时 楚晨能够感觉到 水中蕴含着更加丰富的灵力 雨虽然下得很大 但楚晨却感觉到 自己体量增加的 似乎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 楚晨集中精力 感受着身体上的每一处 终于让他发现了端倪 就在不远处的淤泥之中 不知道是从哪 被带过来的一粒种子 正在如鸡似渴地吸收着淋雨 凡是他附近的雨水 几乎都被他吸入体内 居然跟我抢水 我倒要看看 这是个什么物种 楚晨有些恼火 又有些好奇 他故意控制一部分湖水 向着种子淹了过去 持续将近一颗钟后 种子才停止了吸取水分 一粒花生米大小的种子 居然吸取了楚晨提供的 一颗钟的湖水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而在楚晨的感知中 那粒种子 好像喝饱了一样 晃了晃身体 伸出了绿芽 绿芽有两片叶子 左右探了探 继续快速地生长起来 不一会儿 原本还是一粒种子 很快就长成了一米多高的树 令楚晨更为惊讶的是 在淤泥之下 还有两米多长的根系 盘根错节地朝着楚晨伸了过来 哼 真是贪得无厌 楚晨果断使用了一次水剑树 朝着他刚刚生长出来的树干射去 砰 鼻声 树干阴声而断 楚晨仿佛听到了脑海中 响起了鬼哭狼嚎之声 令人毛骨悚然 而淤泥之下 快速生长的根系 也停了下来 第一 恭喜宿主 与变异鬼刺术取得连接 请选择与其半生 或者奴役鬼刺术 还有这个功能 这倒是楚晨没有想到的 考虑了一番 鬼刺术本来是荒漠中的常见数目 但是这珠鬼刺术 则是发生了变异 拥有了恐怖的吞噬鲜血和灵魂 来强大自身的能力 之前在楚晨捕杀其他生物时 鬼刺术种 就在偷偷吸食鲜血和灵魂 如今得到了淋雨的灌溉 终于生长了出来 在系统的提示下 楚晨选择了与变异鬼刺术半生 这是经过一番考量的 楚晨的当务之急 就是尽可能多地捕杀生物 获取能量升级 而生物的血液 以及灵魂 对楚晨都是无用的 而这两者 恰好是变异鬼刺术所需要的 两人互取所需 楚晨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 鬼刺术在他的帮助下 将会成为多么恐怖的存在 B 半生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半生生物 变异鬼刺术 奖励宿主2000点能量 并获得新技能 灵魂沟通 可以与任意拥有灵魂的生物 直接进行灵魂沟通 当楚晨再次看向系统面板时 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自己的信息旁边 多了一个栏目 生物 变异鬼刺术 等级 反击二级 宿主 楚晨 技能 鬼刺 嗜血 嗜魂 注意 变异鬼刺术 灵智增长极快 极为邪恶 请严加管教刚刚出生 就已经和楚晨同一级别 果然很变态 至于系统的提醒 楚晨并不算担心 毕竟半生关系的生物 是不会背叛自己的 至于是邪恶还是善良 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 善良一钱不值 楚晨控制自己的感知力 朝着鬼刺术击中而去 鬼刺术传来了一阵雀悦的灵魂波动 只是因其刚刚降生的缘故 灵魂还很是弱小 灵魂的渴求 经过刚刚一番打斗 那些野兽们早就跑得远远的了 估计相当一段时间内 都不敢再回来 楚晨只能在控制一部分水源 灌溉鬼刺术 在鬼刺术又一番恐怖的吸取之后 原来被楚晨一个水剑术打断的树干 又开始生长了出来 也不知道是鬼刺术本身 就有这样强的生命力 还是楚晨的灵水 有着这样神奇的魔力 新得了两千点的能量 楚晨也不必吝啬了 干脆直接花了一千点能量用于降水 这是这一次 它不再刻意控制降雨的范围 整个湖泊原址上 都下起了富含灵气的雨 稀稀利利的雨 断断续续下了一个星期 天上的太阳依旧刺眼 荒漠中依旧是暑气蒸腾 只有这片湖泊阴雨连绵 甚至有些清凉 许许多多原本枯死的树木复苏了 也有一些更远处的种子 长出了嫩芽 在这片死亡荒漠中 楚晨所在之地 形成了唯一的一片绿洲 这样迥然相逸的环境 引起了不少生物的注意 曾经见证过 那场杀戮的动物 依然在远方持续着 全力抵挡着诱惑 而一些更远处赶来的动物 则是喜不自禁地靠近了楚晨 在楚晨看来 对于现在的它来说 再去捕杀那些寻常的野兽 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 只有魔兽才能够给它 带来更大的收益 因此它也严令鬼刺不许出手 它要将这里打造成一处生命之舟 吸引更加强大的存在降临 这一天 楚晨正在悠闲地荡漾着轻波 观察这个世界的与众不同 突然感知到远处 有很强的能量波动传来 这股能量以极快的速度 朝着楚晨所在移动着 不一会儿 就出现在了湖泊旁边 还在湖泊边饮水稀稀的动物 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 直到 轰 得一声乍响 才惊慌失措地四散而逃 楚晨却是不经反省 如果能的话 它几乎都要叫起来 终于见着人类了 前世作为人类一员的它 不止一次地抱怨过 人类身体的孱弱 当它失去了人的人体 变成湖泊之后 才开始无比怀念成为人的日子 距离它降临这片世界 已经近一个月了 它终于遇见了人类 只是这人类看起来 状况似乎不怎么好 到来的一位一身灰色长袍 高高的鼻梁 蓝色的眼珠 约某三四十岁的年纪 手上还拿着一柄巫师法杖 仔细观察会发现 其露出的一截手臂 竟然只剩下骨头暴露在外 而另一位储臣 差点也错认为人类 身材比正常成年人类稍小 那双尖尖的耳朵 和过于苍白的肤色 背后的翅膀 以及手中的弓箭 却暴露了它 并非人族 是一位精灵 库鲁斯 你擅自闯入精灵森林 我以王的名义 赐予你死亡 男精灵手中弓箭 冒出了土黄色的幽光 并不见它拔箭 对面叫做库鲁斯的巫师 却如灵大敌一般 库鲁斯并不答话 手中拳杖漂浮于胸前 口中吟唱着咒语 只见白骨之城的拳杖尾端 突然刺入了库鲁斯的胸膛 库鲁斯脸上 闪现出痛苦与挣扎 鲜血顺着拳杖 流向了顶端的 一颗黑色珠子 珠子逐渐变成了血红色 禁忌黑魔法 库鲁斯你竟敢 嗨嗨 格兰迪 精灵族最年轻的土之精灵 继承者 自信让你毁灭 让伟大的死亡之神 赐予你永生吧 库鲁斯完成了吟唱 胸前的法杖 也停止了血液的吸取 红光大圣 完全压倒了格兰迪精灵剑上的绿光 隐约中 有一把巨大的镰刀 出现在红光之中 朝着格兰迪砍去 格兰迪并没有退缩 而是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背后的翅膀剧烈抖动 一道黄色巨剑形成 并瞬间发射出去 紧接着格兰迪的身影消失 一个呼吸间 就后退了百米之远 黄色巨剑与红色镰刀相撞 并没有想象中的 惊天动地的响声 巨剑仅仅抵挡了片刻 便被摧毁 而此时的格兰迪头 也不回地往前奔跑着 七级能够逃离 红色镰刀的死亡收割 一切都是徒劳 格兰迪来不及惨叫 精致的头颅掉落到了一旁 身体还由自冲出了一段距离 看到这一幕的库鲁斯 也终于失去了战力的力气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楚臣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 不敢露出一丝气息 生怕被谁发现 因为在他的感知中 还有一个恐怖的存在并未消失 果然 死亡镰刀在收割掉格兰迪之后 并没有消失 而是在刀身上出现了一只眼睛 冷漠 恐惧 死亡 这是任何一个看到这只眼睛的生物 都无法避免想到的词语 库鲁斯此时正惊恐地看着天空中的血色镰刀 张着嘴巴 连话也说不出 刷 等一下 镰刀消失 库鲁斯伸手一出 而格兰迪的尸体上 一道黄色光芒飞出 直接破入虚空消失 场面变化得太快 这一幕看待了楚臣在短暂的尸神之后 楚臣施展了两次水附数 将远处的库鲁斯和格兰迪的尸体 以及他们的弓箭与法杖都拉进了水里 咦 没想到这小小的湖泊里 竟然还藏着东西 楚臣一惊 明明已经无法感知到任何生命波动 这声音 是库鲁斯 他居然没死 果然 从库鲁斯残去的尸体里 钻出了已经不成人样的缩小版的库鲁斯 卑贱的老鼠 我是伟大的死神的奴仆 你竟然敢基于我的尸体 果然是狡猾的亡灵巫师 他们最擅长操纵灵魂 居然能够在使用禁忌魔法之后 保住灵魂不灭 不过从他东张西望的模样来看 库鲁斯并无法发现楚臣的存在 灵魂体 哼 该是是鬼刺术的效果了 楚臣毫不畏惧 在楚臣和专门吞噬灵魂的鬼刺术面前 就像是美味的羔羊 鬼刺术的枝叶都在摇摆 他都要按耐不住了 亡灵法师的灵魂 多么美味的食物 在得到楚臣动手的命令后 鬼刺树干上的几根黑色小刺 猛然朝着湖泊上的库鲁斯飞去 库鲁斯来不及躲闪 也没有料到 身后这个小树苗居然也会攻击他 直接被全树击中 啊 可恶的老鼠 我要把你的灵魂 放在我神的雕像前 一点点的燃烧 库鲁斯口中 发出痛苦的惨叫 灵魂凝聚的身躯 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形状 显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砰 砰 砰 鬼刺炸开 把库鲁斯的灵魂 炸碎成一片一片 一位强大的亡灵巫师 逃过了光明圣殿的追杀 曾经杀死了一位 土质精灵继承者的精灵王族 如今被楚河的半生生物 一棵变异鬼刺树 毫不费力地彻底消灭了 鬼刺树迫不及待地 伸过来了一只根须 楚沉任由他吸取血液 却暂时不许他吞噬灵魂 他需要先通过系统 提取两人的记忆 而且经过系统 提取了记忆之后的灵魂 更加纯粹 鬼刺树吞噬起来 也更加方便 第一 恭喜宿主得到一名 超凡三级精灵王族的尸体 奖励2000点能量 第一 恭喜宿主得到一名 超凡二级黑暗巫师的尸体 奖励1000点能量 第一 发现特殊物质龙骨权杖 和精灵弓箭 是否炼化 第一 炼化成功 获得1000点能量奖励 仅仅是剪尸 就能够得到这么丰厚的回报 这是楚沉没有想到的 这不是说明 只要我能够得到生物尸体 就可以获得能量 这样的话 倒是简单了许多 楚沉心中有了一个更大的计划 如果成功的话 一定能够帮他快速地获取能量 经过一番消化 楚沉总算对这个世界 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这个巫师和精灵的记忆 要比那些野兽和魔兽丰富得多 对于世界的认识 也更加完善 这是一片被称作 神魔大陆的世界 这里十分混乱 有着各种各样的生物 也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势力 其中最强大的 当属神圣光明圣殿 他们信仰光明之神 认为所有生物 都应该永远生活在光明之中 而库鲁斯所在的巫殿 他们信仰死亡之神 认为死亡才能获得永生 格兰迪的精灵族 也是强大的种族之一 只是他们长期生活在精灵森林中 极少出来走动 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其中 否则就要受到无穷无尽的追杀 库鲁斯便是被光明圣殿的魔法师 给追杀的走投无路 才被迫躲进了精灵森林 却又被格兰迪发现 一路追杀至此 库鲁斯最后使用的是 献祭黑暗魔法 属于禁忌魔法 一旦使用 威能强大 但是使用者也必须献出自己的生命 是以这种魔法 无论是光明魔法师 还是黑暗巫师 都极少有人使用 只有那群被死亡奴役的疯子 才会使用这种魔法 光明圣殿的佛伦大主教如是说道 对于楚臣来说 这个世界依然有着很多的未知 他真的还很弱小 如果不是库鲁斯被逼使用了禁忌魔法 最终两人相当于同归于禁的话 以楚臣目前的实力 恐怕一个也解决不了 还是太弱了 楚臣深深地感叹道 这还只是一个亡灵巫师和精灵王族 那更加强大的光明圣殿的主教 以及精灵王 还有更加恐怖的光明之神 死亡之神该是多么强大 不过好在楚臣有系统 他相信总有一天 自己能够站到和神灵一样的高度 这一次几乎没怎么费力 就得到了四千点能量 正好凑足了下一次晋级所需 系统 我要升级 第一 扣除四千点能量 恭喜宿主 晋升为三级湖泊 本来平静的湖水一阵翻腾 楚臣的体量再次得到扩大 如今已经完全恢复到了 湖泊干河前的模样 方圆八百米都在一片水域之中 这下子总算有点气象了 楚臣挺满意如今的状态 比起最初降临时的小水蛙 现在可以称得上十个大湖了 不过相较于这片无边荒漠来说 还是有些不够看了 而这个世界已知的最强者 比如光明圣殿的大主教和精灵王 都是圣洁的存在 在库鲁斯和格兰迪的记忆中 均没有明确他们口中的神是什么阶位 但不用质疑的是 神的确是存在 楚臣猜测 应该是库鲁斯和格兰迪本身的阶位 还不够高的缘故 库鲁斯不过超凡二级 格兰迪也才超凡三级 早晚有一天 我也要成为神一般的存在 受万人敬仰和礼赞 楚臣对自己满怀信心 既然来这个神奇的异界走一遭 不去最上面看一看 岂不是白瞎了穿越者的身份 由于富含灵气的缘故 生活在湖中的 本来只有少量幸存的鱼虾 如今竟然繁殖出了一个鱼群 数量也有上百条的规模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养出个什么水怪之类的 突然鬼刺术传来了一阵灵魂波动 楚臣一看系统面板 生物变异鬼刺术 等级 繁结三级 宿主 楚臣 技能 鬼刺 嗜血 嗜魂 这鬼刺术居然跟着自己一起晋级了 看样子 库鲁斯和格兰迪的灵魂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 主人 我 鬼刺术稚嫩的声音出现在了楚臣的感知中 这鬼刺术居然能够和自己直接交流了 这自然也是楚臣所期待的 天天只有自己一个人 连个说话的对象也没有 一直这样下去 恐怕楚臣还没成神 就先成神经了 为了打发时间 楚臣逗弄着鬼刺术 帮他练习说话 就像是父亲对待刚学会讲话的儿子一样 在大陆的东部边缘 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 这就是精灵们生活的精灵森林 这也是这片大陆的三大禁地之一 之所以称其为禁地 不仅仅是因为精灵族强大排外 只是其中被精灵族饲养的各种魔兽 就足够可怕了 而且据说 整个精灵森林都布满了弥阵 除了精灵王族之外 任何生物在里面都会迷失 最终死于各种意外 在森林的最深处 有一棵高耸入云的巨大古墓 其枝叶遮天蔽日 这是精灵族的自然神术 是他们的信仰 每一个精灵王族 都以葬入自然神术下为莫大的荣耀 自然神术周围的树木 也都比寻常树木要高大得多 每个树木之上 都有着一个个造型精美的房屋 这就是精灵王族的居所 几千年来 绝少有外人能够走到这里 今天这里 却来了个不速之客 来人一身红色长袍 与周围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格格不入 其手上的权杖 散发出柔和的光亮 不远处沐浴在其中的不少精灵族人 都露出了舒适的笑容 凯特主教 收起你那令人恶心的光芒 不然自然之神要生气了 悬空站立在自然神术前的精灵王彼得斯 冷漠地看了一眼凯特 眼中绿芒一闪 所有精灵族人都感觉到灵魂一阵 瞬间清醒 哼 尊敬的彼得斯王 我相信 伟大的自然之神 是不会生气的 我不过是看这里有些暗了 给大家照明而已 精灵王彼得斯 不再继续追究下去 淡淡地问道 你说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至于结果 要等自然之神给予我们旨意 你先回去吧 距离一千年之期 已经很近了 这一千年来 在光明圣殿和精灵族的共同努力下 光明照耀大地 黑暗再不断退缩 希望当千年之期来临的那一天 这片土地 只有光明永存 精灵王彼得斯 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凯特显然早就料到是这个结果 恭敬地行了一礼之后 施施然在一旁 一位精灵族人的带领下离开了 就在凯特刚刚离开不久 一道黄色光芒 飞入了精灵森林 静止钻入了自然神术之中 彼得斯一惊 正要上前查看 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其他精灵族人 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都尽力一旁等待着 起戏之后 精灵王才转过头来 对着一众精灵族人吩咐道 伟大的自然之神旨意 卡尔大陆将不再平静 从即日起 全面封锁精灵森林 不许任何生物进出 包括我族 通知所有附属我族的生灵 在东部大地上 有任何异常情况立刻通知 尤其是注意 是否有除了光明圣殿 与伟大的自然之神以外的信仰传播 土之精灵 继承者格鲁达死去了 但他必须回归到自然之神的怀抱 爱丽西斯 已去带回格鲁达的身体 并且代表自然之神 让凶手也一同回归自然 是 我王 一道幽暗的声音响起 却不见应答之人的所在 当所有的精灵族人散去 精灵王彼得斯 走进到自然神树下跪了下来 我说 先是亡灵巫师 闯入精灵森林 如今光明圣殿又提出这样的要求 近千年的妥协 换来的短暂平静 又要被打破了吗 自然神树树叶沙沙作响 却并没有回答彼得斯 愿我神护佑 您忠诚地跟随者者 让精灵族 这次能够保住这片最后的气息地 彼得斯向着自然神树行了个大礼 悠悠的眼神 转而望向望向了远方 眉头紧皱 走出精灵森林的凯特 在几乎同一时间回头看了一眼 很快 光明将驱逐黑暗 精灵森林也不例外 说完他手中法杖一点 脚下生出一个六芒心阵 整个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回到楚臣所在的荒漠 降临一个月以来 除了那群食物链底端的野兽 和少数的几只魔兽外 楚臣一直没有见到成规模的种族 更别说人族部落了 这让楚臣有些恼火 如果不能同智慧族群建立联系 只靠自己 下一次升级 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随着湖泊面积的逐渐扩大 楚臣的视野也在变大 然而依然看不见 这荒漠的尽头在何处 楚臣有些失望 一天清晨 楚臣百无聊赖地逗弄着鬼次数 如今的鬼次数智力 已经同十一二岁的人类孩子差不多了 楚臣还特意给他取了个名字 随着自己姓楚 叫楚明 因为他吞噬灵魂这个能力 和前世地球神话的地狱冥王 有些像突然 一阵马蹄声出现在了楚臣的感知中 好似千军万马 在向着这里奔腾 莫非有人类军队 这倒是个好消息 当目标出现在了楚臣的视野中 却是惊掉了楚臣的下巴 如果他有的话 哪里是什么军队 是一只只的大蝎子 这些蝎子的个头 都有半匹马那么大 跑起来可不是像万马奔腾吗 当前的几只蝎子尤其的大 略带紫色 尾部道沟散发着乌光 不一会儿 蝎子大军就来到了湖泊边 领头的蝎子将军回头之后 所有蝎子都整齐华裔地停了下来 蝎子将军前找指向了身后的几个蝎子兵 示意他们前去饮水 在几个蝎子兵安然无恙 引完湖水归队之后 蝎子将军才指挥所有蝎子兵 一队一队的前去饮水 楚城按住不动 在他的感知中 这个蝎子将军不过三级 身后的几个也才二级 至于其他的蝎子兵都只不过是一级 但能够组成如此纪律严明的蝎子大军 倒是有些匪夷所思 要知道 楚城先前捕杀过的几只魔兽 也不乏凡接三级的存在 只是都没有这般高的灵质 楚城打算先看看这些蝎子们下一步的举动 如果能够将其一举吞噬 这几千只蝎子可以带来不少的能量 等到所有蝎子兵一个个饮完水之后 蝎子将军这才亲自走上前 刚刚把头颅伸入湖水中 楚城还在思考 要不要下手的时候 变化涂生 从远处又传来了巨像 正是比起蝎子大军还要大 是西翼大军 为首的赫然也是三级的气息 而且西翼大军成何为之势 把蝎子大军堵在湖泊边 这该不会是要种族火拼一场吧 如果真是这样 楚城倒是可以做收鱼翁之力 西翼大军包围上来后 蝎子军一阵短暂的慌乱 蝎子将军来不及喝水 当即挥动前找 指挥军队严阵以待 西翼大军不断压境 蝎子大军则是一退再退 不少蝎子都已经半个身子落在了水里 两方看起来剑拔弩张 但楚城却敏锐地发现 无论是蝎子将军 还是西翼将军 都并无动手的意思 反而是手下本来另行禁止的魔兽部队 乍然间遇到对手 有些失控的迹象 楚城看着看着陷入将军的双方 心头一动 既然你们都不动手 那就让我帮你们一把吧 咻 彼声 一根水箭从湖泊中射出 一连穿过了两三个蝎子兵才消散 本来就处于弱势的蝎子军 猛然被身后的动静一惊 顿时大乱起来 疯狂地朝着湖泊外面冲去 而在外围的西翼大军 将其包围得严严实实 这一冲击 两个种族之间的战斗 便彻底爆发了 蝎子将军和西翼将军都吃了一惊 竭力发布着命令 想要控制局势 却是于事无补 已经打在了一块的双方 如今只剩下了战斗的本能 再难听从他们的命令 两个首领为了制止自己的手下 甚至做出了杀意紧摆的事情 看着逐渐疯狂的蝎子大军和西翼大军 楚城也是有些惊讶 看样子 这两个种族本来就有很深的仇怨 又看了看始终不愿动手的蝎子将军 和西翼将军 楚城觉得 事情有些值得玩味了 明明仇怨很深的两个种族 他们的首领却仿佛在竭力克制 甚至是不敢动手 除非 楚城只能想到一个原因 让他们不敢动手 那就是 有更加强大的存在 不允许他们之间再爆发战争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能够威慑这样庞大的两个种族 楚城感到了一丝紧迫 湖泊的异样 早晚有一天会被发现的 但是楚城不希望是现在 因为现在的他还不够强 虽然他湖泊之身 并不容易死 但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着许多强大的魔法 有些甚至可以直接焚天主海的 蝎子将军和西翼将军 见大战已经无法避免 但他们二人 依然没有动手的意思 而是一起走向了湖泊 刚刚他们二人都看见了 是湖泊中突然射出一支水箭 惊到了蝎子兵 才使得大战爆发的 两兽在湖泊边仔细地观察着 却一无所获 西翼将军愤怒地聚口一张 一团绿色的毒液喷尸而出 毒液一进入湖面 就迅速扩散开来 接触到的鱼虾 立马就飘了上来 翻着白杜 楚琛依然不为所动 他在等一个绝佳的机会 终于蝎子将军也按捺不住 尾部的毒针闪着红光 瞬间化为数十道 积入水中 只是除了泛起刀到水花外 依然没有任何动静 两兽都疑惑了 他们都并没有感觉到 湖泊中有任何特殊的气息 试探性的攻击 也并未取得效果 蝎子将军看了一眼蜥蜴将军 示意他进入湖泊看看 毕竟蜴蜴是两栖的 而蝎子是地道的陆生动物 蜥蜴将军冲着蝎子将军怒吼了两声 这才小心翼翼地进入水中 潜入湖底 好机会 楚琛当机立断 四条水绳直接在水中成形 威力倍增 蜥蜴根本来不及反抗 水中是楚琛的主场 四肢被楚琛闹闹地拴住 只剩下尾巴无力地在水中搅动 楚琛控制着湖泊中的水流 尽力消弭 要蜥蜴将军挣扎掀起的波动 同时使用了水剑术 蜥蜴将军毫无抵抗地被水剑洞 失去了气息 楚琛控制水流 将蜥蜴将军包裹住 不使其流出的血液染红湖泊 岸上的蝎子将军 见蜥蜴将军久久不归 已是颇为忐忑 突然 他发现自己 已经感知不到蜥蜴将军的气息了 心中更是惊恐 扭头就要离开 楚琛哪里会放过他 修修修修 同样的四道水绳 像包粽子似的 从身后将蜥蜴将军缠住 直接拖入了水中 在水中的蜥蜴将军 战力大减 尾沟的毒针 对于湖泊之身的楚琛来说 也毫无用武之地 没有丝毫意外的 也被楚琛一招水剑术 收下了人头 至此 最强大的蜥蜴将军和蜥蜴将军 都被楚琛猎杀 岸上打得如火如蜂的两个种族 也已经死伤过半 楚琛控制湖水 以倒卷之势 将岸上仍在战斗的蝎子 和蜥蜴魔兽 都卷入湖水之中 然后兴起波涛 将其禁术杀死在湖水中 那些魔兽在战斗中 早已经耗尽了力气 不一会儿功夫 一句句尸体漂浮上来 满湖都是鲜红的血液 岸上到处都是残枝断尾 场面十分血腥 楚琛先是将水中的尸体 尽数炼化 血液和灵魂 都交给鬼刺树吞噬 从楚琛目前 得到的记忆来看 这次两个种族 同时来到湖泊 的确是不简单 楚琛在蜥蜴和蝎子将军的记忆中 同时看见了一个人 那是一个精灵 虽然藏身于黑暗 但那双翅膀和尖尖的耳朵 暴露了他的身份 这个精灵族人 命令两族在沙漠之中 严加查探 有任何异常都要汇报 精灵族为何要查探 这片荒漠呢 楚琛不认为是为了格兰迪 如果仅仅是因为格兰迪 完全犯不着 探查整个荒漠的异常情况 楚琛感觉到了一丝不妙 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 向他压迫而来 这么快就要和精灵族 再次过招了吗 看来我得早做准备了 水中将近两千多具尸体 加上之前捕杀的蝎子将军 和蜥蜴将军 这一次 楚琛就赚了将近两万的能量点 发财了发财了 果然战争才是最好赚 楚琛喜不自禁地看向岸上 还留着的三四千具尸体 幸福来得太快 一时间有些晕眩 但楚琛还是控制住了 自己内心的欲念 没有继续吞噬岸上的尸体 看着系统面板上 第一次突破五位数的能量点 楚琛比自己前世 第一次拿到五位数工资还要高兴 略微沉饮了一下 楚琛决定 还是先来个大升级 系统 我要把等级提升到五级 同时把春风化雨 水附数和水剑数都升到五级 升级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新技能水势 能够以一壶之势发动压迫 每次使用耗费能量五百点 再次看向系统面板 宿主 储存 身份 湖泊 等级 LV5 能量 五千 技能 春风化雨 LV5 水副数 LV5 水剑数 LV5 水势 LV1 总共两万多的能量 一下子就只剩下了五千点 而下一次升级 需要花费三万能量点 果然这钱赚得快花得更快 能量点也是一样 但是储存心中有一个可怕的猜测 如果是真的话 那再多的能量点也得花 而且还远远不够 既然蝎子族和蜥蜴族 得到了精灵的命令 那么肯定还有其他种族也是如此 这片荒漠 恐怕所有种族 都在精灵族的掌控之下 自己与精灵族的对峙 是迟早的事情 蝎子将军和蜥蜴将军 这次来到储存所在的湖泊 也正是因为察觉了异常 所以前来查探 不巧正好撞上了 好在他们 还没来得及上报 避免太过被动 正当储存费尽心思思考 如何破解当前的局势时 鬼刺树储明 也传来了进阶的消息 正在兴奋地呼叫储存 储存一看 好家伙 原本不过三四米高的树干 如今已经有了十几米 完全称得上是一棵大树了 泥土以下 更是盘根错节 现如今 整棵树都生长在储存的湖泊之中 幸好现如今的储存 已经不再需要大规模吸取湖水了 不然储存还真不知道 自己养不养得起了 再通过系统 查看储明的状态 居然也进入了凡街五级 技能倒是并没有什么变化 但是想起 上次对付库鲁斯灵魂的手段 想必进击之后的鬼刺树 将会更加可怕 主人 我呃 想吃岸上的食物 储明口中的食物 自然是岸上的那些尸体 但现在还不是可以享用的时候 储存之所以留着它们 是有用处的 既然蝎族和蜥蜴族背后有人 在控制 那么如果这两个族群消失 自然会有人来查探 最后一定会查到储存这里 储存不妨就留着这些尸体 做出两方拼杀的样子 来人见此情况 又不见了蝎子将军和蜥蜴将军 必然会怀疑 他们会不会带着剩下的魔兽 追逃到了别处 这样一来 只要储存隐藏得好 其背后的存在 也就不会过于关注湖泊本身 而且这些尸体 对于其他肉食性生物而言 也是免费的食物 相信能够吸引不少魔兽前来 还能给储存带来不少能量点 深深的危机感压迫着储存 在没有可以捕获的魔兽的时候 储存一边规划着今后的发展思路 一边练习着自己 仅有的三个攻击性技能 一边还与储民练习配合作战能力 储存发现 自己的三个技能 在使用了春风话雨的情况下 其威力均能得到一定的提升 而且自己的新技能水势 和储民的鬼刺相配合 有着格外的效果 闲下来的时候 储存也会观察观察 湖泊内生长的植物和动物 在湖泊内淋漓之水的养育下 湖泊内的生物都生长得格外快 看着游来游去的鱼虾 储存想 以后要不要也培养的虾兵蟹将出来 咦 那是什么东西 在储存的感知中 岸上出现了一只奇特的小巧生物 其外形神似壁虎 背上却长着黑色的翅膀 倒是颇有前世国外电影中魔龙的风采 只是这个头卓是小了些 来到这个世界的几个月来 储存所看见的这个世界的各种生物 比起前世来说 都要大得多 就连前几日的蝎子都能长到半匹马大小 而这只壁虎 真是跟前世的壁虎没两样 此时 这只壁虎正准备钻进一只蝎子的脑袋里面 这些蝎子的身体 全被坚硬的外壳所包裹着 想钻进去可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只壁虎却没费什么力气 爪子一划 就出现了一个小洞 静止钻了进去 不一会儿 就心满意足地钻了出来 然后他抬起头警惕地朝着四周看了一眼 又欣喜地 对着另外一具蜥蜴的身体出手了 小小的眼睛竟是灵动 这一幕大大引起了楚臣的兴趣 他悄悄地施展了水腹树 一根水绳顺着地上朝着壁虎伸了过去 当壁虎从蜥蜂脑袋里钻出来的时候 楚臣的水绳早就等着他了 一下子紧紧拴住他娇小的身体 壁虎连忙扭动着 手中的利爪 一个劲地抓向水绳 这次却是他失算了 水本来就没有形状 他那小小的爪子再怎么锋利 又如何能够抓得断呢 就在楚臣怀着细血之心 想要好好逗弄这只奇怪的壁虎之时 小壁虎却一下子失去了踪迹 楚臣大惊 全力感知之下 才发现 他居然突然躲到了一只蝎子的尸体里 这是怎么挣脱的 又是如何跑到尸体里的 楚臣有些猛逼 空中的水绳 依然保持着束缚的形状 证明壁虎并非是蛮力正断的 有意思 看你能跑几次 不幸邪的楚臣 再一次凝聚了四五条水绳 同时朝着小壁虎缠绕而去 即使是躲在蝎子尸体里面 也是于事无补 果然 被抓住的小壁虎 又一次消失了 只是刚刚重新出现在不远的地方 马上被楚臣感知到 等待他的 又是一根水绳 连续四次 楚臣才看清楚了 小壁虎是如何逃走的 原本每当他被楚臣的水绳缠绕住时 他背后的小巧的翅膀一阵抖动 身体变 咻 地出现在了别的地方 这应该是 某种空间类的天赋神通 只是似乎以目前小壁虎的能力 并不能做到远距离瞬移 所以才会每次都出现在附近不远处 而且似乎还不能控制方向呢 楚臣看着一头 撞在鬼刺树端上的小壁虎 心里已经有了算计 这只神奇的小壁虎 极为人性化的双爪 摸了摸脑袋 看着眼前的大树 刷刷刷地爬了上去 还没等他爬到树顶 本来长在树端上的黑色尖刺 突然朝着他刺了过来 小壁虎前爪一抓 竟然把无往不利的鬼刺直接抓断 鬼刺树愤怒地全身发抖 又是好几根鬼刺 从四面八方朝着壁虎刺了过去 不等壁虎有所动作 楚臣也出手了 水势压迫 湖泊中巨浪翻滚 整个湖泊好似要倾倒过来 一股强大的气势 朝着壁虎压迫过去 壁虎只感觉到 四面八方都有一种无形的力量 别说动爪 连背后的翅膀这一次 也难以煽动鬼刺 也在这个时候来临 却停在了壁虎身前 堪堪要刺进皮肤 壁虎艰难地动了动前爪 做了个求饶的姿势 楚臣见他灵智如此之高 而且空间神通 向来都是绝强的神通术 便起了收服之意 恰好此时 系统也传来了声音 第一 恭喜宿主降服了一只 带有魔龙血脉 与空间神通的魔龙壁虎 潜力较大 是否奴役 选择奴役 没有什么好思考的 这样的魔兽 自然是收下来当打手 奴役成功 奖励宿主2000能量点 生物 魔龙壁虎 主人 楚臣 等级 凡间四级 技能 顺移 断之重生 魔龙爪 提醒 魔龙生性暴虐 宿主需小心 魔龙壁虎完全觉醒后 背叛宿主 看了系统的提醒 楚臣知道自己 没有选错 奴役这样一个 有着强大潜力的生物 收获一定很大 至于说背叛 只要自己始终能够 实力压制魔龙壁虎 那么 他也就没有理由背叛自己了 楚臣剑已经无意成功 便撤去了水势的压迫 让十分不情愿的鬼刺树 也撤去了 还跃跃欲试的鬼刺 魔龙壁虎讨好的摇了摇尾巴 跳入湖泊中游了几圈之后 向楚臣传达了 想要继续去岸上享用美食 楚臣自然不能答应 这些东西 他还有用处 而且 如果不让鬼刺树享用 而让新来的魔龙壁虎 去大餐一顿 恐怕现在还在生气的鬼刺树 肯定要大发雷霆 见楚臣不同意 魔龙壁虎也不敢反抗 背后翅膀扇动 缓缓地飞到了鬼刺树的一根树枝上 看他的样子 竟然是想在那里住下 鬼刺树如何能答应 一直不停地摇动树枝 两个人闹个不停 楚臣也很无奈 两个魔兽灵至现在都不是很高 也只能由他们胡闹 只是严令不许下重手 又过了一个星期多 岸上的尸体 几乎被炎热的太阳晒干了 这段时间 楚臣也不敢使用春风话语 害怕被人看出异常来 鬼刺树和魔龙壁虎 还是整天嬉闹 但是关系已经融洽了许多 而且魔龙壁虎本来就很擅长隐藏 当它躲到鬼刺树的枝叶里面时 即使是楚臣 也要很费心思才能找得到 如果在外人看来 这里不过是一个普通湖泊 湖中生长着一棵荒漠中 常见的鬼刺树而已 不时的 也会有一些荒漠中的魔兽 被这里尸体的气息吸引 前来偷食 几乎都不用楚臣出手 就单单是鬼刺树和魔龙壁虎 就会在第一时间出手将其击杀 一树一兽 多次联合出手 配合的倒是越来越默契 这些魔兽的尸体楚臣 自然也不会吝啬 还是老规矩 血液和灵魂被鬼刺树吞噬 魔龙壁虎则是爬进去 吸收魔精和脑水 最后把尸体拖进湖泊 被楚臣炼化赚取能量 一家三口的荒漠补食小日子 过得倒是挺温馨 一天中午 却是被一个不速之客所打断 来人和楚臣在蝎子将军 与蜥蜴将军记忆中 见到的人同样打扮 但是楚臣能够肯定 这不是同一个人 太阳正当头顶 远处的沙石都晒通红 他却赤着脚 将自己笼罩在长长的黑袍中 连脸上也戴着黑色的面具 黑袍人手持一柄长长的法杖 法杖顶头镶嵌着一颗绿色的宝石 他看了看布满尸体的弧弯 亲自蹲下来 查看了一具尸体的情况 楚臣一阵紧张 那具尸体正是被魔龙壁虎 偷吃了魔精和脑髓的 楚臣并无法看到黑袍人的表情 但是想来脸色也不会太好 他站起了身 手中凭空出现了两滴血液 另外一只手中法杖轻轻一点 口中开始念念有词的吟唱 两滴血液飞入了法杖顶尖的绿色宝石中 宝石突然放出一道光芒 射向了壶中 绿光投入壶中之后 马上就消失不见 黑袍法师一愣 走上前来 绕着湖泊行走 楚臣感到一阵紧张 他命令鬼刺术和魔龙壁虎 全力隐藏自己的气息 不得被人发现 他自己也是不敢兴起一点波澜 生怕被发现异样 这倒不是楚臣胆小 在楚臣的感知中 这个黑袍法师 有着超凡界八级的实力 以楚臣的系统之能 再加上鬼刺术和魔龙壁虎 并不敢说一定能够留下他 甚至说不好 还会彻底暴露 但万一失手让他逃了 或者是传递出去了什么消息 说不定还会引来更加可怕的存在 当楚臣的实力 还没有突破到灵狐境界时 他不得不小心一些 如今他只是一个普通湖泊 物理攻击或许无法毁灭他 但一些强大的火系法术 还是有可能直接争干他的 到了灵狐境界 楚臣不仅自身体量增大 而且富含灵力 再想消灭他就难了 而且还可以开辟支流 楚臣完全可以借支流来行事 本体湖泊就可以坐等变强了 好在这个黑袍法师再三查探 甚至好几次还在对着鬼刺术端向良久 放出灵魂来感受 却也没能发现任何异样 只得朝着绿光所指的前方继续寻找 当黑袍法师消失在楚臣的感知之外 楚臣这才松了一口气 鬼刺术和魔龙壁虎 也极不可耐地向楚臣询问 想要开始享用 已经等了好久的大餐 在得到楚臣的许可之后 鬼刺术和魔龙壁虎 同一时间动起手来 幸好岸上的尸体 还有几千具 倒是不怕两人打起来 在两人享用完之后 楚臣一阵波涛 将其全部卷入湖中吞噬 这一次 因为都是一些凡街一级二级的魔兽 收获并没有之前的大 但是也有一万多的能量入障 算上之前累积的 如今楚臣的能量点 也有了一万八千多 足够用好久的了 只是想要升级 还是得继续努力啊 有惊无险地躲过了黑袍法师的搜寻 当岸上的尸体被吞噬一空 湖泊又再一次恢复了往日的的平静 这附近的野兽 似乎已经习惯了 这里隔几日就会爆发的战斗 好在这些都与它们无关 这古怪的湖泊 也已经不再对它们感兴趣 而楚臣吞噬魔兽 其实某种程度上 也为它们提供了一个避风港 所以 总是有为数不少的普通野兽 徘徊于湖泊边缘 悠闲自得得很 这片面积庞大的荒漠 正与精灵森林毗邻 面积比精灵森林还要大得多 却不知道是如何形成的 好在精灵们从来不会轻易走出森林 它们也不喜欢荒漠这样的环境 所以 楚臣才能够得以快速地膨胀 而至今没有被发现 怀揣数万能量点的楚臣 第一时间就决定 今后一段时间 每天早中晚各使用一次春风化雨 快速提高自己的体量 升级到LV5的春风化雨术 如果施展起来 整个湖泊上空都是云雾翻腾 巴掌大的雨点落下 如果直接下到荒漠里 恐怕一些弱小的生物 都能直接溺死或者被砸死 这也就导致了 楚臣如今 每天都肉眼可见的面积在变大 这样一来 虽然声势大了点 被发现的几率也大了 但湖泊面积是楚臣的根本 只要面积够大 水量够多 他的生命力就越强大 技能的效果也越好 这样奇特的景象 终于还是引起了 距离楚臣最近的一个智慧种族的注意 那一天 楚臣正在降雨 被路过此地的一个荒族人所看见 这个人并没有靠近楚臣 而是悄悄地退去 楚臣也注意到了此人 只是此人身体野兽毛发 头上还带着兽骨 再加上隔得太远 楚臣就以为是一只魔兽而已 其实这并非什么野兽 只是荒族也不算是人类 而是类似于兽人的存在 不过与兽人不同的是 兽人的身体特征十分明显 而且往往拥有十分强大的身体 纵横于北部大草原上 是一个很强大的种族 而荒族却身体瘦小 外形上颇有些像是精灵族 只是背后并无双翼 也没有精灵族那样强大的魔法 和弓箭天赋 全族生活在西部的这片荒漠中 一天楚臣刚刚降雨完毕 看着还未恢复平静的浩瀚湖面 一时间玩星大起 控制着湖面翻腾起巨浪 见起漂亮的水花 一行七八人 突然出现在了楚臣的感知中 楚臣赶紧停止玩水 装作普通湖泊风平浪静的样子 这七八人的穿着都很怪异 身上都是披着兽皮 为首地拿着一根法杖 身后两人一人拿着一把弓箭 一人拿着一个兽头 其他人都扛着一些 繁接一级魔兽的尸体 看着不远 但其实是楚臣的感知距离太远 这些人让楚臣等了好一会儿 才走到湖泊边 几人把魔兽尸体都投入了水中 然后全部跪了下去 为首的老者口中大喊 胡臣 我是荒族的大祭司 我身后的 都是我们荒族最勇敢的年轻人 我们知道 伟大的胡臣您神通广大 我们恳求您的庇佑 这些魔兽 是我们献祭给您的 请您收下吧 楚臣没料到 自己竟然被当作了胡臣 这些人还来寻求自己的庇佑 要不将这些人全杀了 以免他们泄露消息 这个想法一起 楚臣就第一时间否决了 这些人除了前面的老者 有凡街二级的实力 身后的两个年轻人 是凡街一级 其他人全都未曾进入凡街 按照老者的说法 这已经是全族最强战力了 那么想要猎杀那些魔兽 恐怕是及全族之力 自己如果杀了这些人 保不准族里 其他人就把消息泄露了出去 见楚臣没有反应 荒族大祭司有些慌了 已如今荒族的情况 如果这位神秘的胡神 不肯庇护于他们 恐怕荒族用不了多久 就要灭族了 胡神 你有任何要求 只要我荒族能够做到的 一定照办 我荒族人数不多 但也有近三千族人 而且我族虽然实力不强 却有着一项独特的技能 我们荒族可以同魔兽沟通 为这 前几日还有精灵族的大人 前来找过我们 让我们 替他们搜集魔兽上报的消息 然后再传递给他们 楚臣听到这里 心中一动 连带着湖面 也还是涌起波涛 大祭司 看见湖泊终于有所动作了 脸上一慌 心中却是大喜 请胡神息怒 我等荒族 在这荒漠中 力量虽然弱小 但消息灵通 我们得知 精灵族最近正在搜查 荒漠中的一切异常现象 甚至我已经得到了 一些关于胡神宁的消息 但是我还没有上报 聪明 胆大 这是楚臣对这个大祭司的评价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楚臣再这么躲着 早晚会有更厉害的人前来查探 还不如主动去寻找解决办法 使用技能水势 楚臣虽然准备与荒族接触 一个下马威 恐怕这个祭司心里对自己 也不一定有多少尊敬 大祭司众人突然看见 原本好端端的湖泊 突然仿佛悬在了天上 一整个湖泊的水 都朝着他们倾倒而来 而自己的身体 则是被一股强大的气势所裹挟着 动也动不得 无论是大祭司 还是其他的荒族人 都已经趴在了地上 全无一点反抗能力 甚至有人 都已经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等待死亡 当湖水即将临身的那一刻 却突然全部散去 当众人睁开眼睛 发现自己躺在地上 全身汗如雨下 而湖泊依然在那里 只是微微泛起浪花 就在众人吃惊莫名之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 直接响在了众人脑海里 这边荒漠中 还有多少如你们这样的智慧种族 见楚臣终于肯和他们沟通 大祭司喜上眉梢 赶紧恭敬地回答道 像我们这样能够言语的族群 只有荒族 但是据说荒漠深处 还有更加强大的超凡皆魔兽 他们的智慧 与寻常人形生灵无异 而且只要愿意 也可以言语 楚臣心中烧鞍 如果只是魔兽 其实很好对付 但是人形生物 就要狡猾得多了 想了想 楚臣又继续问道 告诉我 你们荒族的来历 荒族大祭司的述说后 楚臣对于这个荒族 也算有了些了解 倒还挺出人意料的 原来荒族 竟然是精灵族的一个旁之 是在精灵族中 专门负责训养魔兽的 但是祖上犯了很重要的过错 精灵族的自然之神发怒 剥夺了其精灵血脉 将其发配到这荒漠中 任其自生自灭 由于失去了精灵族的庇护 又没有了精灵血脉 荒族人修炼极其困难 千百年便在这片无荫荒漠中 苟延残喘 精灵族不允许他们自称精灵族 于是他们便被叫做荒族 这次也是精灵族有用到他们的地方 所以才来找了他们 否则精灵森林里面 那些一向厌恶他们的精灵族们 是不会前来寻找他们的 楚臣早就料到 精灵族很可能是在整个荒漠大面积的探查 如今结合荒族人所说的 更是确定了 这次探查未必是冲着他而来 却恰恰对他的影响很大 无论自己是不是精灵族的目标 自己的存在都会被荒漠里的生灵 当作是一件功劳上报给精灵族 除了这个聪明 而不被精灵族喜欢 甚至对精灵族有仇恨的荒族 目前的荒族的确是无法为楚臣带来什么 但荒族可以和低阶魔兽沟通的手段 使得他们在荒漠中消息极为灵通 而且现如今荒漠中所有的情报 都会基于荒族手中 只要从中做一些手脚 自己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出现在精灵族的领地中 而不被发现 毕竟那些高傲的精灵族 可不会时常来到这毫无生机的荒漠里 请狐神接受我荒族的投奔 我向您保证 我们一定会虔诚地信仰您 赞美您 楚臣控制着水流 在湖面凝结出一个前世地球上麒麟的形状来 发出声音说道 我可以庇佑你们 但是我不需要你们的祭祀 你们也不允许叫我狐神 以后称我为楚狐 再也没有搞清楚 信仰啊神啊什么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时 楚臣可不敢就去接触 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不允许你们告诉任何人我的存在 今后每个月末 你亲自前来 汇报你们收集到的所有消息 荒族大祭祀连连答应 一脸稀奇地看着楚臣 楚臣哪里不知道 这是等着自己显露神迹 赐予好处呢 楚臣想了想 自己其实真正的阶位 也不过是凡间 还比不上荒漠深处的魔兽 自己真正神异的地方 也就是本体是湖泊了 现在自己能够当作神迹赐予他们的 大概就是富有灵气之水了 于是楚臣将湖泊中的湖水抽掉了一部分 提炼出最精粹的灵力之水 化作一团团水球 将荒族一行八人 尽数笼罩其中 这几人只感觉到四肢百害一阵舒爽 身上传来了暴斗般的轰鸣 尽管这些人不是魔兽 无法直接吸收灵力化作修为 但是灵力对于他们的身体 也有诸多好处 可以帮助他们 清理身体内的毒素与垃圾 促进新陈代谢 唤醒细胞的活力 当灵水之球中的灵力 渐渐变得稀薄 在楚臣的控制下 水球破裂 露出来里面的荒族人 为首的大祭司年龄最大 修为最高 得到的好处也最明显 原本勾楼的身体挺拔了不少 面色也红润了不少 大祭司张开双手 天地元素之力涌入 他居然晋级了 而他身后的两个年轻人 也同样如此 其他几人虽然没有马上晋级 但很明显 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而且 他们都还很年轻 经过灵力之水的洗练 今后修炼起来 也会更加顺利 身体也会更加强健 大祭司在短暂地 感受了一番自身的状态后 惊喜万分地败倒在地 其他人见状也顾不得高兴 纷纷扶手喊道 赞美伟大的楚神 我等是您最忠实的信徒 楚神感觉到 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进入了自己的身体 但是很快 又飘散于天地间 第一 宿主等级过低 无法储存信仰之力 请尽快提升等级 第一 检测到宿主拥有了忠实信徒 开启系统忠诚度检测功能 第一 检测到宿主信徒 还有其他信仰 是否立即毁灭信仰 楚神自然不希望 荒族还有其他信仰 那意味着不忠诚 确定毁灭 毁灭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新技能赐福 每月可使用一次 使用不消耗能量 此时楚神面前出现了一个面板 上面显示着 荒族大祭司和其他几人的忠诚度 身份 荒族大祭司 信仰 楚神 忠诚度 八十 其他几人的忠诚度 并没有大祭司这么高 但也有七十多 显然 对楚神越是信仰 忠诚度也就越高 虽然楚神现在还无法吸收信仰之力 但是这不妨碍他成为别人的信仰 荒族大祭司几人 突然感觉到脑袋里面一空 好像少了些什么 却也没有在意 以为是楚神的手段 好了 你们可以回去了 下个月来此时 希望你们能够带来 关于这片荒漠所有的重要消息 如果表现得好的话 我是不会吝啬奖赏的 楚神的吩咐 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的 只是我荒族中每个月 都要损失不少优秀的后代 我希望楚神能够允许我 下一次来这里时 带一部分年轻族人来此 生活在楚神身边 大祭司小心地看了一眼楚神 见他没有什么动作 这才继续说道 一来可以保证我族血脉不绝 另外 楚神如果临时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让他们代劳 楚神心想 自己既然答应了庇佑他们 这么点要求 对楚神来说也不值一提 可 楚神的声音响起在大祭司的脑海中 楚神如今已经通过系统 与其建立了联系 凡是忠诚度达到八十的忠实信徒 无论距离多远 楚神都能够直接与之沟通 看见楚神散去了 以水凝聚出的麒麟之身 几人 这才恭恭敬敬敬地离去 就在楚神得到荒族大祭司几人的 虔诚信仰时 远在大陆中部的光明圣殿 一处隐秘的地下室里 一个身穿红袍 散发着恐怖气息的人影 正对着一幅地图喃喃自语 怎么会突然消失呢 信仰地图不会出错的呀 看方向似乎是东部荒漠 那里和精灵森林比邻 难道是精灵族又有什么动作 不行 千年信仰争夺战即将开始 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 这片神魔大陆上所有的信仰 都必须被掌握 绝不允许出现例外 红袍人对着一副卷轴 直接以精神力量 在上面刻印了些什么 然后手一挥 卷轴飞出消失不见 虽然东部荒漠 一直在精灵族的手中 但是到如今 我也不得不插手了 这片大陆不允许黑暗的存在 唯有光明永恒 红袍人此时宛若一个狂热的信徒 跪倒在地图之前 而地图上显示的 正是神魔大陆上已知的 所有信仰的分布 除了光明信仰外 都是一片黑光 占据着地图上的一些边边角角 一片白光 则遍布整个大陆 楚辰在荒族众人走后 又开始了每日的日常训练 对技能的掌握 和对自己身体的控制 他如今不使用技能 单单是利用湖水 也完全能够杀死凡街 三级四级的魔兽了 再加上对于技能的熟练运用 杀死凡街六级七级 也不在话下 如果有鬼次数和魔龙壁虎的帮助 超凡街也未尝不可一世 天上还下着春风化雨换来的大雨 楚辰用水凝聚成人形 手上拿着一柄水剑 他上次用水凝聚成麒麟 现身见了荒族人 一方面是不想透露自己的真实形态 这个世界上肯定也有其他 能够读取技艺的魔法之类的手段 万一荒族人也被精灵族读取了技艺 那么他们看见的楚辰 就是一只水麒麟 只会把楚辰物当作是一只装神弄鬼的魔兽 另一方面 他也是一时兴起 想要练习一下对水的掌控力 今天 他想试一下自己能否用水 同时凝聚出多个形态 然后同时控制它们 一开始 楚辰能够凝聚出三四个同形态的生物 但是无法同时控制它们 做出不一样的动作来 经过半个多月的反复练习 这才勉强能够同时控制十个人形态的水人 分别做出一些复杂的动作来 只是这样一来 颇为耗费精神 反而有些得不偿失 倒是楚辰试过模拟使用水剑术 直接用水凝聚成水剑 虽然攻击力比不上系统的技能 但是数量庞大 一次能上万根 对付一些大规模的战斗 倒是颇为实用 楚辰每天恶此不疲地练习着 对于这具身体的掌握越来越深入 可以说 现在 只要不是能够一次性蒸发整个湖泊的力量 尤其是物理打击 对于楚辰而言 根本难以造成伤害 而楚辰的每一击 都有万金之力 以魔法师孱弱的身体 就算是超凡街 也无法承受 又失败了 楚辰想要控制水人走上岸去 远离湖泊 却只能够维持到 距离湖泊几百米处 水人就溃散了 一次次的尝试 湖泊之深的楚辰 虽然感受不到身体的疲劳 精神上却也感觉到了一丝疲乏 砰 水人再次崩溃 化作一滩水流在了岸上 楚辰脑海中传来了鬼刺术 和魔龙壁虎嘲笑的声音 这一树一兽 现如今倒是相处得很是融洽 这几天 看见楚辰一直失败 两个大笑个没完 突然 空中出现了一刀裂缝 从中掉下来了一团白色的东西 砰 是重物入水的声音 楚辰都没来得及反应 当他控制水流 将落入水中的东西脱举起来时 才发现 这竟然是个人 楚辰感受到 这个人还有一丝气息 赶紧将他送到了岸上 这是个女子 身材曼妙 尤其是全身打湿后 更是显得凹凸有致 然而 以楚辰 如今的湖泊之身 却是太监进青楼了 这个美丽的女子 看起来年纪不大 五官十分精致 尤其是一双眼睛 仿佛有星芒闪耀 神秘无比 更让楚辰吃惊的是 楚辰竟然无法准确感受他的实力 而之前那个超凡八级的魔法师 楚辰都能够清晰地感知出来 在楚辰的感知中 这个女子时而是个普通人 时而又是超凡皆 有时候 甚至透露出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 令楚辰都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 这个从天而降的女人到底 是什么来历 而且居然能够威胁到我 要不要我先干掉她 系统应该会奖励不少能量点吧 楚辰如今都要为能量点着迷了 遇见什么第一时间都是想着能量点 想着想着 楚辰就凝聚出了一个水人 走向了岸边的女子 许是感觉到有人靠近 本来唯靡不振的女子突然动了一下 眼睛死死地瞪着楚辰的本体湖泊 楚辰顿时停住了脚步 她有种感觉 只要自己再往前一步 这个女人绝对能够发动雷霆一击 可怕 危险 楚辰一时间 有些进退两难了 就在这时 女子开口了 帮帮我 原本愤怒的眼神流露出了一股哀怜之意 虽然看着也很同情 但毕竟自己不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 何况自己 还没有下半身 见楚辰不为所动 女子身前突然出现了一块石头 楚辰正好奇是什么的时候 系统传来的提示 第一 检测到了虚空之时 可以打造储存空间 建议宿主尽力获取 虚空之时 储存空间 虽然还不是很清楚是什么东西 但是听名字 也能猜出个大概 而且系统推荐 必数精品 正当楚辰兴起了杀人夺宝之意 虚空之时却突然不见了 楚辰这下哪里还会不知道 这女人是想以这石头为筹码 让自己救她呢 要我救你也行 先把虚空之时给我吧 见女子紧闭双眼 毫无反应 楚辰以为她是不肯答应 我知道你来历不凡 但你若是不肯先把东西给我 我又如何能够 相信你不会反悔呢 见女子还是毫无动静 楚辰想该不会是死了吧 仔细一赶之 发现还有一口气在 这才无奈地摇了摇头 楚辰凝聚的水人 直接化作一股水流 将岸上昏迷的女子卷入水中 移入水 女子身上的一切都在楚辰的感知中 这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 楚辰注意到 女子胸前佩戴着一根 简单而精致的项链 项链上挂着一颗洁白的珠子 这颗珠子 即使是在湖泊的水中 也依然散发着萌萌的微光 即使是楚辰 也能够感觉到一阵舒适 这肯定是个宝贝 这女人受了这么重的伤 还能吊着一口气 恐怕也是靠的这东西吧 系统 有没有办法检测 这东西是什么 以楚辰的见识 自然是无法认出来 就是在他吞噬的所有魔兽 和人类记忆中 也从未见过这东西 不知道那个虚空之时哪去了 楚辰通过水的浸润 几乎把女子全身上下搜了个遍 也没能找到 楚辰也怀疑 会不会是被放进了储物空间里 只是这个女子全身上下 只有这个珠子一样东西 偏偏这东西 楚辰不认识 系统也不帮忙 楚辰要是想得到宝物 除非把这个女人杀了直接恋化 只是这个女人来历神秘 楚辰猜测 很可能是某个大势力的人 身上搞不好 就带着某种可以定位的东西 自己可不敢赌 系统能不能解决 罢了 还是把她救活 然后拿了东西 就让她走吧 楚辰使用的最熟练的疗伤方式 也就是利用灵力之水 来激发生物的细胞潜能了 如今也是故技虫师 一团富含灵力的水球 包裹着神秘女子 出人意料的是 楚辰的灵力之水 居然根本不起作用 完全无法进入女子的体内 都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给阻拦住了 这下子楚辰犯难了 自己掌握系统的时间还很短 根本没有来得及 从系统那里学会多少技能 现如今 唯一自己摸索出来的治疗方法 也不管用了 难不成要是一世新得到的技能 楚辰想起了 自己得到荒族人信仰时 系统给奖励了个新技能 赐福 每个月只能使用一次 自己这个月还没用过呢 只是不知道 这个技能是对所有生物都有效 还是只能对自己的忠实信徒起作用 反正是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治得好就是他命大 治不好 自己也只能炼化了他了 使用技能赐福 一阵柔和的白光突兀的出现 洒向了神秘女子的躯体 那股神秘力量 这次却没有阻止 在柔光的照耀下 女子一直紧皱的眉头开始舒展 脸上痛苦的神色也有所减轻 看样子果然还是有效果的 第一 由于对方非宿主的信徒 赐福效果减半 果不其然 这个赐福还是专门为信徒所设立的 但是好在 对于其他人也有一定的效果 楚成再一次仔细感知了一下女子的状态 发现的确是有所好转 呼吸都平稳了不少 就将女子放到岸上 依旧用灵水将其包裹着 从天而降 那岂不是说他掌握了一定的空间法则 或者是使用了某种强大的法宝 从他吞噬的记忆中 法则那是神灵才能掌握的 这个女子虽然神秘 但肯定不是神灵 到时使用某种法宝 才比较可能 或许是遭遇了什么强敌 才匆忙使用法宝逃脱 不管了 还是等他醒了完成交易 之后赶紧让他走 如今楚成正要全身心提升自己 好应对即将到来的精灵族的问题 至于这个女子 虽然自己对她有救命之恩 却也只是交易 根本不指望她会有什么回报 她自己都在被追杀 能够不牵扯到自己 就谢天谢地了 一连过了两三天 女子都是处于时而昏迷 时而苏醒的状态 可气的是 楚成每次想要趁着她苏醒讨要宝物 她便直接又晕了过去 让楚成十分怀疑她 是不是想赖掌 直到第五天 楚成正在练习 如何让水人组成的魔兽大军进攻和防御时 神秘女子醒了过来 她却并没有说话 而是躺在地上静静地看着楚成一次次的失败 又重新来过 小小湖泊有灵 就已经很不常见了 这个湖泊之灵的智慧居然还这么高 更是罕见 女子又看向湖泊中 笑得不停抖动的鬼刺术 和摸着肚皮的魔龙壁虎 这两个生灵虽然本体弱了点 但都是变异物种 在这里倒也算是罕见 真是奇怪 这样的地方 怎么会诞生出这么多奇异的东西来 女子心中更加疑惑了 然而仅仅是好奇而已 浩瀚世界 位置远远多于已知 要是每一件事都想弄明白 只怕她早就不明不白地死了 喂 你天姿不错 但是人却太蠢 你控制自身的水流 尚且都不能做到如臂指挥 又如何能够控制凝聚出的魔兽 去做出更加复杂的动作呢 真是好高骛远 女子终于看不下去了 出言嘲讽道 楚臣不为所动 在她的控制下 数十只水魔兽面对面地冲击着 撕咬着 宛如有血有肉一般 当场打脸 女子脸上一红 小声嘀咕道 倒是小看了你 居然能做到这种程度 别说废话 我救了你 不求你感恩 先把说好的虚空之石交出来 你居然知道 那是虚空之石 你该不会是某个神灵圈养的玩物吧 虚空之石只存在于无尽虚空 即使是他 也是机缘巧合 才得到那么一小块 而那一小块 就已经惹得多少大势力出手抢夺 他也是在本来就重伤的情况下 又遭遇了杀人夺宝 这才不得以撕裂空间 掉到了楚臣的湖泊里 什么玩物 赶紧把东西交出来 不然我救了你也一样能杀了你 楚臣不管不过 一心只想拿到虚空之石 交给系统 开辟储物空间 女子见楚臣完全不回答他的问题 也有些气恼 灵魂力移动 虚空之石出现在了身前 却是一晃而逝 你是拿不到的 你放心 我既然答应了 就不会食言 只是我如今伤还没好 等我好得差不多了之后 再将东西给你 这也是免得 你拿了东西就不认账 其实楚臣本来是想先拿到东西之后 是杀还是撵走 多由楚臣决定 这神秘女子 看着年纪不大 倒是谨慎得很 死活不肯提前把东西给她 见楚臣毫无反应 女子又主动开口道 我叫雪莱 你呢 我总不能就叫你胡吧 我叫楚臣 没事别来打搅我 雪莱看着楚臣 楚臣散去了所有的水人 转而开始练起了水剑术 心中一阵气恼 一个湖泊 脾气还挺大的 不过转眼间 他就被楚臣水剑术的巨大威力 所吸引住了 楚臣使用的是系统所赐予的技能 比起楚臣自己凝聚的水剑威力要大得多 楚臣也在一直研究 自己凝聚出的水剑和系统技能 到底有何区别 LV5的水剑术 其实已经不能称之为剑了 这只水剑射出去之后 遇到阻拦 能够直接爆炸 产生巨大的杀伤力 而且楚臣自己凝聚水剑 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而系统技能则是完全顺发 让人根本没有防备的时间 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 楚臣之前看 无论是魔法师还是精灵 发起进攻之前 都需要一定的准备 有的魔法更是需要不短的时间来吟唱咒语 楚臣的技能 则是完全省略了这个过程 以你凡街的实力 是如何做到顺发魔法技能的 即使你的本体就是水 这也不可能啊 雪莱也很好奇 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 楚臣却是不理他 依旧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难道你掌握了水之规则 不可能 这片世界 绝不会有人能够掌握规则 规则 楚臣心中一动 莫非系统所发动的技能 是利用了水之规则 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 想必你也有自己的秘密 只是你最好小心一点 你们这片世界 可不是什么善地 如果被那些人知道 你居然接触了规则 你就算比现在强大是十倍 也是一样 要玩完 楚臣敏锐地捕捉到了 雪莱说话的重点 莫非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你是从别的世界来的 雪莱自知诗言 确实不再多说 楚臣健壮 知道再多问 也是问不出什么东西 只是他想到 这个女子来历不凡 却没想到 他居然是从别的世界 来到这里的 根据前世看小说的经验 这种人最能惹祸 走到哪 哪就会出大事 自己还是少跟他接触为好 规则之力距离楚臣 的确是有些遥远 但是如果能够 不断地加以训练 使得对水的掌控 越来越精准 楚臣相信自己 也能够有很大的提升 在精灵族的压力下 楚臣不知疲倦 再加上 他也不用吃喝 完全感觉不到 时光的流逝 转眼 雪莱已经在 楚臣湖泊的岸上 躺了一个星期了 这一个星期 雪莱动也未动 偶尔和楚臣交流几句 却是再也不肯透露 一丝一毫的 关于自己来历的消息 倒是在修炼上 雪莱不愧是 从别的大世界来的 见识不凡 尽管他自己 不擅长水质魔法 却也能够高屋剑灵地指出 楚臣的许多弊病 给出一些 十分有用的剑以来 你现在以水凝聚成人 还为时过早 等你踏入了圣阶 可以灵魂分化离体的时候 倒是可以尝试一下 凝聚水人分身 我就见过一个圣阶魔法师 以千年玄冰 制作了一具分身 分魂齐上 最后分身比本体 还要难缠 冰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的水剑 如果变成冰剑 岂不是也会威力大增 其实 凝水为冰 这并不是一个 一个身份 太过执着于对水的掌握 反倒是忘记了 冰不也正是水的一种形态吗 虽然经过雪莱的提醒 自己终于反应过来 这么一种最直接的 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但是如何凝水为冰 却也是个问题 但是身为湖泊 把湖泊之水变成冰 楚臣还是有把握找到方法 又是废寝忘食的练习 雪莲原本觉得 楚臣虽然天资超绝 只是悟性太低 却没想到 他能够从自己随口的一句话里面 领会出新的攻击方法 更让雪莱忌惮不已的是 楚臣这种执着的精神 从一开始的 只能凝结一小块冰 到后来的一整只剑 倒一下子几十根 几百根 最后 荒漠之中出现了这一幕 本来平静的湖面 突然一块区域 一大片水飞上了天 迅速凝聚成一只只水剑 水剑在朝着岸边射出的过程中 又一只只的快速凝结成了冰剑 一阵 羞羞羞 地面上一片狼藉 出现了一个个的坑洞 冰剑 还有字插在地上 并没有碎裂 或是化为水 楚臣感到一阵激动 苦练了三天 终于让他练成了这一招 威力比起之前大了三倍不止 雪莱眼中也是一阵异彩连连 他也只是随口一说 凝水为兵说着简单 但其实已经涉及到一些 很高深的对水元素的运用 他还从未见过 哪个反击的生物能够做到 第一 检测到宿主提前自行领悟了凝水为兵 奖励宿主三千能量点 并提前解锁技能 冰之囚龙 楚臣看向了系统面板 宿主 楚臣 身份 湖泊 等级 LV5 能量 两万八千 技能 春风化雨 LV5 水腹术 LV5 水剑术 LV5 刺服 威力与宿主等级 和信徒忠诚度相关 冰之囚龙 LV1 这对于楚臣来说 真是喜从天降 没想到自己领悟新的攻击方式 系统还有奖励 看来系统真是很灵活的 捕杀并非是唯一的获取能量的方式 只要自己达成一定的成就 都能够获得奖励 楚臣心机一动 使用技能冰之囚龙 突兀的一道尖兵打造的四方囚龙 将雪莱笼罩在内 他今天倒是要看看这个雪莱 到底是伤已经好了 还是有什么图谋还在装病 还是真的还没好 不到十秒钟的时间 楚臣的冰之囚龙就 砰 被一生 四分五裂 雪莱一脸不屑道 你这个冰之囚龙 虽然还不错 即使是超凡三到四阶的 也得被困住一段时间 只是对我来说 却是不值一提 嘴上虽然这样说着 雪莱实际上 内心更加惊讶 他刚刚之所以这么快 打破这个冰之囚龙 实际上是为了面子 使用一道有着超凡八级力量的 魔法卷轴 就这样花费了将近十秒钟 也就是说 这个囚龙能困住超凡八级十秒钟 而这十秒钟 足以在做很多事情了 难道他不仅掌握了宁兵成水 还直接掌握了冰之规则 这不可能 这么多天以来 目睹了楚城每一天的进步之后 雪莱倒是越来越对楚城感兴趣了 他有一种预感 如果楚城中图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至少也能成长到圣街 至于神街 在这片世界 却是绝无可能 楚城凝聚出一个水人 走向雪莱 既然你的伤已经好了 就赶紧把东西给我 然后离开吧 雪莱还并不想离开这里 因为他对这片世界 也是一无所知 而楚城这里难得的无人打扰 正是他养伤的好地方 早知道就不逞能 装作被困住了 雪莱懊恼道 楚城正要进一步要求雪莱交出宝物 却感知到 有一小队人在已很慢的速度靠近 楚城赶紧散去水人 将雪莱也卷入湖中 用兵制造出一个笼子 将其藏在水底 雪莱还没反应过来 下意识地却是没有反抗 就被卷入湖中 你想干什么 再不放我出去 我就动手了 闭嘴 有人来了 你不想被人发现的话 就安安静静待着 雪莱撇了撇嘴 心想 真的假的 那么远我都没感觉到你居然发现了 他正要开口争辩 却突然也感知到了 一队人正朝着湖泊飞奔来 说是飞奔 但其实速度还是很慢 等了好一会儿 那一众人才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湖泊边 楚城一看 却是和上次见到的荒族人一个模样 领头的两个 正是上次站在大祭司身后的年轻人 其他还有二十多人 都很年轻 最小的看起来才七八岁 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 领头的两个 跪在湖泊岸边 其中一个说道 尊敬的楚神大人 我是荒族的泰伦 他叫戈登 大祭司 这次让我们二人前来拜见您 不是说每个月月末吗 而等为何不到时间便来了 禀告伟大的楚神 我们并没有提前来 离这个月结束 只剩下两天了 楚城一愣 倒是自己修炼太投入 算错了日子 雪来在湖中 虽然听不到楚城直接通过灵魂的讲话 但是泰伦说话他 却是听得见 此时又开始嘲讽起来 天啊 你疯了 一个小小的湖泊 居然敢自称神灵 你这样 如果被任何一个神灵知晓 只需要一个念头 就能够将你毁灭的 楚城自然知道自己 远远不够个称神 但是这些荒族人 就认定了他是狐神 楚城也没办法 甚至楚城认为 大祭司是故意宣传他是神灵 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族人有信心 才有勇气暗地里背叛精灵族 而为楚城服务 好的 我知道了 你这次来带来了什么消息 为什么大祭司没有亲自前来 你不必说出来 只需要在心中默念 我就能听到你的声音 本来泰伦见楚城久久没有说话 还以为他是生气了 吓得把头颅埋得滴滴的 终于听到楚城的声音 倒是松了一大口气 回禀楚城 我们这次带来了一个重大消息 精灵族亲自派出了一位大人 他找了好几头荒漠深处的超凡间魔兽 并且让我们荒族 把消息传递给大大小小的魔兽 准备组织一次兽巢 将荒漠进行一次大清理 楚城一惊 兽巢 他在前世小说里面也经常看见 一般都是魔兽大规模的暴动 在庞大的兽巢冲击下 个人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一切阻拦者 都会被以催枯拉朽之势平推 大祭司被精灵族的强者盯着在 没有办法脱身 所以只能让我来通知您一生 同时也让我带着 祖里天分最好的后代 希望善良的楚神 能够怜悯您的子民 必有于我们 楚城看了一眼泰伦带来的少年们 一个个年纪虽然还小 许多因为长途奔跑的缘故 到现在都还在喘着粗气 但是没有一个人倒下 这足以说明 他们的身体是十分强健的 事情我知道了 楚城控制水流 在湖泊岸上的一片区域滑了一圈 然后继续说道 你先去安排你的族人 住在我划定的区域 平时不要离开湖泊太远 没有事情也不要来打扰我 然后你再来找我 给我详细讲述 以下兽巢的情况 泰伦连连点头 然后转身带着族人 前往楚城划定的一大片平地 这里虽然还有不少野兽 但是对于长期生活在荒漠中的荒族来说 只要不是魔兽 普通野兽 反而是最好的食物来源 一中少年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一来对楚城很少畏惧 另一方面 又泰伦两人的约束 倒是也紧紧有条 泰伦简单地向戈登吩咐了一番之后 就返回继续向楚城详细地 禀报寿巢的情况 根据大祭祀的估计 寿巢应该就在这几天就要爆发 这将会使遍及整个荒漠的寿巢 无论哪里都无法避免 你怎么说 要不赶紧把东西给我 然后你立即离开这片荒漠比较好 楚城将泰伦所禀报的寿巢之事 告诉了雪莱 并郑重地建议到 通过寿巢来彻底清理荒漠 这真是野蛮而又有效的方法 不过区区寿巢巢 我还不放在眼里 不过既然你那么想要那个宝物 我就给你吧 免得你整天问 问的 我都要烦死了 微光一闪 雪莱手上出现了那个 不过拳头一半大小的石头 看起来和普通石头 没有什么两样 却有一种玄傲的气息 隐隐约约地流露出来 楚城当即将石头卷入水流 然后就立即通知系统将其吸收 以免雪莱反悔 雪莱看着楚城那猴急的样子 不禁又在心里鄙视了一番 土鳖 不过他倒是挺好奇 楚城要这虚空之石有什么用 这东西虽然是宝贝 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用得上的 第一 检测到宿主已获得虚空之石 是否立即打造系统空间 立即打造 在一阵机器般的轰鸣之后 楚城感觉到系统面板都一阵晃动 过了好几分钟才停歇下来 而在雪莱看来 楚城此时则是湖泊内部波涛汹涌 外部却风平浪静 甚至雪莱还感受到了 几丝空间乱流的气息 虽然只是微小的几丝 只是他本来就在穿越空间之石受了伤 如今只不过强行将其镇压 如今受了外部空间乱流的勾引 体内的伤势已经有些压制不住了 雪莱强行使用手段 从楚城的湖泊中飞了出来 直直地落在了地上 再一次昏迷过去 楚城此时对于雪莱的遭遇一无所知 他全身心地在感受自己体内发生的变化 那一道道玄奥莫名的气息 令他感到一丝畏惧 又有一种莫名的渴望 那是空间之力最神秘的力量之一 破坏性也是极大的 然而此时在系统的操控下 却十分温顺 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 就像建房子一样 被搭建成了一处看不见 却实实在在存在的空间 只是这处空间还十分不稳定 摇摇晃晃的 不时的还有一丝空间之力跑偏了 形成乱流 之前伤到了雪莱 也就是这么一两次的空间之力了 最后 系统将虚空之时 放在了房间的正中间 所有的空间之力 就仿佛是被什么东西给粘住了 再也难以脱离 这处空间也就慢慢稳固了下来 恭喜宿主开辟了单独空间 奖励一万能量点 提醒 此空间目前只能储存死物 生物进入其中 需要花费能量点以维持生存 在储存获取的记忆里 这片大陆绝大多数人都是 没有带有独立空间的宝物的 而一些身家丰厚的修炼者 大家普遍使用的 都是储物卷轴 这种卷轴 都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 高级的储物卷轴 也只能使用十次左右 而且绝对不能储存活物 这段时间 在与雪莱的交流中 储存也连猜测带套的得知了 除了这片神墨大陆外 外面还有更高一级的世界 而在那个世界里 是存在着一些 带有永久储物空间的宝物的 比如雪莱胸前的那个珠子 很可能就是个储物法宝 但是储物空间不能储存活物 这是修炼界的共识 无论是魔法卷轴 还是别的宝物都是如此 自己的系统空间 虽然同样无法储存活物 但是可以通过消耗能量点来 暂时性地储存活物 这已经是违背这个世界的共识 是十分逆天的功能了 等到空间彻底稳定了下来 储存乐此不疲地 不断地把水放进系统空间 然后又放出来 同时 他还拿水里的一条小鱼做了实验 将其丢进了系统空间 结果系统马上就开始 自动地扣出他的能量点 短短几分钟 就消耗了一千多的能量点 血亏啊 我的能量点啊 看着被放出来的鱼晕头八脑地 在水里胡乱游了几下 然后很快恢复过来 浑然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的 继续快活地追逐着鱼友 储存是真的心痛 不过现如今 自己也已经有三万多的能量点了 足以完成一次升级了 就当储存准备升级的时候 这才发现了岸上躺着的雪来 这是 什么情况 他怎么昏迷在了岸上 储存放开感知 发现附近并没有什么魔兽 远处的荒族人 还正在设置陷阱 准备捕杀一头野牛呢 这该不会是我干的吧 储存记得得到虚空之时之后 自己迫不及待地 就选择了搭建系统空间 全身心都被系统的造化之笔吸引住了 而且空间之力 对于储存感知的影响也很大 所以自己根本没有注意到 雪来是何时受伤 又晕倒在岸上的 算了 反正他也不是第一次昏迷了 看起来没有性命之忧 正好趁着他没醒 我来升个级 说干就干 储存升级时候的动静不小 如果被雪来看到了 反而不好解释 系统 我要升级 升级成功 恭喜宿主达到六级湖泊 距离上一次升级 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了 这个速度 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修炼者来说 已经很快了 何况储存从一级到六级 这才不到半年而已 但是储存还是不满足 因为这样的升级太过于被动 他很难自己去寻找能量点用来升级 这次的升级 储存的体量再次扩大 感知范围也更远了 他能够隐约感觉到很远的地方 有着万千魔兽的咆哮 那应该就是精灵族策划的兽巢吧 或许我可以借着兽巢大赚一笔 这个可怕而危险的念头 在储存脑海中一升起 就在南宵去 兽巢自然是大规模捕杀魔兽的好时机 但是这样一来 自己也将直接暴露在精灵族的眼皮底下 富贵险中求 好好谋划一番 只要能把精灵族派来策划兽巢的幕后之人留下 那么精灵族一时间也难以知道我的存在 只是这些荒族人该如何适合 自己到时候是肯定难以顾及到他们的 系统空间想要维系他们的存活 耗费的能量点更是不可计数 对于储存来说 绝对是赔本的买卖 万不得已 也只能是放弃他们了 希望精灵族看在荒族人也是他们手下的份上 能够放过他们一马 这不是储存残忍 而实在是难以在凶猛的兽巢中 再去分心照顾这么多弱小的荒族人 而且实际上 自己和荒族这些人也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存在 系统 使用技能春风话雨 一连三天的春风话雨 倾盆的雨水散在湖泊已经周围的岸边 那些荒族人都跪在岸边 高声赞颂着储存 沐浴在这样的灵水之下 对他们的身体也是极有好处的 他们心中对于储存的忠诚度 也是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雪莱就在刚刚已经醒了过来 此时正火冒三丈地瞪着储存 你在搞什么鬼 居然搞出空间乱流 差点把我害死 这事情的确是储存的失误 储存只好连连道歉 你 你的水域面积怎么增加了这么多 我昏迷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 雪莱一脸惊讶地看着眼前更加浩渺的湖泊 呃 你昏迷的三天里 接连下起了暴雨 所以 我的面积就涨了 虽然这个解释很苍白 但是也由不得雪莱不相信 雪莱将信将疑地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水照 显然是储存为了防止他被雨淋湿 而特意弄出来的 难道真是下雨的缘故 那之前的空间乱流 还有冰之规则怎么解释 莫非这个湖泊 其实是某个大佬的化身 雪莱有些被自己的猜测吓一跳 可是除了这样 很难解释 最近他看到的一切 储存不知道的是 他最近一连串的表现 在雪莱心里 已经开始 怀疑他是某个超级大佬的化身 什么大陆 果然水深 看来我 还得更加小心 储存看着一脸警惕的雪莱 有些莫名其妙 虽然雪莱已经不再追究 储存的失误操作 导致他再次重伤的事情 但是如今的雪莱 实力仅仅比起普通人好 那么一点 如何面对这场寿潮 倒是一桩难事 你说 寿潮可能今天晚上就会抵达这里 雪莱紧皱着眉头问道 根据我的感知 的确是这样的 而且 规模大概有数万只魔兽 可能还有超凡击的魔兽 混在其中 那你打算怎么办 储存这么一块宝地 经过寿潮之后 肯定会被魔兽们发现 那些超凡击的魔兽 说不定就要在这里住下了 毕竟储存的富有灵气的湖水 对于魔兽来说 吸引力是最大的 储存沉默了好一会儿 然后以十分认真的语气问道 我知道你来历不凡 但是这次受潮 你也无法独善其身了 不如我们联手吧 联手 我现在就是一普通人 顶多凡击的实力 和你联手有什么用 雪莱摊了摊手 稷儿说道 其实你也不需要太担心 只要你一直隐藏自己 有灵的事实 即使是超凡击的魔兽 也是发现不了你的他们 顶多拿你来洗洗澡 把你当成一个 巨大的灵力补给壶 储存凝聚出一个水人 走进了雪莱 深深地看着他的眼睛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你应该知道 距离受潮只有半天时间了 你如果不愿意通我联手 那就只能请您离开了 雪莱摆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看着储存 眼中有泪光闪动 一副渲燃玉气的样子 储存有些无语 我只是一个湖泊 你这招对我是没有用的 雪莱这才反应过来 暗骂自己真笨 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把储存 当做一个人类来对待 可能是因为 储存平时的表现 实在是太像一个人了 完全不似她过去见到的 柳树之灵 或者大河之灵 好吧 既然你不想 我留在这里 那我这就离开 希望后会无期 本来以雪莱目前的状况 留下其实是最好的选择 只是一想到储存的神秘 以及可能是某个大佬的化身 她就感到有些恐惧 还是离她原点比较好 这种大佬的博弈 她说掏出一个魔法卷轴 化作一张魔法飞毯 朝着远处飞去 储存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心中一阵羡慕 什么时候 自己才能像这样自由地飞翔啊 仅仅只是感叹了一会儿 储存立即回过神来 投入到应对即将到来的 受潮准备中 本来如果雪莱能够留下 凭借她的见识 与各种神秘的宝物 应对起来会更加清风的 但是显然雪莱不愿意同她合作 不过这样好 雪莱太过神秘 自己也有很多秘密 不适合在雪莱面前展示 储存先是将戈登等荒族人召唤了过来 将这个月的一次赐福 使用在了他们身上 柔和的白光照耀下 戈登几人好似回到了 儿时母亲的怀抱 说不出的舒服 当几人醒来时 戈登和泰伦发现自己 居然晋级到了凡街三级 其他从来没有修炼过的族人 也都有了凡街一级的境界 二十多人赶紧跪倒在地上 发自内心地对储存赞美 储存的系统 面板上显示着这些人的忠诚度 在飞快地增长着 每个人都超过了八十 好了 这次赐福于你们 是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 泰伦激动说道 能够为储存大人做事情 是我们的荣幸 请储存大人尽管吩咐 我们一定万死不辞 储存满意地看着这些荒族的小伙子 经过淋雨的洗礼 再加上这次赐福 他们的身体素质 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尽管荒族人和精灵族一样也是 通过控制元素之力来释放魔法 但是这次晋级依然能够大幅度增强 他们的身体储存 所需要他们干的 就是在湖泊周围挖下深坑 时间紧急 只能让他们在湖泊的一边挖 并且在坑底 灌入一定量的湖水 把任务安排给了戈登等人 储存就开始给鬼刺术和魔龙壁虎安排任务了 这些天储存忙于练习技能 都没怎么管鬼刺术和魔龙壁虎 这两人野恶地清闲 整日折腾岸边的野兽 储存先是要求鬼刺术 从身上拔下一部分鬼刺 这对鬼刺术是有一定损伤的 但是事到如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反正这件事情过去后 鬼刺术能够得到充足的血液和灵魂 足够补偿 他这些损失了 这个任务就交给了魔龙壁虎 他的爪子锋利无比 直接从鬼刺术身上砍下来 比鬼刺术小心翼翼地一根根的拔要快得多 魔龙壁虎倒是很乐意干这种事情 笑嘻嘻地爬到了鬼刺术的树干上 吓得鬼刺术一阵抖动 好在鬼刺术和楚辰是共生关系 绝对不会背叛 而且他也知道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一旦成功 他就能够更进一步 甚至更进好几步 楚辰现在有的手段 也只有这些了 再想有更多也不可能了 剩下的时间 楚辰就一直密切地关注着远方的动静 同时 楚辰还时不时地为戈登等人提供一次灵力灌体 以保证 他们能够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干活 直到太阳落下 夜晚即将降临 湖泊东面的深坑 才挖好了一半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毕竟这些荒族人 好多都还是小孩子 也只有二十几个 而这些坑楚辰 要求都是十米深 普通的魔兽掉进去 想要爬起来 也得费些时间 虽然短了些 但是也聊胜于无了 楚辰吩咐戈登 带着族人躲到湖泊西面去 魔兽暂时还不会去那边 不过楚辰也必然无法拦截下所有的魔兽 所以是生是死 还得看他们的造化 受吼声越来越近了 就连戈登等人也能够听到了 他们吓得面如土色 听到了他们的祈祷 只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楚辰自己也是无能为力 毕竟他不是真正的神灵 楚辰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顶多在有半个时辰 寿朝大军就要抵达湖泊一带 他将从鬼刺树身上拔下来的鬼刺 按照一定的比例 插在更远一些的土地上 这里距离湖泊 还有一段距离 算是第一道防线 他又将从戈登等人所挖的深坑底部 预先流下来的水 凝结成冰刺 又将面上 以一层薄冰覆盖 再填上一些土 但是这两道防线 只能说尽量给魔兽制造一些混乱 关键的 还是得看他自己了 就像雪来兽的那样 他本可以躲起来 不会有人能够发现他 但是这样一来 他就会被一众超凡魔兽给盯着 成为他们的灵力补给之地 总有一天 他也会暴露的 拥有系统的楚辰注定不凡 关键就在于 他的实力 不足以让他尽情展示自己的不凡之处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 只等着寿朝的到来时 远方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他怎么又回来了 却是雪来去而复返 坐在飞毯之上 一脸焦急的神色 一看见楚辰凝聚出的水人 雪来就从飞毯上跳了下来 对着楚辰喊道 我答应跟你联合 一起对付寿朝 楚辰有些玩味的问道 哦 你不是走了吗 怎么又着急忙慌的跑回来了 雪来早就料到 自己这么狼狈的跑回来 肯定会被楚辰嘲笑 但此时却也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了 你先别忙着笑话我 这次寿朝 并不是从东方开始 而是四面八方同时都在爆发 我朝着南方飞去 在就要飞出荒漠的时候 遇见了一大群火鸭 这才不得不回来的 不是从东方开始爆发 楚辰先前只感觉到了 东方有寿朝的声音 还以为这次寿朝 只是从东往西推进 却没料到 精灵族居然还派人去了 其他三个方向 这样做 恐怕也是 为了防止有人提前逃跑吧 只是这样一来 这几股不同的寿朝相遇 即使有超凡击的魔兽控制约束 搞不好也要打起来 毕竟 魔兽都是桀骜不驯的 寿朝爆发后 更是变得嗜血而狂暴 即使是超凡几的魔兽 在整个寿朝中 也显得有些不够看 精灵族还真是狠啊 居然完全不管 这些魔兽的死活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楚辰也只能同意 和雪来合作了 毕竟多一个人 总多一份力量 寿朝虽然是同时爆发 但是速度不同 因此 楚辰首先要面临的 还是来自于东方的 这一方也最靠近精灵族 精灵族的强者 很可能就在这一波寿朝中 我现在 需要能够大范围 杀伤性的武器 或者是能够 打乱寿朝阵型的东西 你有吗 既然选择了合作 楚辰也毫不客气 直接就开口讨要东西 雪来想了想 又掏出了几张卷轴 这是风之利刃卷轴 激发之后 可以爆发出上百道锋刃 对超凡以下的魔兽 都有一定的杀伤力 这是流星火与卷轴 激发之后会 从天而降上百个火球 也是对超凡以下魔兽 有一定的伤害 这是灵魂风暴卷轴 激发之后 会出现一道灵魂飓风 能够使得魔兽那孱弱的灵魂 出现短暂的混乱 楚辰看着雪来 掏出的一个个强大的卷轴 不禁有些目瞪口呆了 楚辰甚至觉得他 完全不需要跑回来 自己就可以冲出兽朝 你既然有这么强力的魔法卷轴 应该不需要跑回来吧 雪来发那个白眼 你以为我想回来吗 我的这些卷轴 都只对凡街起作用 应对不了超凡街的魔兽 而且我遇到的兽朝还是火压 那是最难缠的空中飞行魔兽了 楚辰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显然是不大相信雪来的话 不过现在也没时间纠结了 因为兽朝已经到了 在楚辰的感知中 比起湖泊面积还要大的黑色浪潮 朝着他涌来 其中一部分直直地超前奔去 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被楚辰的湖泊阻隔 却也来不及转弯 只能继续朝前冲过来 当兽朝到达楚辰不下的鬼刺区域的时候 一些魔兽踩到了鬼刺之上 立刻疼得翻倒在地 鬼刺术的鬼刺一旦刺进生物体内 不仅会自动吸取血液 还会吞噬灵魂 那种剧痛是一般生物都无法忍受的 前面倒下的魔兽 还没来得及爬起来 就被后面的魔兽给踩了个稀烂 很快 魔兽就冲到了楚辰不置的第二道防线 扑通扑通 许多魔兽纷纷挡在了早就挖好的深坑里 有的直接就被冰刺扎死 还有一些皮后没能死去的 一时间也爬不上来 紧跟其后的一批魔兽 想要停下脚步 后面的却依旧在往前奔跑 一时间 魔兽内部出现了混乱 不少魔兽都被踩踏而死 只是相对于这数量众多的兽巢来说 有些不值一提了 有些魔兽都已经冲到了水里 楚辰估计一下情况 开始凝结水箭 当深坑几乎要被魔兽填满了的时候 楚辰出手了 万千水箭飞出 在空中凝结成兵 射向了即将跨过第二道防线的魔兽 兵剑的威力虽然不算大 但是兽巢中绝大多数 也只不过是一级二级的低尖魔兽 所以 兵剑的杀伤力 还是很足的 一大批的魔兽 在兵剑的射击中倒下 但是这些倒下的尸体 也为后面的魔兽铺平了路 更多的魔兽冲了过来 他们嗅到了同类的鲜血 早就已经疯狂了 雪莱此时正躲在楚辰湖泊之中 只是楚辰没有精力再去照顾他 由他自己施展了一个避水魔法藏在水下 雪莱 动手 楚辰冷静的声音响起 他现在的处理 已经冲进了湖泊中的妖兽 如果不马上处理 这些魔兽跑到对岸去了的话 那些荒族人就会全死光了 雪莱从湖泊中飞了出来 立在半空中 手中一张卷轴打开 数百道锋刃出现 将魔兽前进之势阻挠了下来 出现这么多的伤亡 有些魔兽眼中的疯狂已经退却 转而是闪现出一丝惧怕来 这些清醒过来的魔兽 想要退后 因为前方是必死之地 但是更多的魔兽 愈发疯狂地超前冲击着 楚辰快速地处理了湖中的几十只魔兽 这些魔兽到了湖中 其实更好杀死 只是如果数万只的规模 楚辰就算再怎么努力 也只能留下很小的一部分 魔兽冲击的步伐并没有停下 雪莱的卷轴 一个个不要钱一样扔了出去 远比他之前展示的还要多 只是魔兽的战线太长了 而阻拦的只有楚辰与雪莱两人 楚辰其实在看见兽巢规模的时候 就放弃了完全阻止这一波兽巢的想法 而是抱着能杀多少是多少的态度 只是首先要解决的 就是隐藏在兽巢中的超凡间魔兽 只有这些魔兽拥有不弱的智慧 最有可能占据和暴露楚辰 楚辰放开感知 想要找出隐藏的超凡魔兽 只是这些魔兽都太狡猾了 即使楚辰发现了几只隐藏起来的 却没有办法越过无数低间魔兽 直接将其击杀 只有让魔兽们乱起来 才能够让那些超凡魔兽出手 楚辰心中有了主意 雪莱使用灵魂风暴吧 雪莱应了一声 掏出卷轴撕碎开来 一股看不见的飓风呼啸而过 被飓风刮过的魔兽群的魔兽 都痛苦地嘶吼着 一大片魔兽顿时陷入了骚乱 鬼刺术该你出手了 楚辰一声令下 鬼刺术也发动了鬼刺和嗜血 鬼刺术的技能 虽然不是范围性的攻击 但是它只针对几个大型的魔兽 嗜魂的功能 让魔兽直接陷入疯狂 嗜血的功能 则让魔兽血流不止 一时间 十几头体型巨大的魔兽 开始攻击身边的魔兽 被攻击的魔兽也开始反击 魔兽群中的骚乱彻底被引爆 就像传染一样 迅速扩散到整个兽朝中 就不幸这种情况 那些超凡魔兽还能忍得住 楚辰看着前进速度 已经大大迟缓的魔兽 胸有成竹的 全力感知超凡魔兽的踪迹 终于 一只三头地狱犬 在咬死了身边几只疯狂了的低阶魔兽后 三个头颅同时朝天怒吼 身边一大片魔兽都被其震慑 逐渐清醒了过来 楚辰剑撞 当即出手 直接使用了技能水副术和水剑术 三头地狱犬 一时没有来得及反应 被缠绕住了四只 头颅也被打碎了一个 他剩下的两个头颅四处摆动 喷出乌黑的气体 楚辰的水绳 也在瞬间被腐蚀蒸发掉了 不过楚辰本来也没打算 就这样杀死他 几乎在水绳被解除的一瞬间 又是七八只水剑 到达了地狱犬面前 这只三头地狱犬虽然强悍 有着超凡四级的实力 绝抵不过 系统带来的顺发技能 在勉强躲过了一两只水剑之后 剩下的几只实在来不及躲 只能硬抗 两只投入一起喷射 黑色火焰状的东西 和楚辰的兵剑 抵挡了三四秒时间 架不住水剑数量太多 整个身体已经被打爆了 虽然杀死了一只超凡魔兽 楚辰却并没有放松 因为他感觉到 兽朝中远远不止一只超凡 他能够感知到的 至少还有五只超凡魔兽 这五只魔兽 已经在楚辰和地狱犬战斗的时候 聚到了一起 悄悄朝着雪莱靠近 因为楚辰是以湖泊之身战斗的 他们并没有发现楚辰所在 因此打算先把雪莱这个 每次掏出一个卷轴 就造成一大片伤亡的女人干掉 雪莱好像并没有发现 这几只图谋不轨的超凡魔兽 他几乎已经要被低阶魔兽近身了 以他的重伤之躯 刚刚的战斗 使用卷轴也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 如今被这么多魔兽近身 即使使用卷轴 也无法一次性全部消灭 楚辰不得不救他 毕竟后面还需要他的帮忙 好在他身在楚辰的湖泊中心 那些魔兽虽然都能够渡水 却都是陆生魔兽 水性不佳 雪莱还能够勉强与之周旋躲避 楚辰见情况危急 只得使用了前不久 才领悟的凝水为兵 直接将以雪莱为中心的半个湖泊 都在一瞬间被冻成了冰块 雪莱站在唯一的水中 紧张地拍了拍胸脯 不过这毕竟是好几百只魔兽 楚辰也无法将其全部冻住 只能是暂时延缓其动作 好让雪莱脱身 此时冰面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 有魔兽已经要打碎冰封冲出来了 不好 楚辰大惊道 他感知到 那几只本来就在悄悄摸进的超凡魔兽 在这一时刻 趁着湖面结冰 直接冲了出来 并且靠着在冰面上借力 速度极快 冰之囚龙 楚辰一连使用了三道冰之囚龙 幸好这是系统 赐语的技能 没有施法前摇 这才堪堪将冲过来的五只魔兽全部挡住 只是这冰之囚龙 在五只超凡魔兽的冲击下 已经摇摇欲坠 楚辰感觉到 最里面的一层已经被打碎了 看着 还惊魂未定的雪莱 楚辰大喊道 还不赶紧躲进水下 雪莱这才缓过神来 却并没有听从楚辰的建议 躲进水底 那样固然可以暂时逃命 但是超凡间魔兽 已经可以不受水的影响 即使在水底 也一样能够找到自己 到时候在水底自己 反而行动不便 很多卷轴也无法使用 人类 我要将你撕碎 还有那个躲在水里的狡猾的东西 我要将你喂给我的儿郎们当晚餐 粗犷的声音从囚龙中传了出来 这还是楚辰第一次听到 魔兽口吐人言 不过此时也不是好奇的时候 楚辰焦急地看着雪莱 同时再次加了几道冰之囚龙 只是里面的魔兽 显然在酝酿什么大招 传来了极强的能量波动 雪莱此时 手中拿上了一把大剑 这把剑几乎比雪莱还大 将她的身影都挡得严严实实 这该不会是个盾牌吧 楚辰一边凝聚兵剑 对付着已经解封 冲向了雪莱的低尖魔兽们 一边在心里吐槽到雪莱 拿出大剑之后 口中就开始念念有词吟诵 剑身放射出剧烈的白光 将黑夜都照亮地宛如白昼 如果把大剑换成法杖 看起来倒是颇像个光明圣殿的圣女 砰 的一声 从囚龙里传出来一阵轰响 楚辰布置的七八道兵之囚龙 都被一瞬间粉碎 从里面冲出了五道身影 快速地扑向了雪莱 楚辰正打算再出手替雪莱挡住 却看见雪莱停下了吟诵 一脸严肃地喊道 圣剑裁决 更大的一声巨响 连魔兽不断地吼叫声都停了 连楚辰都感觉到了一阵疼痛 没有肉体的他居然感觉到了疼痛 再次看向湖面时 哪里还有什么魔兽的踪迹 都只是一团碎肉 飘荡在湖面 这 这么残暴吗 楚辰有些目瞪口呆了 看了一眼气息微米不振的雪莱 楚辰感到有些可怕 这个女人居然拥有这么强力的输出 更可怕的是 这种攻击对于自己 也是可以造成伤害的 不过现在还不是震惊的时候 五个超凡街魔兽死亡 兽巢里的魔兽更加混乱 不再是像之前一样 有这样一个总的方向奔袭 而是四面八方 放眼望去 到处都是魔兽的身影 以雪莱目前的状况 也很难再次出手了 楚辰值得将其藏入湖底 自己则是开始了大肆的屠杀 只希望能尽可能地捕杀更多的魔兽 而鬼刺术和魔龙壁虎 也不用楚辰吩咐 早就开始默契地配合着 鬼刺术凭借着诡异的进攻方式 搭配上魔龙壁虎锋利的爪子 两个人在魔兽群中无往不利 简直如鱼得水 一阵阵兵剑射出去 就是一批批的魔兽倒下 但速度还是太慢 已经有了不少魔兽冲到了对岸 整个湖面上也都是魔兽 楚辰本想直接搅动湖水 或许还能淹死不少魔兽 但是考虑到雪莱还在湖底 自己如果那样做 就无法估计到雪莱了 虽然楚辰不是一个多么善良正义之人 但雪莱是他的合作者 他还做不出 转身就不顾对有死活的事情来 啊 楚辰大人救我 楚辰的听到了对岸荒族人的求救声 有不少魔兽发现了他们 向他们发动了进攻 他们不过区区二十几人 如何能是这些魔兽的对手 不断地有惨叫声和求救声传来 楚辰身为他们的神 是他们在死前最后的希望 楚辰大人 请您庇佑我荒族子民 我跟你们拼了 这是戈登的声音 楚辰记得他 一个腼腆的少年提醒宿主 您的信徒正在快速死亡 如果信徒全部死亡 将收回您的技能 赐福 我靠 给出去的技能居然还在收回的 这却是楚辰没有想到的 楚辰目前的信徒 就只有见过他的这几十个荒族人 再加上已经失去阴性很久的大祭司 也就是说 如果这些人死光了 大祭司在外面也出于意外死亡了 那么他的赐福技能就要被收回 系统给予的技能都是弥足珍贵的 楚辰是万万不想失去的 无奈之下 楚辰只能暂时先把对岸的荒族人 转移到湖底 还需要分心制造出一个保护罩 保证其能够在水下不被淹死 一众荒族人突然感觉到自己 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拽入了湖底 先是大惊 继而发现自己已经安全地待在湖底 这才反映过来 这是楚辰单位手段 对于楚辰的忠诚度也是大大提到 瞬间飙升到了九十多 只是这样一来 楚辰屠杀魔兽的速度就大大降低了 这对他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次之后 一定要琢磨一下 怎么在湖底建立一座水府 剩下的这些魔兽 虽然数量多 却也难以对楚辰造成什么影响 只不过是给楚辰送能量的而已 只是楚辰也不敢放松警惕 因为真正最值得小心的 还是背后的精灵族人 而这个人还没有现身 楚辰倒是不怕他来 反而就怕他不来 这里死去了这么多魔兽 精灵族来人一定会发觉 他如果前来查探还好 就怕他直接回去 禀报了精灵族中真正的大佬 那楚辰就极度危险了 看着远处似乎还源源不断地受潮 楚辰在思考 精灵族大约需要多久 才能够得到消息并赶过来 他必须在精灵族来人赶过来之前 结束这一切 否则在受潮的冲击下 湖泊里全是魔兽的话 他的实力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真没想到 贫瘠的无边荒漠中 还有这样的存在 一道黑色人影 突兀地出现在湖泊岸边 就连楚辰也完全没有感知到 他是何时出现的 楚辰心中一惊 却是强自镇定了下来 当初那个超凡八级的魔法师 都没能够发现他 这个神秘人 或许也无法发现他的存在 不出来 哼 等我把这个湖泊给你平了 不信你不出来 黑色人影身体中 传出强大的气息 身上笼罩的宽大的黑袍 也直接炸裂开 楚辰一看 却是一个女人 只是这个女人身材虽然较小 却浑身上下都是精肉 宛如兽人族的战士 再看他那诡异的绿色皮肤 和尖尖的耳朵 这居然是个精灵族 然而楚辰印象中的精灵族 都是灵活美丽的模样 这个女人却是一言难尽 我叫艾利西斯 受精灵王之命 前来为格兰迪报仇 原来是精灵王派来专门报仇的 却不知道 他是如何找到了这里 或许和当时杀死格兰迪之后的 那道飞出去的黄色光芒有关 在格兰迪的记忆中 完全没有这个女人的影子 却有一个在所有精灵族心中 都十分可怕的组织 被称作黑色森林 只服从于精灵王的命令 黑色森林在精灵族内部是不公开的 所有成员的面目 都不被外人知晓 那是一个既让人恐惧 又让人厌恶的存在 楚辰对于艾利西斯所说的 却是不大相信 想填平整个湖泊 就靠这个超凡八级的精灵族 然而很快 楚辰就震惊了 光着膀子的艾利西斯 取出身后背着的巨大斧头 斧头上一阵黄光涌动 就这么一斧头一斧头的 凿出了一个直通湖泊的深沟 湖水顺着沟渠倾斜而出 横流到荒漠之中 艾利西斯还没停 又换了一个方向继续凿着 这么下去 楚辰这点水迟早要被放光 楚辰想过他会用泥土来填平 想过他可能会用某种火系法术来烧干 万万没想到 他就这么暴力泄水 不能再等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 湖泊里的水 全流到了无垠荒漠里面 自己是无论如何也要消失的 现如今 那水就已经在哗哗地流着 楚辰都能感觉到 自己的力量在流失 冰之囚龙 一连三个冰之囚龙出现 将艾利西斯困在其中 紧接着 楚辰又凝聚出了万千冰箭 当艾利西斯刚刚破开囚龙那一刻 冰箭便已经朝着他冲了过去 挥舞着斧头冲出来的艾利西斯 还没来得及寻找楚辰在哪 就又一次被冰箭所覆盖 他面露不屑 手上的斧头飞快地旋转着 放射出黄色光芒 将所有的冰箭都挡在外面 同时 嘴上发出刺耳的笑声 这声音穿透力极强 楚辰倒还好 但是躲在水底的荒族人 都已经晕了过去 就连精神违靡 一直在抓紧时间恢复的雪来 也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楚辰见冰箭 完全无法对艾利西斯造成威胁 水中还留有不少魔兽 这些魔兽都自觉地躲着艾利西斯 并没有主动攻击他的 不过这也并不奇怪 精灵族既然能够操控兽巢 自然也有特殊的控制魔兽的方法 艾利西斯见楚辰没有继续进攻他了 他也知道 楚辰必然不会轻易出来 于是挥起斧头 又凿出了一条深沟 楚辰湖泊的水位 几乎肉眼可见地再下降了 不能再这样下去 必须尽快解决了他 楚辰决定拿出全部手段 尽快将艾利西斯这个疯女人解决 否则 一旦受潮背后的精灵族人也找到了这里 楚辰就凶多吉少了 但是想要放手一搏 就没办法再去照顾水下的这些人 楚辰略微思考了一下 当即决定 哪怕是暴露自己的秘密 也要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了 雪埃只感觉到 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将自己推向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四面都是黑暗 没有墙壁 自己的灵魂力 却如何也伸展不出去 这自然是楚辰的系统空间 楚辰把其他昏迷的荒族人 也一股脑丢了进去 就不再关注他们了 系统空间想要储存活人 每分每秒都在消耗大量的能量 今天这场大战 已经消耗了不少能量了 实在拖不起了 冰之囚龙 四座囚龙将爱丽西斯囚禁其中 哼 故技重施 看你还能躲多久 爱丽西斯躲都不躲 反正这所谓的囚龙 他无非是多花几斧子劈开罢了 而楚辰却根本没想过 靠冰之囚龙困住 不过是为他拖一点时间罢了 使用技能水副术 使用技能水剑术 使用技能冰之囚龙 使用技能水势 楚鸣 鬼刺 一瞬间 楚辰技能全出 爱丽西斯刚刚破开囚龙 就发觉自己脚被缠绕住了 当他奋力正开水绳的缠绕时 对面又飞来了数十只冰剑 当他破开冰剑 又再次被囚龙笼罩住 他已经连续破开了好几层的冰之囚龙 虽然对他来说不是难事 却也颇为耗费体力 再一次破开囚龙的爱丽西斯 已经满脸的怒容 身为黑色森林的成员 他是第一次在执行任务时 被任务对象如此折腾 然后还来不及发泄 他就被处成那铺天盖地的水势所震慑 这一刻 他终于领悟到 他所面对的 并非是一个躲在水底的 擅长水系魔法的生物 而是这个巨大的湖泊 趁着爱丽西斯被水势震慑了心神 鬼刺术也发动了 在之前的兽巢中 鬼刺术大肆杀戮 已经吸收了不少的血液和灵魂 处于即将突破的边缘 身体内充满了力量 一瞬间 就是十几根鬼刺 冲向了爱丽西斯 爱丽西斯对鬼刺术那小小的尖刺 根本不在乎 以他强悍的体魄 这些尖刺 都不一定能够扎进他的身体 然而楚城早已经料到这一切 一道幽光一闪而逝 爱丽西斯只感觉到背后一阵脚痛 原来是魔龙壁虎 早就在楚城的吩咐下 悄悄地藏在了不远处魔兽的尸体里 就在鬼刺术出手的一瞬间 他运用了天赋技能 瞬移到了爱丽西斯身后 用他那无间不摧的力爪 将爱丽西斯背后抓了个稀烂 在平时这样的伤口 自然也并无大碍 但是下一秒钟 鬼刺术的鬼刺 就全部命中在这些伤口处 开始疯狂地吸取血液和灵魂 爱丽西斯感觉到身体内的血液 在快速地流失 灵魂也传来被拉扯的痛苦 他胡乱扔掉了斧头 他已经陷入了疯狂 年功搭剑 朝着鬼刺术的本体射去 楚臣大惊 用冰枝球龙 将鬼刺术团团包裹着 并且控制湖水挡在前面 楚臣刚刚做完这一切 爱丽西斯的剑就射了出来 前面的湖水 就像一层纸一样被冻穿 后面的冰枝球龙 也是阴生而碎 轰 悲声 这一剑 还是射在了鬼刺术的树身上 楚臣听到鬼刺术的灵魂 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叫 连忙赶至他的状态 发现好在只是重伤 落在外面的树干寸寸断裂 十多米高的树身轰然倒下 楚臣看见爱丽西斯 再一次的弯弓搭剑 心里一跳 绝不能让他射出第二剑 系统 马上炼化湖泊内死去的魔兽 使用技能水势和水剑术 冰剑术 一边炼化湖泊内的魔兽尸体 一边楚臣各种技能 不见得地扔出去 干扰爱丽西斯 不让他射出这一剑 第一 炼化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十万能量点 立即升级 第一 升级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技能水龙天降 升级冰之球龙和水剑术 和水龙天降到LV7 一连串的有条不紊的命令 同时楚臣还要分心牵制爱丽西斯 这一剑是万万不能让他射出去 否则鬼刺术必死无疑 第一 能量点不足 十万能量点居然还不够 楚臣控制水流 将靠近湖泊的无数尸体 卷入湖泊 那就给我继续炼化 第一 炼化成功 恭喜宿主获得五万能量点 第一 升级成功 终于成功了 冰之球龙 一个散发着寒气的球龙从天而降 比起之前的球龙明显要坚固得多 果然 爱丽西斯被困在里面 一阵 喷喷喷的声音 却也无法在第一时间破开 使用技能水剑术 使用技能水龙天降 一条水龙从湖泊中跃起 发出震耳的龙音声 冲着爱丽西斯飞去 爱丽西斯堪堪使用了一支剑 将球龙破开 迎接他的 就是这么两道攻击 他的反应也不可谓不快了 马上弯弓搭剑 最后一支剑也射了出去 在将水剑消灭后 力量大减 他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 便被楚臣心得的技能水龙天降给吞噬 世界一片安静 原本奔腾的魔兽 早就在楚臣和爱丽西斯的战斗中 躲得远远的 只留下了一地的尸体 这一番大战下来 楚臣可谓是手段全出了 战后他只感到一阵疲惫 看着鬼刺术那残缺的身体 他还是强撑着 使用了一次春风话语 然后让鬼刺术自行吸收 灵水治愈自身 水中的尸体都已经被炼化完毕了 包括那五个超凡接魔兽 得到了一些特殊的材料 当时情况紧急 楚臣也没来得及查看 就一股脑的炼化了 系统空间 虽然仍旧在耗费着巨大的能量点 但是趁着他们尤其是雪来不在 楚臣打算 先把岸上的尸体 也全部都炼化了 免得当着雪来的面 有些事情反而不好做控制水流 将岸上的尸体全部吸卷入湖泊 魔龙壁虎在先前的大战中 吸取这些魔兽的脑水 都已经达到饱和了 倒是鬼刺术的身体 好像是个无底洞 尤其是对于灵魂的渴望 从未达到过饱和 仍旧先由楚臣加以炼化 再把纯净的灵魂 攻击鬼刺术吸收 第一 恭喜宿主 获得十二万能量点 尽管岸上的尸体 比起湖泊中的要多得多 但由于大多是低尖魔兽的缘故 得到的能量点 也并没有多很多 由七级升到八级 居然需要八万能量点 距离我升到九级 还缺四万能量点 楚臣没想到 这个升级需要的能量点 到了后面 居然成倍的增加 这要是到了灵魂阶段 还不得几十万几十万的增加 那时候再多魔兽 恐怕也不够 自己补杀的了 楚臣还是打算先不升级了 刚刚才升级获得了一个技能 现在在升级 恐怕系统 也不会给解锁什么技能了 这样一来 仅仅是体量的增加 对于实力的增幅 也不是太大 还不如等着凑够了能量点 再来个连升两级 是时候 把雪莱他们放出来了 楚臣心念一动 雪莱和仅剩的十来个荒族人 就被放了出来 楚臣直接将他们都带到了岸上 荒族人仍然还处于昏迷之中 爱丽西斯 那针对灵魂的音波攻击可不好受 再加上系统空间的微小波动 也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估计还要昏迷个三四天才能醒来 之前爱丽西斯战斗时 使用的斧子和弓 都被楚臣收进了系统空间 这两把武器 尤其是爱丽西斯后来拿出的弓箭 威力惊人 虽然楚臣用不上 但也可以赏赐给今后的追随者 雪莱在系统空间中的时候 灵魂之力被屏蔽了 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 猛地被放出了系统空间 脑袋也晕乎乎的 等他清醒过来 转了一圈 看了看四周 居然静悄悄的 只是从很远的地方 传来了魔兽的吼声 显然是兽巢已经过去了 为何全都消失了 雪莱正正地看着湖泊 内心有些复杂 还有之前的空间 他可以确定 一定是楚臣得到了 他的虚空之时候建造的 可是他怎么可能会这种手段 而且那个空间 居然还能够储存活物 这一切都太不寻常 简直匪夷所思 雪莱对这一切都很好奇 他想问 但是又不敢问 拥有这种手段 他肯定不是简简单单的 湖泊幽灵 他一定是某个老怪物 在这片什么大陆的布局 说不定直接就是 某个怪物的分身 雪莱感到一阵恐惧 他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他宁愿和那群南缠的火压较量 也不想留在这么一个老怪物身边 更可气的是 这个老怪物之前 还在他面前装无知 他居然蠢到相信了他 大人 请问您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雪莱把姿态放得很低 生怕惹恼了楚臣 楚臣默然听到高傲的雪莱 居然称呼他为 大人 转念一想 他就明白了 雪莱准是看到 自己最近展露的手段 太过于惊世骇俗 误会 他是某个大人物了 不过这样也好 这个女人手段颇多 自己不如就这样将计就计地利用一番 女娃娃之前多谢你的帮忙了 暂时没有需要你的地方 不过你也别急着走 待会儿还有好戏看呢 楚臣一句话 直接将雪莱要走的话 堵在了嗓子眼 让雪莱无论如何 也不敢说出要走的话来 艾丽西斯只是精灵王派来为格兰迪报仇的 而这场受潮的操控者 还没有出现 楚臣还得准备应付下一场战斗 把雪莱留在这里 自己就成了暗处的人 雪莱被推到了明面 到时候就做看雪莱和精灵族争斗 自己暗处出手 必能将其留下 楚臣也是想借着这个机会 把雪莱和自己绑上一条船 雪莱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说杀人灭口不至于 但也不能轻易放过他 你们先分开 在地上做好 我有东西要赐予你们 泰伦等人听了 赶紧拉开一定的距离 在地上盘腿做好 还以为是楚臣 又要再一次赐服给他们了 使用技能 觉醒 这一次 却和赐服完全不一样 不再是柔和的白光 而是一道血红色光芒 钻入他们的身体之后 从身体内部 像是燃烧起了火焰 一直烧遍全身 安心做好 只要忍耐住 就会有莫大的好处 楚臣的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 就像是最好的镇定剂 所有人尽管面露痛苦 但没有一个人起身 或者是大喊大叫 都在尽力忍耐着 这种痛苦 一直持续了一个时辰 所有人身上屁的兽屁大衣 都被汗湿了 宛如刚刚从湖泊中捞出来的一样 但是所有人都发现 自己的身体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身后出现了一对翅膀 但是和精灵族那小巧洁白的翅膀不同 这些人的翅膀 是和荒漠中的沙力一般的颜色 这是精灵血脉 我们居然变回了精灵族 可是怎么和精灵族又有些不一样 不一样更好 我们才不是什么精灵族 我们是荒族 是信仰楚神大人的荒族 一众荒族人又惊又喜地讨论着 只有泰伦很快地跪倒在湖泊边 朝着楚神叩拜 好了 适应一下现在的状态 然后泰伦你就出发吧 其他人暂时先留在这里 负责管理好那些魔兽 不要让他们打斗 是 楚神大人 一泰伦等人欣喜地离去 有的心性还不成熟的 就已经开始实验自己的新翅膀了 楚神看着离去的荒族人 有些莫名 不知道这些荒族人 当年究竟是为什么 被贬折到这片荒漠中 甚至还被剥夺了血脉 要知道 精灵族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翅膀的 凡是觉醒血脉拥有了翅膀的 都是王族后裔 在精灵族中也有着极高的地位 像当初的格兰迪就有着翅膀 但是爱里希斯则没有 而这些在精灵族眼中低贱的荒族人 却每一个人觉醒血脉之后 都能够生出翅膀来 虽然颜色和模样不尽相同 但也足以证明 其血脉之高贵了 关于魔兽血脉觉醒的事情 还需要等待泰伦回来之后 才能够大规模地进行 所以 楚臣暂时又清闲了下来 突然看到 在鬼刺术躯体上 跳来跳去的魔龙壁虎 如果对小壁虎使用一次觉醒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但楚臣猜测 魔龙壁虎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大概率 是很难进行二次觉醒了 鬼刺术在半个月前才刚刚醒来 果然也进阶到了繁街八级 好在这一次 终于是被楚臣给压了一头 自己也算有点主人的威严了 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借助楚臣的灵水 来快速生长自己的树干 而是转到了地下 大力发展自己的根系 想必也是想到了 地面上树身越高 目标越大 越容易被摧毁的道理 对于鬼刺术和魔龙壁虎的成长 楚臣从来不多加干涉 因为他对于魔兽和植物的修炼 本来就是一窍不通 再加上这两个都是变异物种 自己如果贸然加以干涉 说不定适得其反 还不如就让他们自己决定 楚臣只负责尽可能地提供一些帮助 另外在关键时候 给出一些自己的建议就好了 看着湖泊两岸 一片惺惺向荣之态 自己来到这方天地 也总算是一步步走上了正轨 在泰伦带回魔兽训练方法之后 下一步就是要大规模的秘密 进行魔兽的养殖和训练工作了 另外这么多魔兽的食物来源 也是一个问题 到时候 势必和其他隶属于精灵族的魔兽 会发生一些冲突 所以自己还需要尽量地脱身 将精灵族的视线 从自己身上转移 储存在无视的时候 就喜欢顺着微风荡起的水波 来去观察水中的鱿鱼 岸边的水草 和岸上的魔兽们 这是一个生物多姿多彩的世界 至少看起来是这样 然而这些处于底层的生物 又如何能料到 它们不过是神灵们 收割信仰的奴隶 一查又一查 被不同的神灵们争夺着 正当储存一边放空自己 一边思考问题的时候 他感知到今天又有不速之客到来 他倒是也不急不忙 能够被提前感知到的人 一般是无法发现他的存在的 来人一身红袍 手里拿着古怪的罗盘 看见这么一大片湖泊 倒是颇为惊讶 他四处张望 像是在找寻什么 然后顺着罗盘的指示 找上了正在同魔兽 一起嬉戏的荒族人 少年 你叫什么名字 红袍人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度 就算是素未谋命的生物 见了他 也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亲近感 我叫康尼 叔叔有什么事情吗 康尼骑在一头魔兽背上问道 红袍人温和地笑着问道 我想找你们家主人 能告诉我 他在哪里吗 康尼摇了摇头 这是泰伦曾经严格嘱咐过的 无论任何人打听楚臣的消息 都不许泄露丝毫 康尼虽然年纪比较小 但是也不是不懂事的孩子 心中同样对楚臣充满了敬畏 所以 和楚臣有关的事情 他都十分警惕 红袍人见眼前这不过十三四的孩子 不肯告诉他 摸了摸他的脑袋 又问另外一个人 结果连续问了三四个 都无人回答他 任何有关楚臣的问题 而红袍人的这番举动 也终于引起了所有荒族人的警觉 虽然他们潜意识里 就觉得这个红袍人是个好人 但是也开始有了防备 大家更是不愿意同他再讲一句话 红袍人脸色有些僵硬了 一直带着笑容的他 搓了搓手 对着最先问话的康尼 喃喃自语道 既然你们都不肯说 那就只能我自己来看了 说完从他身上爆发出强烈的白光 康尼沐浴在这样的光芒中 双眼逐渐迷离 一跃从魔兽背上跳了下来 朝着红袍人走去 其他人看出不对 赶紧出声想要阻止 却根本无法进入到光芒笼罩的范围 只能在外面干着急 魔兽们也在嘶吼着 楚尘听到了不少荒族人在内心的祈祷 其实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这下子他确定了 这个红袍人就是冲着他来的 本来他想暗中观察这个红袍人 打听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但是没想到他居然直接对康尼动手了 看起来是想用某种魔法 来搜索他的灵魂里的记忆 此时楚尘只能动手了 否则让红袍人知道了太多秘密 就更难对付了 一声乍响 响起在康尼脑海中 原本陷入迷茫的他 瞬间清醒了过来 看着眼前红袍人的笑 他突然感觉到一阵恶寒 赶紧向后跑去 红袍人被从康尼的灵魂世界赶了出来 看见康尼想要逃跑 一道光刃瞬间向其劈了过去 正当光刃将要将康尼劈为两半的时候 楚尘的水剑与其相撞 将其摧毁了 红袍人看向楚尘凝聚出的水人 嘴角的笑容更盛 你终于出现了 躲在背后的老鼠 楚尘并不在乎红袍人的挑衅 他只好奇 这个人是怎么找到自己的 你是什么人 找我何事 红袍人悠哉悠哉地走向楚尘 笑呵呵地回答道 告诉你也无妨 我是光明圣殿神之审判队的队员 我叫克里斯蒂 你擅自传播邪神信仰 今天 我以光明神的名义 对你进行审判 派你死罪 其他信徒我将对其进行强制性信仰转变 尽管克里斯蒂脸上是带着笑的 但那一副把自己当作是主宰的样子 和从他口中说出的话语 简直让人遍体生寒 不知道怎么个强制性信仰转变呢 自然是能改的就改 不能改的 就让他们在光明之下消失 克里斯蒂看了一眼手上的罗盘 饶有兴趣地继续说道 我倒是挺好奇 你或者你背后的神 是如何暂时性地屏蔽掉信仰之力的 我虽然靠着信仰罗盘找到了这里 却完全无法感受到一丝信仰的气息 莫非你们的神已经死掉了 楚城看着他手上的罗盘 那是一个和前世那个世界风水师 拿得很像的一个东西 却没想到 这个世界的这种东西 有如此神奇的功能 居然能够定位信仰之力的位置 因为我们这里本来就没有神 也没有所谓的信仰 你怕是找错了 不可能 这是审判长的命令 而且信仰罗盘是不会出错的 即使是错了 那也只能怪你们倒霉了 光明之下 绝对不允许任何黑暗的存在 你们这些黑暗的信仰 准备好接受光明的审判吧 克里斯蒂最后一个字说完 手上就出现了一个卷轴 他直接撕开 一道光明圣剑出现 楚城凝聚的水人 没有做出任何挣扎 就被圣剑杀死 看着地上的一滩水 克里斯蒂收起了脸上的笑容 从湖泊中突然冒出数千只冰箭 看得人头皮发麻 克里斯蒂看见这些冰箭 就立刻心到不好 他迅速拉开距离 想要逃跑 却没想到 被一股绝大的气势震慑住了 当这种气势消失时 他的四肢都被四道水绳闹闹缠住 他乃一贯云淡风轻 笑意盈盈的脸 终于布满了惊恐之色 他口中发出阵阵吟唱 正前方一道光圈逐渐形成 然后楚城哪里会给他慢慢吟唱的时间 数千道冰箭 瞬间朝着他射了过来 那层还未准备好的光圈 不过勉强支撑了一下 就立刻破开了 当一阵响声结束 克里斯蒂早就千疮百孔 身体都被打烂了 将克里斯蒂的身体吞噬了 不过超凡八级 系统奖励了一万能量点 对于楚城来说 也只是个开胃小菜了 灵魂和脑水 也一并交给了鬼次数和魔龙壁虎 通过吞噬之后的记忆 楚城了解到了许多光明圣殿的信息 尤其是关于这个神之审判队 这是光明圣殿中 专门成立的 用意解决异端信仰问题的机构 克里斯蒂只是其中的一员 他也弄明白了 克莱斯蒂为什么能找到他的所在 原来是因为光明圣殿制作出了 能够探测到天地之间信仰之力的罗盘 能够在一定范围内 感知到信仰之力的存在 在那些荒族人 对着自己跪拜赞颂时 产生的信仰之力 就被克里斯蒂的罗盘感受到了 好在楚城的系统 可以屏蔽掉信仰之力 所以 克里斯蒂只是得到了一个模糊的位置 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 才最终找到湖泊这里 不过这也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信仰之战即将到来的情况下 这片大陆的原主人 为了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优势 肯定会对这片大陆上其他的信仰 进行严密地监视 除了精灵族 这样的背后的神灵 也十分强大的 他们无法在明面上动手 如楚城这样毫无根基的神灵信仰 他们自然是要全力铲除 这次虽然克里斯蒂死了 但是保不准下一次产生信仰之力的时候 还会被光明圣殿的人发觉 暂时楚城也只能是尽量约束荒族人 不允许他们跪拜自己赞颂自己 这样能够尽可能地杜绝信仰之力的产生 只是这样 也不利于提高信徒的忠诚度 一定要尽快地成长 起码也要有精灵族的程度 才能够正面和光明圣殿抗衡 在楚城现有的条件下 只能猥琐发育 然后见招拆招 毕竟自己没有办法跑路 泰伦已经走了有一个星期了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泰伦对自己的忠诚度是百分之百 自己完全可以通过系统 直接看到他所看到的 只是这样一来 也要消耗能量点 现在泰伦这边的情况 对于楚城来说颇为重要 涉及到楚城下一步的战略部署 所以楚城还是消耗了一部分能量点 去看看泰伦那边怎么样了 楚城心神一荡 仿佛自己有了两个身体一般 一边能够感受到湖泊那边的情况 另一边也能够通过泰伦 看到他所见到的 和心里所想到的 荒族的大本营 位于一处隐蔽的山坳中 四面地势较高的地方 都建有廖望台 和暗处的哨所山谷中 搭建有一些简单的屋子 以供荒族人居住 然而当泰伦走进山谷 发现廖望台上空无一人 通过暗地约定的方式呼唤 也无人应答 泰伦就知道 一定是出事了 他赶紧狂奔进入山谷 却听见山谷中喊声一片 入目的四处都是血迹 许多房屋都倒塌在一边 路上还有 被撕咬得面目全非的荒族人 山谷中 还有不少荒族人 正四处躲避 而追逐他们的 正是几只狡猾的地狱犬 地狱犬这种魔兽 他们将荒族人当作是玩物 满山谷地追逐着 时不时地用其中一个头 咬掉某个奔跑中的荒族人的头颅 楚城感觉到了泰伦内心的怒火 不过这里一共有五只地狱犬 都是凡街七级和八级的 而泰伦经过一次血脉觉醒后 如今也堪堪凡街六级而已 这一战恐怕还是有些凶多吉少 泰伦并没有犹豫 但是也没有冲动 而是取下了背后的弓箭 那弓是楚城交给他的 箭则是用其他魔兽的骨头打造 他躲在一栋房屋背后 悄悄地瞄准了一个正露出猙獰的牙齿 朝着一个跌倒的荒族小孩子咬去的地狱犬 直到地狱犬的心味 倒要传到了那个小孩子鼻子里 泰伦才出手了 那一剑快如流星 地狱犬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穿过了一个头颅 他转过另一个头颅 寻找偷袭他的敌人的位置 刚刚转到一半的时候 另一只剑也肃然抵达 两只头颅被两剑洞穿 这只刚刚还在嚣张地追逐着荒族人的地狱犬 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了 其他地狱犬听到了动静 也都立刻看了过来 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伙伴死掉了之后 十分震惊 四处寻找泰伦的位置 泰伦早在射出第二箭 确定地狱犬已经死亡之后 就换了一个地方躲藏了起来 外面的地狱犬早已经没了追逐西西的心思 全部都在全力找寻泰伦的踪迹 当一只地狱犬经过泰伦躲藏的屋子时 地狱犬随手一击 将房子半边轰塌 沙石等物掉落在泰伦身上 几乎都要将它覆盖住 但是它万文丝不动 一直等到这只地狱犬走过了 泰伦收手中的剑才突然射出 这一剑直接穿过了地狱犬的两个头颅 地狱犬一时间还没有立刻死亡 而是冲着身后泰伦的位置冲了过来 虽然它只冲到了一半就倒地不起 但是剩下的三只地狱犬 却是发现了泰伦的位置 全部都朝着这个方向冲来 此时泰伦已经来不及再隐藏了 他从房屋中跳了出来 背后翅膀一扇 飞到了空中 利用空中优势 泰伦手中连发三剑 再次杀掉了一只地狱犬 却也因为来不及躲闪 被另外两只地狱犬的攻击 同时命中 掉了下来坠地的泰伦 已经完全没有了再出手之力 只能在心里呼喊着楚臣 楚臣其实早就等着他的呼唤了 此时见他终于撑不住了 才通过系统使用了百分百忠诚度信徒 才能享有的神智降临 泰伦感觉到灵魂一阵轻松 身体开始不受自己的控制 自己好像是一个旁观者 看着自己的身体站了起来 然后一挥手间 树到冰箭凭空出现 将两只地狱犬钉死在地上 这边尽快处理一下 剩下的荒族人全部带过来 楚臣简单吩咐了一下 然后将身体操控权还给了泰伦 荒族在这么一场灾祸中死伤大半 泰伦能不能找到魔兽序内的传承 还是个未知术 楚臣也不打算看下去了 他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将心神回到湖泊 他先是叫来留下的所有的荒族人 派他们去这片荒漠中各地勘察地形 绘制一幅地图出来 尤其是那些险要的和隐秘的地方 要尤其留意 楚臣既然要培养自己的势力 首要的就是避开精灵族的耳目 这片荒漠的环境 本来就不适合精灵族生存 加上面积又极其辽阔 所以 还有许多地方是精灵族也不曾知晓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精灵族才会策划兽朝来进行清理 而不是自己亲自动手 因为有些地方即使是他们也无从下手 比如沙漠深处的万魔窟 里面藏的都是不服从精灵族的一些魔兽 实力强劲 再比如靠南边的悬涡沙漠 地底生存着许多地下种族 精灵族也无法将其一一探测到 只是这些都在精灵族的意料之中 他们所要防备的 只是楚臣这样突然出现的存在 又过了三四日 泰伦终于归来 后面还跟着两百多名荒族人 带着简易的装备朝着湖泊跑来 脸上还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与哀愁 荒族虽然不是个大族 但原本也有几千余人 有一部分在这次寿朝中死去了 还有一部分被精灵族叫走 一直没有回来 再经过了几只地狱犬的屠杀 如今居然只剩下了这么两百多人 泰伦带着荒族人跪倒在湖泊岸边 正要一起赞颂楚臣 楚臣却赶紧出面阻止 好了 以后你们不可跪地赞颂 只需要在心中默念 我就能感受到 一说出口就会被天地感知到 而这片天地又是被光明神掌控 自己可不想这么快 又要面对光明圣殿神之审判队的人 泰伦带来的荒族人 见楚臣不许他们跪地赞颂 还以为是楚臣不肯接受他们 一时间有些惶恐不安 泰伦确实知道 带回荒族剩余族人 本来就是楚臣的意思 楚臣自然不会不接受他们 他回头严厉地看了一眼族人 如今的他已经是族中最强者 这一路上 也不少亲眼见他轻松射杀魔兽 而且觉醒血脉之后 在这些普通荒族人眼里 有一种天然的威严 现在他说的话 比起以前的大祭司还要管用 楚臣 您要的东西我带回来了 泰伦回头搀扶着一个老者 走上前来说道 楚臣的感知扫过老者 发现他的身体机能已经严重退化了 于是掉集一团灵水 为其滋养身体 老者感觉到 身体从来没有这样舒适过 连多年前捕猎留下的右腿的残疾 都好了不少 背也挺了起来 有力气了不少 他甩开泰伦搀扶的手 跪倒在地 却还记得楚臣的要求 只是在心中不断地赞颂楚臣 好了 说说吧 楚臣可没心思 听这些没营养的赞颂的话语 老者看了一眼泰伦 缓缓说道 回大人的话 我叫布拉德利 现在是族中专门负责 传授一些捕猎技巧的师父 大人您要的训练魔兽作战的方法 当年我父亲闲来无事的时候 教了我一些 还有一些从祖辈一直传下来的魔法卷轴 只是一直没有用过 不知道里面记载了些什么 轮回一些 总比什么都不会好得多 楚臣心想 楚臣看了一眼 老者拿出来的三五张卷轴 灵魂力一扫 便能够轻松读取其中的内容 这是专门用来储存信息的卷轴 也有读取次数的限制 这几张都是只剩最后一次了 想必过去的荒族 早就有人看过了 发现对于荒族没有多大作用 也就一直传了下来 也没人再去阅读 第一张卷轴 是讲述的精灵族的历史的 这倒是让楚臣 对于将来或许的敌人精灵族 有了一个了解 但这还不是楚臣目前最需要的 他又看向第二个卷轴 却是讲的一些神奇传闻 更无多大作用 一连打开的四个卷轴嘛 都没有找到楚臣想要的东西 直到最后一个卷轴 楚臣才发现了宝贝 第五个卷轴中记载的 正是当时荒族还在精灵族内时 是如何养育魔兽 和训练魔兽作战的 还记载了几种魔兽战争 威力极大 不错 这几张卷轴都很有用 关于如何训练魔兽的方法 我都传给你和泰伦 就由你们二人负责传授给其他人 我要求所有荒族人 都要学会如何训练魔兽 之后将会有更大的任务交给你们 楚臣将关于魔兽养育 与训练的方法 都传输给了布拉德利和泰伦 让他们赶紧着手 准备将其推广传授下去 将来魔兽的规模 至少也是上万只 这么几百个荒族人 还要负责培育 训练 作战等等工作 人手也就勉强够 泰伦等人回来的当天晚上 楚臣派去 勘察地形 绘制地图的人手 也陆陆续续回来了 以他们的实力 也无法走得太远 就在这湖泊周围万米的地界 他们一共发现了 四五处比较隐秘的地方 很适合用来当作大本营 只是有些地方 已经被强大的魔兽群占据 到时候 如果想要据为己有 还免不了一番争斗 第二天一早 这也是新的月份的第一天 楚臣将所有人召集起来 准备重启魔兽培育计划 先是根据布拉德利的建议 选择了进攻型的野豹 和防守型的犀牛 这两样是荒漠中比较常见的 很容易就能找到 而且野豹觉醒血脉后 有机会成长为炎豹 速度快攻击强 而野牛则可以进化为铁甲锡 防御力极强 也有不俗的进攻性 再搭配上红云追风马的族群 擅长长途奔跑 可以用来传递消息 和当作做棋 另外 木陵路的族群 有不错的群体治疗效果 可以作为后勤部队 就这样 确定了四个族群以后 一只剑制相对完整的魔兽大军 就可以开始准备了 以后有机会 楚臣还想培育个空中部队 只是楚臣这方圆万里 都很难找到大规模的鸟群 广阔的湖泊边 今天站立着黑压压的一片野兽 在几百只魔兽的震慑下 这些野兽都安安静静地 丝毫没有喧嚣声 楚臣在湖中兴风作浪 一团团富有灵力的水 将这些野兽牢牢包围 快速地增强着它们的体质 这种灵力的供养 持续了三天 等到所有野兽 都达到自己的巅峰状态之后 楚臣出手了 使用技能 觉醒 一道道红光 射入野兽的身体 它们的身体 开始发生神奇的变化 一只豹子的体型逐渐变大 身上本来黑色的毛发 也开始变成红色 在呼吸之间 口中隐隐有火焰喷涂 一只犀牛的全身 也开始发出污光 和身边的铜类在摩擦之间 发出了钢铁一般的声音 还有野马和野鹿 也都在觉醒着自己的血脉 包括之前没有觉醒过的荒族人 这一次也参与了血脉觉醒 楚臣见血脉觉醒 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 毫不犹豫地 第二次发动了技能 使用技能 刺服 一道道柔和的白光 照射在岸边所有生物身上 中族人成功长出了两对翅膀 这次觉醒一直持续了五个多时辰 所有的生物才完成觉醒 尽管有着楚臣的帮助 但这次参与觉醒的五千多只野兽 却没能全部觉醒成功 最终成功的不过三千多只 没过一会儿 泰伦在清点了所有参与觉醒的生物情况后 向楚臣做了汇报 禀告楚臣大人 这次一共五千只野兽参与觉醒 最终觉醒成功的有四千只 其中岩爆八百只 另外有两百只 意外觉醒了暗影暴血脉 铁甲犀牛一千二百只 红燕追风马一千只 莫灵鹿八百只 这个结果对于楚臣来说还算满意的 虽然岩爆少了些 不过暗影暴也算是意外收获 可以作为偷袭的骑兵 那你们荒族觉醒情况怎么样 荒族一共两百二十名参与觉醒 其中觉醒成功的有两百名 但是王族血脉只有四十人 这倒是出乎楚臣的意料了 他原本以为这些荒族人 全部都觉醒王族血脉 现在看来还不是这么回事 只有少数人才拥有王族血脉 精灵族血脉 你带着荒族人 将所有魔兽好好约束起来 等他们适应之后 就按照原定计划 前往那几处地点开始训练 楚臣在之前勘测到的几处适合的地点中 选了四处距离湖泊比较近的 先作为秘密训练基地 让这些荒族人先试着训练 有专门的训练方法 再加上这些魔兽 不过十凡皆一级 荒族人虽然人数比较少 但理应可以控制得住 何况有楚臣赐予血脉觉醒 和刺服的魔兽 对楚臣的忠诚度都极高 根本不会担心 他们会反叛 楚臣为了实战锻炼这些魔兽 还特地要求 每个月四个队伍 必须至少带回一千头 其他魔兽的尸体 否则就会取消那个队伍 每个月的刺服资格 在这样的讲成措施下 每个队伍才能卯足了劲儿的训练 虽然会累一些 但是每个月一次的 灵力之水沐浴和刺服 都足以抵消这些一个月的疲惫 楚臣在培养出这些魔兽 自己也一下子报复 系统中拥有了400万的能量点 楚臣赶紧现将自己升到了LV时 本想一鼓作气 直接进击到灵湖 却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原来进阶灵湖 并不是仅仅能量点充足就足够了 还需要楚臣自己 将湖泊中的水进行提炼 全部提炼为纯正的灵力之水 这样才能够升级为灵湖 坑爹啊 这么多的水 我得提炼到什么时候去 楚臣感受着自己原本引以为傲的水域面积 现在只想哭出来 但是他也很容易地就猜到了 系统这样要求的原因 提炼灵水的过程 也是他自己更加熟悉自己身体的过程 相信经过这样一次提炼之后 楚臣才能够真正地对自己做到了如指掌 也唯有如此 他才能够开始下一步 开辟直流 原本除了打怪升级 就没事干的楚臣 现在每天可有的忙了 尽管他从早到晚的都在提炼灵水 而湖泊水位的下降 却是微乎其微 这至少也得好几个月吧 楚臣一边干活一边感叹 几个月时间他还是等得起的 毕竟魔兽的训练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段时间里 他也将所有的技能升级到了满级 提炼灵水累了 就开始琢磨这些技能之间如何搭配 还真让他给研究出了几种连招 威力比起之前又有所增加 转眼间已经过去两个月了 这片世界也到了冬天 冬天的荒漠并不下雪 但是风很大 而且异常寒冷派出去训练的四只魔兽军 这两个月也都顺利地完成了楚臣交代的任务 魔兽虽然有所损耗 但兵贵金不贵多 一千金兵远比兽朝中的两千魔兽战斗力强 他们带回来的那些魔兽尸体 也都先由鬼刺术和魔龙壁虎享用了之后 才投入到湖中让楚臣吞噬 两个月八千具魔兽尸体 鬼刺术和魔龙壁虎的修为也蹭蹭蹭地往上涨 现在鬼刺术已经赶上了楚臣达到凡街十级 魔龙壁虎紧跟其后 是凡街九级 原本的四千魔兽 现在还剩下了三千多 在楚臣的无限灵力提供和赐福加成下 现在最低的四凡街二级 最高的都到了凡街五级 两百多荒族人 其中泰伦四凡街七级 其他人也都是四级到五级 这主要是因为 荒漠的环境不适合他们修炼元素 楚臣提供的灵力 对他们的帮助也不算大 反而是对于魔兽 简直是灵丹妙药 不过荒族又特殊地训练魔兽的办法 上面还有楚臣压制 这些魔兽都是言听计从 绝不敢违背命令 今天之后 所有魔兽汇聚到一起开始磨合 组成沉沙军 你们要在一个月之内练好一个战阵 下个月要看你们的成果 在完成这个月的赐福后 楚臣向所有荒族人和魔兽同时宣布道 沉沙军的建立 也意味着楚臣走出了建立自己势力的第一步 又是一个月的辛勤劳作 楚臣的湖泊已经肉眼可见地缩水了不少 在外人看来 还以为这是冬季枯水季的正常现象 当泰伦带着气势不凡的沙家军归来时 楚臣都有些被震撼住了 这可是三千多头魔兽 而不是三千个人 能够训练到这个程度 绝对是没话说 尤其是跟之前兽朝中的魔兽一对比 楚臣更是觉得 泰伦这些荒族人能力不凡 看来今后还要加大对他们的投资 把我作为敌人 掩饰你们的战争 给我看看吧 楚臣打算亲自来试一试 这个魔兽战争的威力 他凝聚出了数百道兵舰 这每一支兵舰 都有着反截五级的力量 朝着魔兽大军射了过去 在一连串的命令下 铁甲犀牛直接上前 挡在了队伍最前面 后面的木陵路 给予治疗术 生生硬抗了这一击 兵舰射击在铁甲犀牛 铁甲一样的皮上面 发出乒乒乓乓乓的声音 兵舰全都折断在铁甲之上 即使偶然有一些兵舰 射进了没有防护的地方 在木陵路的治疗下 也很快就恢复了 楚城还算是比较满意的 不过还要再加大一些压力 看看这个战阵的威力何在 他再次凝聚出数千的兵舰 同时还有无数水绳 从湖泊中出现 冲向了沉沙军 只见泰伦镇定自若的 指挥着铁甲犀牛 依然顶在最前面 后面的岩爆口中 也一同喷射出火焰 至于红燕追风马 则是在队伍中 飞快地奔跑着 帮助其他魔兽 抵御水绳的侵扰 这一轮攻击 依然被沉沙军 轻而易举地拦截了下来 这也就意味着 这只三千多魔兽的沉沙军 至少也能抵挡住 数千繁接五级的攻击 当然了 这只是简单的测试 真正的战场厮杀 比起这个更加情况多变 到底实际战斗力如何 还要看实战中的表现 楚城也早就给他们挑好了对手 在之前对湖泊周围 方圆万里的探测中 有一处十分险要的峡谷 被一个双头蛇族群占领 大约也有两千余条蛇 实力和沉沙军还比较接近 只是蛇王是凡接九级的魔兽 比较棘手 湖泊以西 有一个双头蛇盘踞的峡谷 泰伦你 带人去占据那个峡谷 以后那里 就作为你们的大本营 楚城将这个任务交代给了泰伦 泰伦马上就带着沉沙军 赶往双头蛇所在的峡谷 楚城怕有什么闪失 还是派魔龙壁虎 跟着一起过去 万一有什么意外 魔龙壁虎也可以出手帮忙 魔龙壁虎已经好久没有动过手了 这次好不容易得到了 楚城委派的任务 开心的直跳 如今他的个头总算是长大了不少 差不多有那么一点魔龙的样子了 只是这个性格 始终像是个四五岁的小孩子 和鬼刺术一比 简直差远了 如今的鬼刺术 不仅修为赶上了楚城 而且林志 也同正常成年人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最近一直在琢磨着 怎么将自己的鬼刺升级一些 所以很少出现 那边泰伦带着三千余魔兽 浩浩荡荡的第一次出征 当他距离峡谷还有一千米的时候 并没有急着继续前进 而是派了三只暗影豹 前去查看状况 这就体现出了荒族人的特殊了 他们能够同魔兽进行简单的沟通 所以可以让魔兽充当赤后的角色 过了一会儿 暗影豹带回了双头蛇 全部在峡谷中休息的消息 泰伦这才命令沉沙军全速前进 双头蛇是魔兽 虽然已经不再像普通蛇类那样 到了冬天就要冬眠 但冬天 他们往往也不愿意多动 这会儿正趴在峡谷的岩石上 享受着短暂存在的那一线暖阳 突然双头蛇王像是感受到了什么 立起蛇身 发出嘶嘶声 其他双头蛇听见了 也纷纷起来 朝着峡谷两边的阴暗处游荡去 当泰伦带着部队 进入到峡谷口的时候 大部分的双头蛇 都已经躲入了阴影中 只有少数双头蛇跟着蛇王 立着上身 死死地盯着 泰伦这群不速之客 泰伦也不多说什么 当即就命令发起进攻 沉沙军摆起蛇形的阵法 朝着峡谷里面冲去 一路上 两岸不断地有双头蛇 或是直接冲出来 或是喷吐剧毒的毒液 但都被铁甲犀牛拦截在外 毒液也被炎爆的火焰给烧毁 很快 队伍就冲到了双头蛇王的面前 蛇王愤怒的一探身 朝着泰伦冲了过来 泰伦却并不跟其硬碰 原本蛇形的队伍 瞬间变成了圆形 任由双头蛇王在外围 如何撕咬与喷吐毒液 都被许多头沉沙军魔兽 一起拦下了攻击 峡谷两边也不断地冲出来 双头蛇 都无法冲破沉沙军的圆形阵法 泰伦在队伍最中间 早已经弯弓搭建 他在等待一个 给予蛇王致命一击的机会 这个机会很快就等到了 蛇王一直被阻拦在外 终于开始愤怒 他张开了锯口 想要直接将一只铁甲犀牛吞下 可是铁甲犀牛体型太过巨大 虽然的确被其吞入腹中 却阻碍了蛇王行动的灵活性 泰伦一找准机会 手中弓箭连发 直接命中了蛇王的眼睛 这里是蛇王最脆弱的地方 眼睛被命中之中 蛇王痛苦地在峡谷中翻滚 就连不少双头蛇都被他误伤 泰伦又指挥着沉沙军战阵一遍 分成一个个的小队 开始主动出击 击杀双头蛇 而那只已经疯狂且看不见了的蛇王 则被泰伦轻松地一箭射穿了七寸 倒在了峡谷的一块大石头上 魔龙壁虎一路上跟着 本来见这只双头蛇很是凶猛 它都跃跃欲试了 却看见这只双头蛇 最终被泰伦玩弄于鼓掌 看向泰伦那不懈的眼神也变了 在半个时辰后 峡谷一片寂静 泰伦命令一部分 沉沙军留守峡谷 其他沉沙军将双头蛇的尸体带上 到了楚城的湖泊 将所有魔兽尸体投入到湖泊中之后 泰伦就带着队伍回到了峡谷中 作为新的营地 还需要进行一番部署 如今留在湖泊的 只剩下四五个荒族人和几匹红燕追风马 主要是用以传递楚城的命令 其他的魔兽和荒族人 全部都前往峡谷中 那里将是他们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的大本营 魔龙壁虎跟着泰伦一起回来了 却是闷闷不乐的 因为没能轮得到他出手 自从鬼次数这次晋级之后 就不再像以前一样陪着他嬉戏了 所以一时间 他反而找不到一个玩伴 楚城见他这样子 知道魔龙壁虎天性就是贪玩 也不能束缚得太狠 就允许他在湖泊方圆万米之内自由走动 这方圆万米 都是楚城的陈沙军练兵的地方 而且被荒族人探查过多次了 还算是比较安全 首次出征 楚城虽然没有去看 但陈沙军能够轻轻松松拿下双头蛇族群 足以说明其实力还是不错的 下一步就是继续扩大规模 并且培养精英了 在楚城的指导下 湖泊沿岸仿佛是一个魔兽生产流水线 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魔兽被送过来 然后被楚城觉醒血脉 再送到峡谷处 由泰伦来训练 禀告楚城大人 湖西三千米处 地狱犬族群盘踞的山谷已被我军占领 禀告楚城大人 湖东四千米处的沙狼族群 已经被我军全部歼灭 其盘踞的沙丘已经被我军占领 禀告楚城大人 湖北两千米处的脚溪族群 已经被我军歼灭 其占据的泥潭 由于不适合我军居住 所以并未占领 不断有骑着红烟追风马的荒族人 前来向楚城禀告各种消息 大都是泰伦带领的沉沙军的各种喜训 原本的那处峡谷也逐渐不够用了 楚城就让泰伦 又去占据了几处险要而隐蔽的位置 原本的峡谷 泰伦如今一身坚硬的铠甲 背上背着弓箭 手上拿着兽骨做的长矛 颇有些威风凛凛的样子 只是这样子 有些太原始社会的风味了 这也是没办法 荒族人手 长期生活在荒漠 和魔兽几乎没有太大区别了 而在楚城的记忆中 这片大陆的那些大的城市中 也是十分繁华的 还有最擅长打造兵器的矮人族 打造的战甲 比起泰伦身上 这个要霸气华丽的多 已经有这么多了吗 那就暂时放缓一些吧 只挑选那些比较奇特的野兽 抓来觉醒 其他普通的 先暂时不要了 楚城觉得 现在这个规模 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这方圆万里最大的容量 也就三万头了 再多了 不仅魔兽们 每天消耗的物资太过巨大 就是荒族也人手有些不够了 而且 楚城还得防备着精灵族一些 毕竟这片荒漠 还在他们的监视之下 之前那个卢卡斯 说不定还在荒漠外围坐镇着 楚城所在的这一片 也有卢卡斯随时可能过来 尽管楚城已经严令泰伦约束好这些魔兽 做好隐蔽工作 但是如果数量太多的话 还是难免会被觉察到 这段时间 你在从这三万魔兽中 训练一万精兵 单独组成一支军队 一定要确保隐蔽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你们的营地所在 楚城想了想 还是觉得有些不保险 最近沉沙军闹出的动静有些大了 保不齐就有什么超凡魔兽 发现了一些动静 万一被精灵族发现 另外的两万魔兽 可以随时抛弃 泰伦新选出的这一万精兵 则是自己的老本 是 楚神大人 我一定尽快为您训练出一万精兵 泰伦对于楚城的话 向来是言听计从 即使是这样 每个月月末 三万魔兽陆陆续续地赶来湖泊边 接受楚城赐福的情景 也是颇为壮观 最令人诧异的 还是那比起人类军队 也不遑多让的整肃的军技 在楚城每个月的赐福和灵水供养下 无论是荒族人还是魔兽 都在飞速地成长着 甚至泰伦都已经凡街八级了 魔兽中也有到达凡街七级的 不过由于这些魔兽 都是由普通野兽进化而来 所以潜力也比较有限 可能中其一生 也很难到达超凡街了 楚城还在马不停蹄地提炼着湖水 如今湖泊面积已经逼近缩小了一半了 很快就要全部提炼完成 到时候 楚城晋级到灵湖 想必更是一番天经地动 主人 我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 你快来看看 这是鬼刺书的生意 共生关系的他现在经常通过灵魂 直接与楚城交流事情 楚城倒是挺意外的 他鬼刺书现在天天都在努力往地底下扎根 他说只有根越深 他的根基才越稳 将来即使上面的树身被毁灭了 只要根还在 他就不会死 难道是地底下还有什么宝贝不成 顺着鬼刺书的根系 楚城的感知力一直往下延伸 大约在地底几十米深的地方 他看见了一只鬼刺书根系的最前端 就是这里吗 楚城有些疑惑 他并没有感觉到这里有什么意外 鬼刺书的根好似摇头一样摇了摇 不是这里 还在下面 我怕里面有什么意外 所以先退出来了 于是鬼刺书带着楚城继续深入 一直深入到地下几百米的地方 楚城这才感觉到了特殊之处 在鬼刺书前面的 是层层泥土还没打通 但是楚城能够明显地感知到 这层泥土层并不是很厚 而且还能听到对面传来的嘶吼声 难道这地底还藏着一个种族 楚城真是有些诧异了 毕竟就在自己湖泊下面几百米的地方 居然还生活着其他生物 而且自己居然还不知道 看样子的确是这样 而且估计里面空间还挺大的 我好几处的根系都碰到了这种情况 我也没敢捅破这层土 鬼刺书现在的形式 简直称得上是井小甚微了 完全和当初系统给的极其邪恶的评价搭不上边 这层土还真不好直接捅破 毕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 万一捅破之后 里面的生物直接大量涌入 说不定会对楚城的湖泊造成什么影响 或者是直接破坏了鬼刺书的根系 那可是要了他的命 楚城思考了一会儿 这还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他也不敢贸然出手 最终楚城还是决定 先让鬼刺书刺破一个小洞 楚城控制水流流进去探知一下情况再说 毕竟地底出现水流也是很正常的情况 即使地底有智慧生物存在 也不会怀疑到是地面有人在窥视他们 按照楚城的想法 鬼刺书小心地扎了很小的一个洞 然后立刻撤了出来 楚城则是控制湖中水流 顺着鬼刺书的根系流了下来 一直到进入小孔时 楚城更加谨慎 尽量控制着水流的流量 终于楚城的水流穿过了小孔 进入到一片全新的世界 真是太神奇了 这样的地方居然离我这样 近我却没有发现 一旁的鬼刺书 听见楚城这样感叹 十分好奇 可是又不能贸然跟着一起进去看看 心里只痒痒 当楚城控制着水流流出鬼刺书渣的小洞时 暴露在他的感知中的 是一片地底的世界 这个世界很大 远远超出了楚城目前的感知 至少也有几千米 地底也有一条暗河 弯弯曲曲地朝着远方流去 在暗河两岸 是凌寻的岩石 还有一些石中乳 暗河中不时地见起水声 显然是有动物入水 不一会儿就传来嘶咬声 看来暗河中也生活着不少生物 在地下世界的顶部 倒悬着许多的蝙蝠 密密麻麻的 红色的眼睛 看得人头皮发麻 楚城控制的这一股水流症 顺着岩石往下流着 一直流到了暗河里 瞬间就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 感知就丢失了 楚城不幸邪地 加大了水流的注入 经过几次尝试后 才终于在暗河中 保持住了自己的感知 暗河很深 水流也很急 顺着水流 他能够感觉到 水底的生物 似乎比岸上的还要丰富 而且这里的生物大都安静 但是捕食的时候 则是一场凶猛 常常连自己的同类都自相残杀 楚城特意往下探索 发下越是往下 他在暗河中的感知力 下降的就越快 而且他 甚至还感受到了 超凡街魔兽的气息 最终楚城还是将感知力收了回来 控制水流不再注入暗河 而是流向了暗上 沿着崎岖的暗边一直向前 流了大概有几个小时 才听到了人类说话的声音 难道地底 还有人类能够生存 楚城赶紧暗自流了过去 发现这并不是人类 而是七八个长相 颇为奇特的种族 这七八个生物 只有一只眼睛 头上还有一只犄角 下半身倒是和人类差不多 只是皮肤都是岩石一样的颜色 独眼生物都骑在一只岩石怪物背上 正在和水中的一只怪鱼对峙 独眼生物手中 拉着一根跟钓鱼线一样的东西 牢牢地拴在怪鱼身上 但是怪鱼力气大的惊人 七八个独眼生物 也无法将其拉上岸 而且 怪鱼口中还发出了奇怪的叫声 很是刺耳 独眼生物听见之后 手中更是加倍用力 一副很急促的样子 突然 一个独眼生物坐着的岩石怪跌倒 水中 怪鱼猛地一用力 跌倒的独眼生物 直接被怪鱼朝着水中拉去 还好旁边的独眼生物 眼疾手快 一把拉住了他的腿 勘勘让他的身体在岸边停住 史丹尼 坚持住 拉住他腿的独眼怪人喊道 然而本来怪鱼和独眼怪人 是势均力敌的场面 如今少了一个人 怪鱼直接占据了上风 眼看着七人再不放手 可能所有人都要被拉入水中 可是这七人谁也不肯放手 卖鸡 不如我们放弃吧 其中一个独眼怪人开口了 放弃 如果放弃了这次的机会 我们回去怎么向全族交代 你难道看着全族活活饿死吗 再这么僵持下去 不出五分钟 这七个人就要葬身于父 楚城赶支了一下 发现这些人居然都只是凡戒一级 领头的也只有凡戒二级 倒是他们身下的岩石怪 个个都是凡戒二级 至于水中的怪鱼 那可是凡戒五级的魔兽 这些人居然敢打他的主意 这些人智慧不低 只是实力低了些 但是居然能够驾驭比自己等级还高的岩石怪 看来有些本事 说不定可以为我所用 楚城加大了水流的注入力度 毕竟他的本事都在水里 就在这几个人都要被拉进水中 千军一发之际 楚城只用了水剑术 一只水剑突然刺进了怪鱼的身体里 怪鱼顿时毙命 水中传来的巨大拉力也消失了 岸上的几个独眼怪人 则显之又显地捡回来了一条命 其他人都是劫后余生地拍了拍胸脯 只有麦吉依然保持着镇定 命令几人迅速将怪鱼拉上了岸 然后严肃地环顾自首 其他人见麦吉这副样子 也想明白了 刚才怪鱼突然死亡的蹊跷 能够一击必杀这只怪鱼的 肯定是更加厉害的生物 说不定几人还是难逃一死 楚城看着他们这样子 不由得地有些感叹 这些弱小种族的悲哀 生命都无法自己主宰 只能怪每天都提心吊胆地 在生死之间闯荡 不用找了 是我救了你们 可怜的家伙们 楚城的声音 响起在所有独眼怪人的脑海里 更是让他们惊骇莫名的四处张望着 麦吉听了这声音 赶紧翻身从岩石怪身上跳了下来 跪倒在地 其他人见了 虽然不明白是什么情况 但也赶紧学着一样的跪在地上 不知道是哪位大人帮助我们 拟救了我们土灵族全族 请允许我代表土灵族 向您表示最真诚的感激 麦吉十分诚恳地跪在地上说道 其实他心里还是颇为忐忑的 不知道这位帮助他们的大人 到底是出于好意 还是别有所图 土灵族 你们生活在这里有多久了 还有多少族人 回禀大人 根据族中记载 我们生活在这里已经近千年了 族中还有一万多人 麦吉不敢在这样强大的生物面前隐藏 只能如实禀报 带我去你们足地吧 放心 我没有恶意 说不定还能帮帮你们 路上顺便给我讲讲 这个地下世界的情况 大人 您不是地下世界的吗 麦吉有些震惊了 楚城倒是也一乐 难道你们从来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来人吗 麦吉听楚城这么一说 更是确定了 楚城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他语气激动地说 从来没有 大人 自从出生起 族中长辈就告诉我们 外面还有一个有阳光 有树木 有风雨的世界 但是我们永远也出不去 外面也没有人能够进来 因为我们的神死去了 这里所有生物的神都死去了 我们都是被遗弃的种族 麦吉越说到最后 语气越低沉 其他所有人也都低下了头颅 他们都听说过这个故事 对外面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向往 却明白 那只能存在于幻想中 甚至因为从来没有见到过 连幻想也是奢望 一路上跟随着麦吉等人前行 楚臣也控制着水流跟在后面 以保证自己随时能够有水源的供给 以免发生意外 从麦吉和其他人的补充中 楚臣了解到了 这个地灵族的基本情况 和附近的一些势力分布 地灵族差不多是在一千年前 他们信仰地灵神死去后 他们就被贬折到了这个世界 从此再也无法出去 不仅如此 他们也无法修炼 只有一些天赋比较好的 从长大成人 就自动拥有了繁街的实力 不过好在 他们祖先经过几百年的努力 找到了附近智利地下的炎怪族 两个弱小的族群 就开始了这种奇异的共生关系 互相依靠着 在这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共同生活 由于地下世界没有阳光 所以很多植物都无法生存 反而是有很多植物 都是有着剧毒的 因此 地下世界的绝大多数种族 都是以肉食为主 这也就导致各个种族之间经常发生战斗 种族之间的仇恨异常尖锐 除了智慧种族之外 还有许多魔兽 这些魔兽 由于能够快速适应地底这种环境 所以往往实力更加强大 大多数智慧种族 都不得不归缩在很小的范围内 小心翼翼地捕食 每天都有出去捕猎的人被杀死 说着说着 麦基一行人 就到达了足地所在 那是在一处岩洞下方很小的缝隙里 麦基等人想要进入 都得弯着腰才行 而那些岩石怪 则是根本进不去 他们住在上面的岩洞里 通过岩石缝隙 是一片颇为宽敞的凹陷进入的深谷 但是将近一万的族人生活在这里 还是显得很逼色 不过楚臣也能理解 外面的岩石缝隙 能够阻挡绝大部分体型庞大的生物 只有这样 地灵族人才能够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环境 族长 我们回来了 这次我们带回来的巨齿鱼 还有一位大人说 想来看看 麦基在人群的簇拥中 走到了一位中年男子面前 指挥着众人 将巨齿鱼放在地上 然后上前说道 中年男子看了一眼地上的鱼 显得有些惊讶 又看见了鱼身上 那显然不可能是麦基等人造成的伤口 赶紧问道 大人 在哪 还不赶紧请过来 楚臣不等麦基介绍 他的声音 直接就在这位族长的脑海中响起 族长大人 请原谅我的冒昧 我只是对这里比较好奇而已 族长听见脑海中响起的声音 心中一惊 看了一眼麦基 麦基也看着族长 显然他知道 族长肯定是听见了楚臣的声音 但是他也无法解释 这种神奇的现象 他只能指了指身后 一直跟着他的流水 示意 这可能就是楚臣 族长看见那涓涓细流 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他从未听说过 有身体是一股吸水的种族 你不必好奇 这股水流 只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我的本体可比这大得多 族长虽然还是有些不明就里 但是也不敢再多询问 而是恭恭敬敬地点了点头 我来你组里 不过是路上碰巧遇到了麦基他们 你可以叫我楚臣 下面你来给我介绍一下 这片地底世界的由来吧 族长一听楚臣的称号中 居然带有一个神字 已经是有些怀疑 这位大人莫非是神灵 又听见他询问这片世界的由来 更加确信 这位大人 或许真的是外界的某位神灵 也只有神灵 才能够从外面世界 进入到地底世界 禀告楚臣大人 这个世界是何时产生的 没有人知道 但是我族来此 已经近千年时光了 但我族还不是这个 世界最早的种族 据说还有的种族 已经来此近万年了 有一个传说 一直在我们这些智慧种族之间流传 传说我们都是战犯 我们的神灵在战争中 战死了 所以我们就被发配到了这里 永远无法出去 也无法修炼 就让我们在自然中消亡 作为我们发动战争的惩罚 楚臣心中大事惊异 这个地底世界 居然是一个囚牢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战争 连神灵都会战死 又是什么人有这样强的能量 能够把这么多种族 都放住到这个地底世界 地灵族族长说 这片世界的人都出不去 别人也进不来 那自己为什么可以畅通无阻呢 再次将感知撤出地底世界 有着一条涓涓系流作为中介 楚臣的确能够随时控制自己的进出 楚臣在确定入口处 没有什么特殊的存在之后 让一直等一旁 显得有些无聊的鬼刺术 也试一试 鬼刺术小心翼翼地将一条根 放进他自己扎出的防空洞 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 当他的根系 刚刚彻底进入到地底世界的时候 鬼刺术就感觉到 一种莫名的力量 在沿着根系快速地侵蚀他的根 鬼刺术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最后只能惊恐地放弃那一截 将其直接断掉 鬼刺术感觉不到一点疼痛 这让他惊骇莫名 怎么回事 主人 我的根系一进入地底世界 就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侵蚀我 我只能将我的根断掉了 还有这种事情 楚臣自己确实没有遇到任何异常 这真是奇怪 楚臣也只能将其归结为自己的系统了 不过这也说明了 地灵族族长所说的是真的 外面的生物无法进入其中 里面的也无法出去 但是我是个例外 我可以自由地进出 如果我在地底也打造一条暗河 那会不会暗河里面的生物 也能够自由地进出了 我觉得主人的想法很有道理 不过现在还不能操之过急 还是先慢慢发展 搞清楚这个地底世界的状况再说 楚臣点了点头 鬼刺术说的也对 毕竟这个地底世界情况复杂 万一他真的打通了 从这里自由进出的路子 自己肯定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 必须在保证自己 能够得到最大利益的情况下 才能够着手打通这个通道 那一边 地灵族族长还在讲述着 他所知道的这个地底世界的由来 以及他们地灵族这千年来的发展 和他们所掌握的附近一片地界的情况 楚臣心中也算是有了个底 至少这附近的生物都不算是很强 唯一不能确定的就是那条暗河 没有人知道里面有多么强大的生物 地灵族长十分殷勤地将楚臣 请到了他们祭祀神灵的地方 尽管他们的神早就已经死了 但这里仍然是全族最为神圣的地方 只有地灵族的高层才有资格入内 如今却毕恭毕敬地请一弯流水进入其中 这场面真是有些滑稽 楚臣感知一下四周 地灵族神灵的雕像就是一个独眼巨人 体型巨大 手持巨斧 独眼中放射出黄色光芒来 只是如今这雕像看着全无生气 显然是因为神灵已经失去的原因 冒昧地请问楚神大人 您是从外面来到这个世界的吗 地灵族长显得有些拘谨 毕竟眼前这个生物 是能够轻易决定这一万多族人生死的人 没错 我的确是从外界而来 不过我已经试过了 除了我之外 的确是没有其他生物能够进出 地灵族长听了这话 却并没有露出失望的神情 显然千年以来 他早就对离开这个世界不抱什么希望了 那么说 楚神大人 您真的是神灵 楚臣看着地灵族长袭击的神情 他明白 这个族长是在想什么 无非是救神一死 在这片无神的地界 倘若他们能够找到新神 并且 这个新神还能够自由地进出这片世界 那么他们在这片世界 就有了立足的根本 甚至逐渐变得强大 直至称霸一方 也不是不可能 然而 这也恰恰是楚臣所想的 他也正好要利用地灵族 来为自己 在这个复杂神秘的地底世界探探路 他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地底世界 外面的那些光明圣殿 或者是精灵族 会完全不知情 他们必然也有 某种方法可以监视 或者也可以进入其中 没错 我可以说是神灵 从某种意义上讲 拥有系统的楚臣 还真和神灵 差不多地灵族长 听到楚臣的肯定的答复 脸上顿时露出惊喜的神色 赶紧拉拉拉旁边 还为楚臣是神灵的消息 而震惊的族人 跪在了地上 冲着楚臣带来的溪水磕着头 楚臣虽然不知道 在这地底世界产生的信仰之力 会不会被光明圣殿察觉 但他不想冒这个险 所以他立即阻止了地灵族长 等等 先别忙着赞颂 你心中所想我都很明白 要我避佑你们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们必须要遵守我的要求 地灵族长赶紧答话说 只要能多让我们地灵族延续下去 楚臣大人 让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楚臣对这个态度 还是比较满意的 虽然他玩了个小心机 将地灵族的延续作为前提 但是这样的人 正说明起本性是不坏的 第一点要求 你们只能在心中赞颂我 不得以任何仪式祭祀 也不得利雕像 是 我等记住了 第二点要求 我会提高你们的实力 但是你们要为我征战这片地底世界 是 我等记住了 第三点要求 对我的存在要严格保密 不允许告诉任何外族人 否则我会立刻放弃你们 是 我等全部记住了 一定完全遵照楚臣大人的要求 在这三点要求之下 基本能够保证 自己是一直隐藏在暗处不被发现 那么今日 你先将这三点要求告知族人 明日召集所有族人集合 楚臣吩咐下去之后 就暂时先将感知退出了地底世界 回到地面的楚臣 嘱咐鬼刺树先 暂时停止他的扎根深处的行动 毕竟地底世界的面积有多大 入口有多少 谁也不知道 至少鬼刺树已经发现了一次的三四处地方 但是楚臣料想 并不是所有地方往下挖 都能挖到地底世界的入口 如果真是这样 地底世界早就不是秘密了 楚臣也不至于从以前吞噬的记忆中 都毫无印象 或许自己湖泊所在 本来就是地底世界的一个入口 或者说自己的降临 使得地面世界与地底世界的规则被干扰 所以出现了这么个漏洞 导致自己的湖泊下方 会出现这么多入口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在楚臣没有搞清楚之前 都不能贸然行动 尤其是鬼刺树 之前已经吃了一次亏了 虽然损失不大 但是那种诡异的感觉 还是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不能往深处 鬼刺树只能继续往远处扎根了 他虽然身体长在湖水中 但是根系并没有继续沿着湖泊的方向去延伸 而是深向了陆地 楚臣继续凝练了一天一夜的灵水 第二天 他加大了向地底世界注入水流的力度 在地灵族的足地内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所有地灵族人已经围绕着这个小湖泊 密密麻麻地站着 前一天 麦基等人带回来的巨齿鱼也被拉了上来 这是他们目前最好的食物了 准备今天献给楚臣享用 我楚臣 从今天起 就是你们的心神 我的要求 你们组长都同你们讲过了 既然你们奉我为神 我也会给你们带来 你们所渴望的东西 食物 地盘 力量 我都会给你们 楚臣的声音 响彻在在场的每一个地灵族人灵魂深处 有楚臣的要求约束 所有人都没有跪下来 而是默默在心中赞颂楚臣的伟大 今天 我就赐福给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获得力量 使用技能 赐福 一道道白光谱照着地灵族人 他们沐浴在这样温和的光芒之下 忘记了饥饿 忘记了痛苦 忘记了自己 身处于无尽黑暗的地底世界 一股力量从心底萌发 然后快速向全身扩散 每个地灵族人都身体上 都发出了黄色的光芒 那是地灵族独有的土质防御 也是他们进入繁街一级的标志 这这个无法修炼的地底世界 只有天赋异禀的地灵族人 才能自然而然地 在成年后进入繁街 而且往往也是终生难以再进一步 而在楚臣的赐福下 他们终于全部获得了力量 尽管这种力量很弱小 甚至还没有 楚臣在地面培育的魔兽强大 但这只是一个开始 力量就是生存的权利 赞颂伟大的楚臣 用我的生命为楚臣作顿 每一个地灵族人都在心底如是说 楚臣在心中 听着地灵族的赞颂和誓言 心中也涌升起一种别样的感受 如果不是系统 目前不允许他吸收信仰之力 楚臣相信 仅仅是这一万地灵族的忠诚信仰 也足以让他的实力增加两倍 这些地灵族 在水深火热之中 生活了太久了 如今楚臣以救世主的身份 出现 还赐予了他们强大的力量 如今每一个人对楚臣的忠诚度 都达到了80%以上 楚臣在神殿中国召见了组长 同时还叫来了那天 带楚臣来到地灵族的麦基七人 楚臣通过那天捕鱼时候 这七个人的表现 虽然实力不是很强 但是很会团结协作 算是可造之才 今天召集你们 是要交给你们一项任务 如今地灵族每个人最低都是繁街一级 足以征服附近这片区域了 那么由麦基为主 另外六人辅助 你们迅速组织一支军队 沿着我身体的方向 征服这附近的所有种族 楚臣不想耽搁时间 在第一时间就决定展开征法 禀告楚臣大人 以我地灵族目前的实力 这附近的确是没有敌手 只是那暗河中 却是摸不透深浅 我们恐怕还很难进入其中 组长迟疑地说道 脸上闪现出一丝担心 害怕楚臣第一个交代的任务 自己的族人就无法完成 暗河你们先不用管 严密监视即可 先将岸边的其他种族清理掉 愿意臣服地救留 其他的全部灭掉 一个月后 我要看到成果 是 一定不会辜负楚臣大人的期望 麦基等人气声说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听到楚臣的声音 估摸着楚臣已经走了之后 族长和麦基几人 又接着商议了大半天的时间 才确定好具体的征法计划 先是在族群中 将所有的成年男子都召集起来 年龄大一些的 负责看守族地 其他青壮年 大约三千多人 组成一支军队 由麦基担任将军 其他六人辅佐 在族地秘密训练 七日后才 浩浩荡荡地从族地离开 麦基的大军第一战奔赴的 却并不是某个敌对势力 而是和地灵族 一直友好相处的颜怪族 同颜怪族族长一番交涉后 颜怪族族长同意了 给每个地灵族战士 配备一名颜怪族族人 作为伙伴的要求 其实 本来颜怪族和地灵族 就是共生关系 颜怪族每年都会派一些族人 前往地灵族 同他们成为伙伴 如今看见地灵族如此强大的兵力 即使颜怪族智力在如何低下 也知道要全力配合他们 有了与颜怪族的权力支持 麦基的大军数量达到了六千之数 麦基为了培养战士之间的默契 以及地灵族战士 与颜怪族战士之间的配合 决定先挑一个软柿子捏 这个被他选中的种族 就是鼠人族 他们有着人类的四肢 和老鼠的脑袋 最是牙子必报 鼠人族数量众多 但是实力普遍都不强 最适合用来练兵 当麦基带着六千大军 抵达鼠人族的领地时 鼠人早就已经严阵以待了 为首的鼠人显然是认识麦基 大声问道 麦基 你带着地灵族的人 来给我们送食物来的吗 他身后的鼠人族战士听了 都拍着肚皮 发出唧唧的笑声 麦基却根本不理会他的挑衅 身后的每一个地灵族战士 看着鼠人族 唯一的毒眼 都放射出了愤怒的目光 过去鼠人族因为人多 常常在有地灵族战士 外出捕猎落单的时候 偷袭他们 将其作为食物 如今终于到了地灵族报仇的时候了 全军听令 冲杀 一个不留 麦基一马当先地冲了出去 如今已经是凡街三级的麦基 可以说是这一片区域 当之无愧的强者 仅仅一个照面间 鼠人族的将军 就被斩下了头颅 身后的鼠人战士 惊慌失措地向后逃窜 地灵族战士 骑着炎怪在后面追击 当鼠人族退无可退之际 也暴露出了狠劲 反身同地灵族拼杀起来 然而地灵族如今是人人繁街 还有炎怪作为帮手 根本就不怕鼠人族 反而是鼠人族 由于身材矮小 连碰到地灵族都费劲 更别说是反杀了 一场大战 几乎是一面倒的局面 地灵族以压倒性的局势 瓦解了鼠人族的防御 一直攻入了鼠人族的老巢 将其中的残余族人 也全部杀死 鼠人族留下的宝物 和囤积的宝贵的食物 全部都带回了地灵族地这一战 地灵族仅仅损失了一百多人 却斩杀了鼠人族近万人 还有许多都跳入暗河逃跑了 地灵族也不敢追击 只能放任其自生自灭 反正以地灵族目前的实力 剩下的鼠人族 也绝对无法翻起什么大浪来 在短暂休整了三天之后 麦基带着地灵族再次出征 这一次是稍微远一些的铁皮怪族群 这个族群是魔兽种族 没有人类那么高的智慧 但是实力更为强劲 一身铁皮也不好对付 不过地灵族如果拿下这一战 却可以将铁皮怪身上的铁皮 拿来制作成战甲 对后面的征伐战争更加有利 这一战打得很是辛苦 虽然伤亡依然只是两百来人的规模 但是地灵族战士都很是疲惫 因为铁皮怪的防御力太强悍了 地灵族几乎是硬生生把对方耗死了 才能攻破其防御 不过这一战后 族长动员全族人 将铁皮怪的铁皮包下来 制作成战甲 地灵族战士穿上了战甲之后 战斗力更加强悍了 在距离一个月之期 还有三天的时候 麦基终于脱着疲惫的身子 带着剩下的五千地灵族战士 和炎怪族回到了族地 这一场征伐 从地灵族族地 一直打到楚城破开地下世界入口的位置 一路上遇见了八个种族 其中只有投食者和按摩族愿意臣服 其他种族因为反抗激烈 全部被麦基带领 所向无敌的地灵族军队给歼灭了 不过这一路上 地灵族战士也战死了不少 出征时的三千人 如今只剩下了两千不到 但是他们并不后悔 也不怨恨楚城的命令 因为这一个月以来 他们拥有了充足的食物 还有了广阔的地盘 今后的子孙后代 终于有了一个更加安全稳定的环境 而这一切都是楚城带来的 是楚城给了他们新生 地底世界的形势一片大好 楚城也逐渐在地底世界 形成了一条小小的溪流 只不过这条河溪流还很小 和那条暗河比起来 还不可同日而语 就在楚城沉浸在 悄悄渗入地底世界的小溪 去感知这个地底世界的神秘的时候 在靠近精灵森林的外围 正在上演着一场大逃杀 一个女子在前方乘坐在一条飞毯之上 后面是数个精灵族强者 在紧追不舍 这个女子居然是已经离开楚城很久的雪来 也不知道怎么的 明明是往西方走的她 居然出现在东面的精灵森林 而且 显然还惹怒了这帮精灵 居然敢偷我们精灵族的圣物 等我捉住你 一定要将你当成剑吧 一个精灵族的男子 恶狠狠地怒吼着 身为圣物的守护者 圣物丢失 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如果不能追回圣物 他将受到族中严厉的惩罚 他也没有脸面 去面对精灵王雪来 心中也颇为恼怒 这群精灵已经追了他两天三夜 还不肯放弃 再这样下去 非得被他们追上不可 看来只能冒险去那片荒漠了 一想到荒漠中有楚城那样的变态 他就有些退缩 他实在是不想再一次接触楚城 待在他身边 总有一种被操控利用的感觉 只见他从脖子上挂着的储物宝珠中 取出来三个卷轴 看也不看 就朝着后面丢去 后面的几个精灵族人看了一惊 连忙朝着更高处飞去 想要避开雪来的卷轴 这一路上 在雪来层出不穷的卷轴面前 他们可是吃尽了苦头 有几次都差点身受重伤 然而当卷轴爆开 却是一阵阵弥漫天地的浓烟 这股浓烟 不禁能够使人看不见前方 同时也带有拦截灵魂力探测的用途 当精灵族几人冲过浓烟时 发现雪来的身影早已经不见了 这么可能 他怎么会就这样消失了 这一眼望过去都是平地 他绝对不可能速度有这么快 一定用了什么办法躲起来了 我们分头去找 谁发现了 一定第一时间发消息联络其他人 绝对不能让他跑了 否则 我只有在我王面前自杀谢罪 我怀疑他很可能还会回到这里 我现在这里等一会儿 确定他不会出现了 再去别的地方寻找 几个精灵族人分别确定了一个方向赶了过去 其中一个精灵族一直待在原地 警惕地赶至着四周的状况 过了许久 当他也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雪来却脸色苍白地从原地出现了 遮住了几人的视力和灵魂力的时候 使用了一种秘法 借助着强烈的阳光 暂时性地达到了隐身的效果 只不过这种秘法时间越长 对于身体的伤害越大 雪来没想到 这几个精灵族这么狡猾 居然还有人在原地等他 他实在是无法维持秘法了 只能趁着还有一战之力现身 必须抢在他发出讯息之前将其击杀 否则我就走不了了 雪来如今的气息赫然有超凡九级 而他对面这个精灵族人也有超凡八级 他的几个同伙也都是超凡八级 还有一个同样也是超凡九级 你果然还在这里 居然能够在我们眼皮子地下躲起来 这个精灵族看着突然出现的雪来 一脸惊喜和愤怒交加的表情 雪来冷冷地哼了一声 不等精灵族男子有所动作 就是一道卷轴抛出 阵战雷击 雷系魔法是所有魔法中最难掌握 也是杀伤力最强大的魔法 精灵族脸色一变 手中的通讯卷轴也来不及打开 赶紧全力朝着旁边闪开 同时还撕开了几个卷轴 在自己身上接连套了几个护盾 然而雷电的速度是那么的快 精灵族男子始终还是没有避开 被魔法击中 身上的护盾一瞬间就被破开 一道闪电劈在了他身上 他身体向后飞去 吐出了一口鲜血 但是男子反应也不可谓不快 还不等雪来再次进攻 抢先接连几箭射出 逼得雪来也只能连连闪躲 趁着雪来闪躲的间隙 他快速拉开距离 打开卷轴 将消息传递了过去 糟糕 雪来看见了男子打开卷轴 将消息传递了出去 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非常有限了 风之一响 疏忽间 雪来就来到了男子的背后 男子正要飞上天空 再次拉开距离 雪来又一次使用了魔法 封印之所 精灵族男子 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被几根看不见的绳子 给牢牢地困住了 完全无法动弹 他想调集天地之间的元素之力 却发现他与元素之间的联系 也被隔断了 如今的他 就是带宰的朱阳 极光圣剑 一道巨剑从天而降 将精灵族男子毫无悬念地斩杀 只在地上留下了一滩血迹 雪来的脸色更加苍白 连战力都几乎不能支撑 抛出飞毯坐了上去 快速朝着荒漠深处飞去 当其他几个精灵族战士 来到雪来刚刚战斗的地方时 只看见了地上的一滩血迹 和精灵族男子的长弓 可恶 他居然杀死了雷尔夫 我们一定要为他报仇 立刻通知布莱克大人 请他帮忙封锁整个荒漠 我们在荒漠中有大量的魔兽 他一定逃不出去的 而此时 雪来正摇摇晃晃地 朝着楚城湖泊的方向飞去 当路过一处峡谷的时候 他实在坚持不住 晕了过去 这一幕正好被在峡谷外 刚刚带着沉沙军新兵 外出训练的一个荒族老人看见 这个人正好是在楚城的湖泊边 看见过雪来同 楚城一起对抗受潮的 所以赶紧带上了雪来 去见了泰伦 泰伦知道雪来的身份不一般 而且和楚城也有着很深的关系 所以马上亲自带着雪来 和几个清兵赶往了湖泊 雪来在路上间断性地醒过来几次 发现自己正被泰伦带着飞奔 他对泰伦还有一丝印象 知道这些荒族人是楚城的信徒 看来这次是非得去见 楚城不可了 每次都是在重伤的情况下见到他 希望不是踩出狼窝 又如虎口 想到这里 雪来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随即又陷入了昏迷 泰伦带着昏迷的雪来出现在在楚城的感知中时 楚城着实是吃了一惊 他怎么也没想到 再次见到雪来 他又是身受重伤 还是被泰伦找到送了过来 楚城大人 这个女人昏迷在沉沙军驻守的峡谷外面 被我的族人发现 我记得她在之前同大人 宁一起抗击过寿巢 所以将她带了过来 嗯 你做得很好 回去吧 这个女人就留在岸边 是 大人 泰伦吩咐人 准备了一张野兽毛发做的毯子 摊在地上 试了一下雪来的状况 比起上次好得多 只是过度疲乏和精力透支了 休息几天应该就能好了 楚城也没有过多的关注 依然将心神沉浸在地底世界 打算等雪来 醒了之后再问问情况 一直到第三天 雪来才彻底醒过来 其实中间她 有过清醒的时候 只是还没想好怎么办 干脆就继续睡下去 但是三天时间已经够长了 再拖下去 楚城也会不耐烦 而且 精灵族人已经差不多也要找到这里来了 你醒了 楚城玩味地问道 雪来有些窘迫 连续两次见到楚城都是重伤的状态 而且 上次明明也是她自己强烈要求离开楚城 结果还是不得已跑了回来 对不起大人 再一次打扰您了 这次又是怎么回事 雪来有些迟疑 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说出了实情 原来上次的雪来本来是往西方 想要到人类比较密集的城池中去 却在一座大城池中 听说了 精灵族有一种宝物 叫做生命之石 据说这个生命之石 可以让任何一个 只要还没死绝的人 重新获得一次焕发生机的机会 简直就等于拥有第二条命 所以 生命之石 也一直都是精灵族最重要的宝物之一 这次却不知道 怎么会泄露出来 还在人类城池中 都传得沸沸扬扬 我的师父当初为了救我 受了重伤 这么多年 一直被用秘法 兵封着 维持一次生机 雪来有些畅往地说道 所以你就去了精灵族 想偷生命之石 楚城有些诧异 难道雪来已经强到了这个程度 嗯 我的确是有这个想法 也知道以自己的实力 肯定难以成功 可我必须去试一试 但精灵之石 却不是我偷的 而是有人故意给我的 雪来也一脸疑惑 显然他也没明白 到底当初为什么有人会将生命之石 这样神奇的宝物交给他 有人给你的 什么意思 当初我潜伏在精灵森林的外围 在一个夜晚 偷偷溜进了精灵森林 历境艰辛 找到了精灵王公的所在 正尿 进入其中道具宝石 却突然出现一个神秘人 我毫无反抗之力地 被他掳走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 就出现在了精灵森林外面 怀里就多了一颗绿色宝石 那就是生命之石 难道精灵族内部出了内奸 可是他又 为什么要将这样的宝物 交到你手中呢 雪来摇了摇头说道 我也是一头雾水 当我醒来看到生命之石的时候 很快就有精灵族人开始追杀我 我一路上逼不得已 只能往您这个方向逃了过来 楚臣仔细思索了一番 却也是毫无头绪 不明白精灵族到底是什么谋划 按理说精灵族这样的种族 即使有什么宝贝 也不应该闹得整个大陆的人都知道 而且最后还被内部人倒了出来 却又交给了雪来这样的陌生人 另外 在楚臣的感知中 雪来是超凡九级的实力 虽然已经很强悍了 但在精灵族面前也依然不够看 理应不会让雪来摸到了精灵王宫 还没被发现 最后还让雪来逃掉了 楚臣嗅到了浓浓的阴谋的味道 只是不知道 这个阴谋针对的是谁 是精灵族自导自演 又或者是 有人设计坑了精灵族一把 嗯 他来干什么 楚臣感觉到了 有人正在快速靠近 正是之前招揽他的布莱克 有精灵族的传说街强者来了 你不要反抗 我将你藏起来 楚臣说完就将雪来装进了系统空间 很快 布莱克就到了湖泊岸边 朝着湖泊高声说道 楚兄你在吗 布莱克找你有点事情 请出来一件吧 楚臣凝聚出一个水人 缓缓走向岸上 冲着布莱克笑着说道 布莱克老兄 好久不见啊 什么风竟然把你吹来了 布莱克见楚臣 不肯以真面目示人 本来心中是有些不悦的 但看见楚臣凝聚的水人 比起上次更加的灵动有活力 心中对于楚臣的修为的判断 又自动地往上抬了抬 楚老兄 这次来找你 实在是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个忙 哦 布莱克老兄的事情 只要我能帮的 一定是全力相助啊 只是能有什么事情 让强大的精灵族的传说接强者 都需要找人帮忙的 楚臣心知 肯定是生命之时的事情 却还是明知故问 真是一言难尽啊 这也是我精灵族的一桩丑事 楚老兄可别跟别人说 前些日子 有人趁着我王和族中高手不在 偷偷溜进了精灵王宫 偷走了一件宝物 我王回来后十分愤怒 要求全力追捕 这个小偷却十分狡猾 好几次都让他溜走了 最后逃入了这片荒漠中 居然还有这种事情 那个小偷可真是太可恶了 居然敢偷到精灵族的东西 布莱克老兄你放心 只要我发现了这个人的踪迹 一定立刻传讯给你 楚臣装出一副气氛填膺的样子 十分慷慨激昂的 拍了拍布莱克的肩膀说道 布莱克被楚臣的水人一拍 肩膀一沉 心中暗骂楚臣的力气怎么这么大 一边还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说道 有老兄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如果楚老兄能提供任何消息 我精灵族一定会有重泄的 那就不打扰楚老兄了 我先走了 哎 布莱克老兄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我应该痛痛快快畅聊一番 何必这么着急走呢 布莱克人已经飞上了天空 摆了摆手 声音从远处飘了过来 多谢楚老兄的好意了 我还要去通知别的几位老兄 下次一定来找楚老兄好好聊聊 楚臣看着布莱克远去的背影 水人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有意思 居然大张旗鼓地在荒漠中寻找小偷 在确定布莱克走了之后 楚臣将雪莱放了出来 并将布莱克的来意同他说了 雪莱也一样对此十分疑惑 他们这样一来 整个大陆不就都知道 有人偷了他们的生命之石了吗 所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恐怕这片荒漠 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生命之石的吸引力 即使是精灵族 也很难震慑整个大陆的人吧 但这还不是最让楚臣感到诧异 最令他不解的 是布莱克明明上次见过雪莱 知道雪莱和他的关系 而这次精灵族也有不少人 见到过雪莱的真实面目 那么布莱克也一定知道 雪莱就是那个小偷 那么岂不是说 精灵族也早已经怀疑到了自己头上 甚至是确定了 生命之石就在自己手中 这样一来 精灵族还这样大肆追捕雪莱 甚至还来找自己帮忙 精灵族这是在戏耍天下人啊 也把我当成了砧板上的肉 楚臣喃喃自语 想通了这一环 精灵族的各种表现就可以解释了 他甚至怀疑 将生命之石交给雪莱的 就是精灵王本人 精灵族这么做 可能是有某个存在 看上了生命之石 他们想要以这种方法 先将生命之石送出去 然后再偷偷拿回来 甚至楚臣猜测 讨要生命之石的存在 就是光明圣殿 也只有他们 有这个实力逼迫的精灵族 都不得不用这样迂回曲折的方式 来避开正面交锋 将自己的猜测 尽数告知了雪莱 雪莱也是震惊的不行 你别告诉我 你当初前往精灵森林 准备偷取生命之石的时候 没有想过 会对我带来麻烦 楚臣的语气有些不善 雪莱此举无疑是 毫不在乎楚臣的处境 这次他的举动 将给楚臣带来极大的麻烦 让楚臣在不久之后 就要直面精灵族 这个大的麻烦 雪莱跪在了地上 冲着楚臣道歉 对不起大人 我知道 这样可能会给您带来麻烦 但这是拯救我师父的唯一机会 我必须去试一试 哼 这不是你坑害我的理由 说吧 你打算如何谢罪 雪莱惶恐地跪在地上颤抖 这件事情 的确是他的过错 但他并无选择 雪莱愿意听凭大人处置 就算大人要雪莱的命 雪莱也愿意 但是恳请大人允许 我先将生命之石带给师父 幼稚可笑的想法 恐怕等你就毁你师父 我早就被精灵族毁灭了吧 再说了 我要你的命又有何用 雪莱不敢说话 只是低头不语 这样吧 你为我效力二十年 我便放你归去如何 当然了 为了防止你逃跑 生命之石 你需要暂时先放到我这里 雪莱来历神秘 自身的实力和资质都不错 如今自己手下可用之人太少 雪莱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 他给自己闯下这么大的祸 让他为自己服务二十年 也算是弥补损失了 雪莱一脸纠结 要牺牲自由 为一个神秘的 可能是某个老怪物化身的存在效力 他本意是拒绝的 但如今 他的确是给楚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自己的生命都掌握在别人手上 我不能死 为了师父我也要活着 三十年而已 三十年之后 我就可以救师父了 我答应您 请大人一定要信守承诺 三十年后放我走 并且将生命之石还给我 雪莱也只能选择相信楚城 否则楚城很可能现在就将他吞噬掉 嗯 放心 现在将生命之石交出来吧 雪莱既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还是果断地将一颗绿色的宝石拿了出来 扔给了楚城 宝石一落进湖泊 系统立马就传来了提示音 第一 检测到生命之石 宿主有两个选择 选择炼化 则系统空间可以永久储存活物 选择嵌入 则系统空间可以储存活物三天时间 选择炼化 楚城可不会讲什么信用 既然精灵族已经认定雪莱是她的人 并且认为生命之石在她的手中 那么她索性就将其炼化了 将精灵族的一切猜想都变成现实 第一 炼化成功 系统空间容量变大 可以永久储存活物 楚城感受了一下系统空间 现在的面积差不多一百多平米 但是没有任何能量 所以也无法在其中修炼 外面的雪莱却不知道 楚城一得到生命宝石就将其炼化了 她如果是知道了 恐怕会直接拼命吧 看着依然跪在湖边的雪莱 暂时楚城还用不上她 不如先让她跟着泰伦 熟悉一下自己的势力 楚城叫来一个荒族人 让她带着雪莱去峡谷找泰伦 并要求泰伦最近一段时间 加紧训练魔兽 并且尽量隐藏好自己 不久之后 可能会有一场大的战斗 其实如何应对精灵族 楚城早已经想好了 毕竟从一开始 她就是将精灵族 作为假想敌来准备的 提炼灵水的事情 她其实早在几天前 就已经完成了 只是弟弟世界的事情 耽误了一段时间 她还没来得及进击 如今正好是时候升级一下了 系统 我要升级为灵狐 第一 升级中 请耐心等待 楚城那原本已经缩水了一半的湖泊 外面看起来 依然是风平浪静 但其实正在发生着一种神奇的变化 天地间的灵力都蜂拥而入 不断地被炼化到了水中 原本就已经富含灵力的水 如今更是灵力逼人 但这一切从外面 是丝毫感受不到异样的 外人看来这依旧 是一个普通的湖泊 甚至还没有中周 那些著名的湖泊壮观 然而 只要楚城一念之间 这个湖泊就会立刻充满灵力 成为一个灵力之湖 升级之后的灵狐 有了一层绝佳的掩藏 只要楚城愿意 这个湖泊随时可以变成 楚城想要的样子 这也是因为 楚城那几个月 持续不断地提炼湖水 对于湖水的结构 有了深入的了解的掌握 才能够做到如今的随意变化 除此之外 湖泊的面积 也恢复到了原来的大小 灵力的浓度 却丝毫没有减弱 水中的鱼虾 都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甚至由于灵力太过浓郁 有的小生物都晕了过去 还有一些体格强悍一些的 则是在悄然发生着某种变化 天空之中 突然传来轰隆一声炸响 瓢泊大雨倾泻而出 洒在湖水中 都变成了灵水 岸边的生物 都陷入了一片生长的狂欢中 第一 恭喜宿主升级成功 储存高兴地 看向自己的系统面板 宿主 储存 身份 灵力之狐 等级 LV1 能量 200万 技能 春风化雨LV10 可晋级为狂风暴雨 水腹术 LV10 可晋级为水之束缚 水剑术LV10 可晋级为冰剑术 水龙天降LV10 可晋级为水龙咆哮 冰之球龙LV10 可晋级为冰之枷锁 赐福 一个月可使用两次 觉醒 一个月可使用两次 终于晋级到灵狐阶段了 先把我的技能全部升级一番吧 系统 将所有技能升级为当前最高级 再一次花费了50多万能量点 才将所有技能升级完成 晋级之后的技能威力 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储存感觉 应该已经达到了传说阶的层次了 不过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最重要的是 储存可以开辟自己的第一条支流了 终于不用再困在这一片荒漠之中了 而且开辟支流之后 储存也可以不用担心 胡胡泊被发现之后问题了 自己完全可以将敌人的目光吸引至支流 胡泊本体也就更加安全了 第一条支流开辟到哪里 储存早就想好了 在地底世界被发现的时候 他就决定了 开辟一条地底暗河 地底世界 是一个还未走入大多数目光之中 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一个地方 储存竟可以在这里悄悄发展自己的势力 等到时机允许的时候 将地底发展的势力搬到地面上来 根据系统的介绍 每开辟一条支流 这条支流就会拥有一种元素之力 那么地底的这一条暗河 应该选择什么元素之力呢 要选择土元素吗 毕竟迈迹的土灵族和炎怪族 都是使用的土元素之力 但是这并不符合储存的规划 虽然土灵族目前是储存的重要依靠 但那只是暂时的 储存的计划中 是要打造一条条特殊而又强大的河流 土元素之河实在有些太过普通了 而且土元素和谁也有些冲突 就打造一条黑暗元素之河吧 流进这片大陆的整个地下 成为这片神魔大陆的望穿河 望穿河 在前世的世界中 是传说中地府中的河流 在这个世界中 储存要将传说变成现实 地下世界中 麦基已经带兵蒸伐 控制了相当一段距离的河岸 那条暗河储存 暂时还不想去碰它 系统 我要开辟支流 望穿河 黑暗元素之河 第一 支流开辟成功 面积一千米 延长需耗费能量点 储存自己控制着水流 与原本那条暗河并列 形成了一条黑暗元素之河 河流总长一千米 和麦基蒸伐过的 地域面积正好差不多 这条河流的河水 都是墨一样的黑色 这条支流并不像湖泊那样内敛 反而是肆意地散发着黑暗之力 仿佛是担心没有人发现它 储存早已经提前告知麦基等人 所以 此时所有的地灵族人 和臣服于他们的种族 都在地底的岩石上 看着这一场神迹 一条河流 凭空出现在了 这片地底世界中 而少有人知道的是 河流的源头 就在他们头顶 一个不起眼的孔洞背后 所连接的是 他们惺惺念念的外面的湖泊 储存看向了系统 果然在系统 信息面板上 多了支流这么一栏 支流 望川河 长度 一千米 属性 黑暗元素 只适合黑暗生物生存 技能 沉沦 沉沦在望川河中的生物 会变成骷髅战士 听从宿主的命令 这个技能很变态 用得好的话 自己可以快速 就拥有一支战争机器一般的军队 而且对自己绝对忠心 随着地底世界的征战规模越来越大 自己肯定需要更多的战士 而地底世界的种族 大多桀骜不逊 很难收服 所以经常不得不将其歼灭 现在有了这个技能 完全可以 将敌人变成自己的军队 还能减少自己人的伤亡 地下世界的麦基等人等 跪在地上 看着平静的河流 心中却不由自主地发出一股敬畏感 好像水底有着巨兽 随时都能够吞噬他们一般 麦基 已去将之前征战时抓的俘虏 丢几个丢进河中 楚城的声音 在麦基脑海中响起 麦基虽然不明所以 但还是很快吩咐下去 马上就有几个人 带了两个体型巨大的魔兽过来 麦基平时征战时 很少留俘虏的 因为很麻烦 而且还要提供给俘虏食物等物资 还不如直接杀了 只有这种体型巨大的魔兽 可以养着当作食粮的 麦基才会选择留下带回足地 没想到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 按照楚城的命令 麦基将两头魔兽丢入了河流中 连水花也没有溅起多少 两头魔兽就沉入了河底 过了一会儿 两头魔兽才浮了上来 却是两具骷髅 楚城明显感觉到 只要自己下命令 这两具骷髅都会毫无抵抗地听从 跳到河里去 楚城命令到 两具骷髅果然再一次地 跳入到了河流中 而且在河流里面 他们表现得很舒服的样子 第一 恭喜宿主获得两具骷髅战士 奖励五百能量点奖励 楚城又控制着他们走了出来 站在一旁 他们也安安静静地站在旁边 丝毫没有之前的兄弟 麦基等人看见了 都大为惊奇 心中认定 这一定是楚城施展的神迹 对于楚城更是幸福 楚城看着这一条 还不算太壮阔的河流 一股豪情已经在逐渐勃发 望穿河已经初步开辟成功 下一步就是一边赚取能量点 延长河流长度 另一边扩充地下世界的势力 顺着河流去扩张势力范围 竟然要因为雪来偷走生命之石的事情 热闹起来了 精灵族最后肯定也要来找自己算账 自己还得早做准备 楚城打算 趁着无垠荒漠这一次的混乱 趁机大规模扩充魔兽大军的规模 让自己的魔兽大军遍布整个荒漠 这样一来 无论这片荒漠有任何风吹草动 即使是精灵族的动作 也逃不过自己的眼睛 如今精灵族已经撤去了 大半游荡在荒漠内的巡察者 全部聚集于荒漠边缘地带 看起来像是颇为紧张地防着外面的人 进入其中 抢夺生命之石 实际上荒漠面积如此之大 又如何防得住 精灵族此举 显然是做出一副外景内松的样子罢了 果然 这几日不断有荒族人来报 说在他们占据的山谷附近 发现了外面的修炼者的踪迹 当前进入荒漠的 大都是一些就在附近 甚至本身就在荒漠边缘地带狩猎的 拥兵之流 而真正的大的势力 是不会第一时间进场的 他们早已经做好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准备 楚城打算 就趁着还没有大的势力进入 而精灵族 又放松了内部的巡察的这个时间段 开始大规模地培育魔兽 时隔两三个月多 他再一次地将所有荒族人召集起来 就连雪莱也跟在泰伦身边 这段时间他跟着泰伦 对于楚城能够帮助野兽觉醒血脉 并以此培育魔兽的手笔 简直令他震惊到不行 即使是在他那个世界也没有人这样做过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他那个世界几乎没有普通的野兽 最低也是魔兽级别 但是这依然是违背常理的手段 让雪莱对于楚城所要谋划的更是心惊不已 对自己鲁莽之下 居然陷入了这样的恐怖存在的计划中 他感到十分后悔 今天召集你们过来 是因为有新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如今这片无垠荒漠即将陷入动荡 为了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我们需要变得更加强大 现在 你们所有人立刻带着自己麾下的魔兽 聚将能找到的所有野兽都赶到湖泊周围来 给你们一个星期时间至少要有十万以上的野兽 泰伦等人一起回答道 是 楚城大人 我等保证完成任务 说完便各自散去 只有雪莱听到楚城的指令 留了下来 这次事情你怎么看 雪莱默然听到楚城询问自己的想法 心中有些慌张 楚城的做法他如何敢多说什么 你但说无妨 楚城看出了雪莱的拘谨 楚城大人这样做 自然有大人 您的道理 但是我以为 如此大规模的培育魔兽 恐怕要花费太多的灵水 有些得不偿失 而且这样大的规模 肯定会提前引起精灵族的注意 不仅如此 外面进入的那些人 看见这样的动静 恐怕也会蜂拥而至的 雪莱所说的这些都是实际的情况 十万魔兽凭空出现 精灵族就是再怎么松 也不可能不发现 但是精灵族即使发现 也无法立刻就有所动作 因为那等于告诉了别人 生命保释在楚城这里 同时 精灵族也不会太过在意 因为十万低阶魔兽 对传说界的强者都无法造成什么伤害 等到他们覆灭了楚城 这种手段也就成了他们的 至于外面的人蜂拥而至 那却是楚城故意为之 他还担心那些人不敢来呢 雪莱虽然聪明 但是错误估计了楚城的手段 让他根本猜测不出 楚城在想什么 你这段时间就留在这里吧 雪莱淡淡地点了点头 让雪莱留在这里 是为了告诉精灵族 楚城没有悄悄溜走 精灵族也就不会不顾一切的 抢先出手 破坏他们自己的计划 将楚城的湖泊都给给围绕得严严实实的 在外面诸多魔兽的震慑下 这些普通的野兽都规规矩矩的 有些不安地站立在原地 灵之未开的他们 只感受到一股压力 从内心深处感到惧怕 楚城大人 野兽全部找齐了 一共十五万头 很好 你带着沉沙军在外围看着 不许让任何生物 靠近这附近千米以内 是 楚城大人 有沉沙军的看守 精灵族即使发现了异样 也无法靠近具体地观察到 楚城用的什么方法来制造魔兽 这一次 楚城不再使用灵水 再一批一批地洗炼了 他有了更加快捷的方法 使用技能 狂风暴雨 原本艳阳高照的天空 顿时采云密布 云层逐渐破开一道口子 瓢泊大雨从中倾泻而出 淋在了众多野兽身上 这些野兽 都极为舒服地沐浴在这雨水之下 这些都是同楚城湖泊中一样的灵水 完全可以起到灵力洗炼的效果 连续地淋雨之下 这些野兽的体质 都在被快速地提升着 一直从白天下到了晚上 一头头野兽 都是精神抖擞 差不多了 该开始了 使用技能 觉醒 一片红光 照耀在15万野兽身体之上 这些野兽 都从血液中 迸发出了一股力量 一边在燃烧 一边在推着它们 变得更加强大 使用技能 刺服 又是一道白光 洒在所有野兽身上 原本血液燃烧带来的痛处 都得到了不小的缓解 不断由野兽身上 散发出各种各样的光芒 还有的爆发出了 强大的气势 当然也有一些 直接全身烧成了灰烬 这种意象 一直持续到半夜 15万野兽的觉醒 才彻底完成 其中有10万之数 觉醒成功 其他的 都倒在了觉醒的路上 楚晨又降下了一次淋雨 为这些觉醒成功的魔兽 缓解疲劳 和身上留下的伤势 到了第二天清晨 楚晨将泰伦等人召集回来 让他们开始 清点魔兽的情况 而那些觉醒失败的魔兽 楚晨总计获得了1000多万能量 足够他将望川河的流域 往前延长万米了 10万魔兽 只有200多的荒族人 花了半天的时间 才勉强清点完毕 前来报告楚晨 禀告楚晨大人 这次一共有10万5000魔兽 觉醒成功 其中大部分都是普通魔兽血脉 但发现了一些 比较特殊的魔兽血脉 请大人您看看 哦 带上来看看 以前也觉醒了数万魔兽 只是都是一些 比较常见的普通魔兽血脉 却没有发现 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魔兽血脉 这一次 莫非是因为范围广数量大 终于能有惊喜了 这觉醒血脉就像抽奖 一万只魔兽里面 能有一只觉醒出稀有血脉的 那就是中奖了 当泰伦等人 将那几只有着稀有血脉的魔兽 带上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吸引了楚晨的目光 一共有五只稀有血脉的魔兽 其中有四只楚晨在记忆中有印象 两只只是巨连蝎 由荒漠蝎子觉醒血脉变成的 两只钳子却变成了两把镰刀 另外两只是角龙 属于魔龙族的 头上有一只独角 力气极大 这四头魔兽刚刚觉醒 就已经是二阶了 未来有着极大的成长潜力 至于另外一只 即使是楚晨也没有认出来 楚晨看了一眼身边的雪莱 这个女人来自于大世界 见多识广 应该能够认出来 雪莱感觉到了楚晨的注视 皱着眉头 看着眼前的另外一只魔兽 迟疑地开口道 这令这只魔兽 的确是很罕见 我也只在一些游记中 见过图片 应该是血同柴狼 极为嗜血 一直独往独来 成年后实力很可怕 不过你要注意了 这种魔兽极为狡猾 很容易背叛主人 在我们那个世界时 从来没有人敢养他的 楚晨听了点了点头 有系统在 就算是块石头 他也能够 把他感化了 变成自己的忠实信徒 只要够强 楚晨就敢收 吩咐泰伦将其他魔兽 带去好好训练 只将这五只变异魔兽留下 楚晨打算亲自训练他们 或者说 是给一直无聊的魔龙壁虎 找点事做 魔龙壁虎 如今被困在了凡街时级 迟迟不能更进一步 再加上他觉得自己 和鬼刺术 最近走得更近 深怕鬼刺术比他先突破 以后会更加忽视他 所以又想突破 又找不到很好的办法 最近一直都闷闷不乐的 将这五只魔兽 甩给了魔龙壁虎 这小家伙 才终于恢复了调皮的本性 一直以来 鬼刺术比他更加成熟 实力也更强一些 所以他都是地位最低的 如今终于轮到他当老大了 很快 他就带着新来的几个小弟 跑去了远方的荒野中 也不知道是去干些什么 十万魔兽 经过泰伦加紧训练了一个星期 楚晨就马上命令 由荒族人分散带领 前往荒漠的各个区域潜伏起来 这就叫化整为零 十万魔兽聚集在一起 是个不小的数目 但是分为两百多份散开来 却并没有那么显眼 就是是精灵族 也难以区分出 哪些是属于楚晨的 哪些又本来就生活在荒漠中 而且有荒族人 在其中负责互相联络 两百多只魔兽大军 也可以守望相助 在荒漠中牢牢站稳脚跟 相信不成问题 此时在楚晨心中有一幅地图 在广阔的神墨大陆 东边的一个小角 是一片茂密的森林 是精灵森林 毗林精灵森林的 则是一片横跟 整个东部地区的荒漠 自己的沉沙军 就分布在这片荒漠中的各个位置 只要自己一声令下 就会有十万大军 从四面八方持缘湖泊 平时又可以帮助楚晨 密切监视荒漠的各个角落 并且悄悄地发展壮大 终有一天 精灵族会默然发现 这片被精灵族当成 是与外界接壤的 过度地带的荒漠 早已经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也有不少佣兵发现了 这片荒漠中的魔兽 似乎和他们以前 狩猎的魔兽不同 这里的魔兽更加有组织 懂得配合 而且不同种类的魔兽 居然也能够和平相处 于是在这片荒漠中 还留下了不少不长眼 实力又不记得佣兵的尸骨 地面上的布局差不多完成了 只等着各方势力 最后进入荒漠 自己的计划就可以全盘展开了 地底世界里 楚晨再一次花费了一百万能量点 将望川河向前扩展了一千米 楚晨发现越是往前 他越是感觉到 那条暗河的深不可测 仿佛永远没有尽头 接着望川河 他也感知到了 这一千米范围内的势力分布情况 基本没有什么特别难缠的种族 完全可以让麦基继续朝前征伐 麦基如今已经是地灵族的族长 原来的老族长 也已经退位留在族地享福了 当麦基把目前所有的部队召集起来后 就在望川河边 等待着楚晨的降临 这条漆黑的河流静静地流淌着 没有一点生机 麦基等人看向望川河时 心中都忍不住地发出 这是一条代表着死亡的河流 只有暗黑生物 才能够在其中生存 对于麦基等人来说 进入其中 就等于是放弃了生命 除非他们愿意成为 没有血肉的窟窿 楚晨在地灵族的族地 为他们留下了一个灵水湖 那才是属于他们的 每一次征战归来 所有的战士都要进入其中沐浴 我已经为你们打探清楚了 前方千米之内 都没有强大的敌人 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望川河流经之地 不臣服者杀无射 用敌人的尸体 献祭我的河流吧 目前楚晨还没遇见 暗黑系的生物 楚晨猜想 这样的环境中 绝对会有不少暗黑生物 只是自己目前 还在地底世界的外围 所以还没有碰见 不过好在望川河的沉沦技能 可以利用敌人的尸体 创造出骷髅战士来 也可以为自己补充一部分兵力 所有人听令 准备出征 为楚晨大人开辟疆域 目标 望川河沿岸一千米 麦基挥舞着手中的长矛 大声命令道 随着他的指令 一对对的战士开始行动 沿着河流快速前进着 麦基带着战士们 在地底世界冲杀 彻底地扫平这千米疆域 只是时间问题 楚晨也就不再过多关心 却感觉到地面上 发生了不小的动静 只见远处魔龙壁虎 正带着新收的五个小弟 坐在红艳追风马背上狂奔 后面则是留守在 湖泊周围的一部沉沙军 正与天空之中的一片火云对峙 那片火云 却是南方的火压 当初把雪来 都给逼了回来的最难缠的种族 这个族群极为忌仇 一旦有人得罪了他们 就会全族出洞 对敌人死缠烂打 特别疯狂 也不知道魔龙壁虎 是怎么招惹了他们 还被追得爆头鼠窜 要不是正好被附近的陈沙军发现 恐怕魔龙壁虎早就被追上了 如今在陈沙军的掩护下 他们六个才能骑在 红艳追风马的背上 逃到湖泊附近 但是陈沙军 毕竟都是地面上的魔兽 对能够飞行的火焰 无法造成太大的威胁 火压领头的 那只一声尖叫 所有火焰的突然提速 从陈沙军头顶飞过 陈沙军放出的攻击 也根本无法打到多少火压 魔龙壁虎回头一看 吓了一跳 哇哇地叫着 楚臣早就看到了这一幕 却不急着出手阻止 魔龙壁虎太过调皮了 让他吃些苦头也不错 红艳追风马的速度虽然很快 却快不过天上飞的火压 尤其是领头的几只火压 都是凡街顶级的 速度比起仅仅只有凡街五级的 红艳追风马快得多 不一会儿 魔龙壁虎六个就被追上了 火压嘴一张 就是几道火焰喷了下来 魔龙壁虎背后翅膀一扇 躲了过去 他身下的红艳追风马 就是被烧成了灰烬 楚臣这才注意到 这魔龙壁虎怀里 还抱着一个金色的蛋 而天上的火焰 看见他怀里的蛋 更加愤怒 一起叫起来 魔龙壁虎抱着金色巨蛋就跑 速度比起天上的火焰 也丝毫不慢 而且 他还故意避开了角龙等五个魔兽 这小家伙 还挺讲义气的吗 楚臣在心中笑骂 鬼刺术也在一旁附和道 他虽然调皮了一些 但是资质不错 而且灵智 也比普通魔兽高 比起那几个稀有血脉的魔兽 也高得多 魔龙壁虎 虽然飞翔的速度也很快 但是持久力却比不上火压 很快速度 就越来越慢 终于再一次被火压追上 魔龙壁虎见两次 都无法摆脱这几只火压的追赶 心中也恼怒了 将怀中的金色巨蛋 直接往下一丢 天上的火压 下得赶紧去接住 就在此时 魔龙壁虎背后双翅抖动 出现在了一只火压头顶 手中立爪发出黑色幽光 直一滑 火压的脑袋便掉了下来 另外三只火压 扭头朝着魔龙壁虎 喷吐了几口火焰 一只火压接住了巨蛋 停在了一旁 三只火压的围攻下 魔龙壁虎一时间也有些手忙脚乱 这几只火压 都是凡街九级到十级 魔龙壁虎虽然强悍 但是他的瞬移天赋 使用起来限制颇多 而且极为耗费精力 尤其是他 还要维持飞行 就更加难以一击必胜了 在火压的猛烈攻击中 魔龙壁虎一时间有些岌岌可危了 虽然他也用了几次瞬移 将一只火压重伤 但是他自己也受了不轻的伤势 这次魔龙壁虎也是吃了亏 这要是在陆地上 凭借着他能够飞翔和瞬移的天赋 这三只火压 魔龙壁虎绝不是他的对手 偏偏如今在天上 对他的限制反而更多 落入到下风的魔龙壁虎 连番受伤 反而激起了他的凶性 他不再躲避 而是开始以伤患伤 天上血雨纷纷 有火压的 也有魔龙壁虎的 然而问题是 后面火压的大军已经追上来了 而沉沙军的速度 却还有所不如 而且也无法给予魔龙壁虎太多的帮助 打架 还是要公平一点吗 楚臣调动一片水波 将魔龙壁虎 和几只火压笼罩其中 外面的火压大部队 不停地冲击这层水罩 却无论如何 也无法进入其中 里面的火压和魔龙壁虎 也发现了环境的变化 火压开始急了 拼命地想要快速拿下魔龙壁虎 而魔龙壁虎也知道是楚臣出手了 反而开始不急了 此消彼长之下 火压屡次强攻 都没能把魔龙壁虎打趴下 反而是火压的精力 已经被消耗得过多 翅膀煽动的 都开始慢了很多 魔龙壁虎抓住一只火压 在喷过火之后 后继乏力之时的机会 顺移到其背后 双爪连动 将其击杀 剩下的两只火压 被这一幕已经吓傻了 都开始想要往外跑 然而楚臣的水罩 岂是他们能够破解的 反而是被魔龙壁虎抓住机会 分别将其击杀 一颗金色巨蛋从空中掉落 魔龙壁虎赶紧上前接住 却因为过于疲乏 跟着巨蛋一起掉了下去 原本阻挡火压的水罩 化作一只巨手 将魔龙壁虎和金色巨蛋 一起抓住 带回了湖泊 外面的那些火压 见金色巨蛋被拿走 还想继续追击 却被迎面来的数千兵剑 尽数歼灭 天上像是下起了 一阵阵血色大雨 楚臣看着站在 鬼刺树树干上 手舞足蹈的魔龙壁虎 心中有些无语 也不知道 他是怎么偷到了这颗金蛋 结果被人家差点烧成烧口 不过这颗金色巨蛋 倒是很奇特 楚臣能够感受 其中传来的很强烈的生命波动 想必里面 郁郁的生命快要出世了 楚臣想了想 决定把这颗金色巨蛋 放到湖泊里面 这样对于巨蛋中的生命 也更有好处 既然是从火压那里偷来的 说不定也是一个 可以飞行的魔兽呢 好了 知道你厉害 这次疯够了 也该好好修炼了 鬼刺树可是马上就要 突破到超凡了 楚臣通过灵魂 警告了魔龙壁虎一番 魔龙壁虎狠狠地踩了 两脚脚下的鬼刺树 表示自己也马上就要突破了 魔龙壁虎经过这次生死搏杀 大幅度激发了他的潜能 楚臣也相信 应该在一个星期之内 他就能够突破到超凡街了 想必到时候 魔龙壁虎才会真正地展示出 自己的强大之处 看着湖底的那颗 显得有些神圣的金色巨蛋 楚臣突然想到 自己的沉沙军 十分擅长陆地作战 却十分缺少 能够在空中作战的魔兽 之前沉沙军去阻止火压的追击的时候 就暴露了对空作战 和防御能力都不足的问题 或许是时候 发展一支属于自己的空中魔兽不对了 但是问题在于 荒漠中鸟类魔兽本来就很少 即使是普通鸟类都少有看见 所以 如何获得大量的飞行魔兽 倒是个棘手的问题 不过看见魔龙壁虎偷回来的这颗蛋 楚臣倒是想到了一个主意 南方的火压 可以说是这片荒漠中 为数不多的鸟类魔兽群了 虽然直接抓火压 有些不现实 但是如今正是火压的产卵季节 可以派魔兽去偷蛋 然后带回来自己孵化 自己有着一整湖的灵水 比七火压们自己孵化 效果说不定还要更好 想到这里 楚臣马上找来雪莱 泰伦已经带着一只沉沙军 驻扎在最靠近精灵森林的位置 替楚臣时刻注意着那边的动向 所以 楚臣身边可以使唤的实力强劲一些的 也只有雪莱了 大人 您找我 我想发展一支空中魔兽部队 南方的火压是最好的选择 我想派你去偷火压的蛋 雪莱听了楚臣的话 显得有些诧异 偷火压蛋 可是大人 只有我一个人的话 也很难偷到多少 放心 我会派给你五百暗影报 所以你一起前去 另外还有一千红印追风马负责运输 你们只要在最短的时间里 偷到最多的蛋 被发现之后迅速返回即可 听了楚臣的安排 雪莱虽然觉得还是有些不妥 但也没有再去推辞的理由 只能先硬了下来 另外 魔龙壁虎也会跟着你们一起去 相信他应该能够引得不少火压离开巢穴 你们抓住机会就好 雪莱一愣 倒是没想到 楚臣舍得让魔龙壁虎去做诱饵 魔龙壁虎才刚刚偷了火压的金色巨蛋 火压几乎倾巢而出地追杀他 如果这次魔龙壁虎再去 说不定又要被追杀一次 雪莱看来一眼魔龙壁虎 却发现他倒是一点也不抗拒 毕竟不久之前才站上了三四只火压的围攻 这会儿正得意呢 让他再去一次 他自然是很乐意去报仇 顺便要舞杨威一番 在暗影暴和红燕追风马集结完毕之后 雪莱就带着魔龙壁虎 一起浩浩荡荡地前往火压的巢穴 靠近火压巢穴之前 雪莱就带着暗影暴和红燕追风马 悄悄占据了一个山谷 然后将红燕追风马留在了这里 其他的暗影暴和雪莱 摸到了火压所在的巢穴附近 火压中并无高山 所以这处山崖也说不上多么险峻 山壁之中不断有火压飞进飞出 如今正是产卵的季节 火压们都十分忙碌地 为留在巢穴中孵化火压弹的雌鸭寻找食物 魔龙壁虎一个瞬移 就将从自己身旁飞过 还来不及躲避的一只火压 分尸旁边的其他火压见了 都纷纷叽叽喳喳地叫了起来 瞬间整个山崖都乱糟糟的 到处都是火压的叫声 还不断有火压朝着魔龙壁虎攻击过来 魔龙壁虎游刃有余地左右闪躲 避开了对着他喷吐而来的火焰 整个火压巢穴逐渐地被魔龙壁虎给引爆了 几乎所有火压都飞了出来 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个天空 魔龙壁虎一见着阵势 跟他那天脱淡的时候 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赶紧连续几个瞬移 消失在了火压的目光中 随即又出现在远处的沙丘处 一群群火压看见了他的身影 朝着他追了过去 魔龙壁虎拼了命地往前飞着 地上还有一些附近的沉沙军在帮忙掩护 同时也对着天空发出一些远程的攻击 来延缓火压的攻势 这样一来 魔龙壁虎才几次显直又显地避免了被火压群包围 而雪莱件时机已经到来 当即带着暗影暴 直接攻入火压巢穴 在进入巢穴之前 雪莱取出了一瓶粉状的东西 右手一挥 一阵狂风将粉末卷入到火压巢穴中 等待了几分钟之后 这才带着暗影暴动手 雪莱带着暗影暴 直奔山崖上最大的一个巢穴 留守的少量的火压 都醉醺醺的样子 根本没有力量来阻止雪莱 而那些正在孵化火焰弹的雌鸭 倒是正在巢穴边缘 凶狠地看着雪莱 却没有扑上来 雪莱对于火压这种魔兽也比较熟悉 知道火压族群每次春季产暖时 会从所有的火压弹中 挑选最优质的那一批放在一起 游族中最强者一起看守等待孵化 而其他的普通的弹 则由普通火压来孵化 这个最大的巢穴 毫无疑问 就是整个火压族群中 最有可能用来孵化优质火压弹的地方了 当雪莱冲入巢穴里的时候 迎面扑来的是一团剧烈燃烧的火焰 雪莱冷哼一声 一道光照亮起 将火球挡在了外面 这还不算完 又是连续好几个大火球飞了火来 空气的温度都瞬间被提高了几十度 雪莱早已经有所准备 一道道风刃披在了火球上 火球倒着飞了回去 火界风势 反而燃烧得更加旺盛 可恶的人类 你们来到我火压族到底想干什么 居然有超凡街的魔兽 倒是没有想到 雪莱以为这个火压族群最厉害的也就凡街 没想到还有超凡魔兽 他现在倒是挺好奇 那个金色巨蛋 魔龙壁虎是怎么偷到手的 而且居然还能跑回去 按理说 这个超凡魔兽 如果出手的话 魔龙壁虎是绝对无法逃脱的 雪莱给自己又加了几层护盾 然后才走了进去 虽然以他超凡九级的实力 并不具怕一个 看起来只有超凡三四级的火压魔兽 但是还是小心为好 进入到巢穴里面之后 他才算是明白了 这个超凡魔兽 当初为什么没有亲自出马 追击魔龙壁虎 原来这个超凡魔兽的身子下面 正躺着一颗一模一样的金色巨蛋 而这个火压 正在源源不断地 将自己的灵力输给这颗蛋 原来这颗蛋不能停止灵力供养 否则应该就会出现什么变故吧 雪莱带着不怀好意的笑 看着这个超凡火压说道 你们这些卑鄙的人类 今天我就算是毁了这颗蛋 也要将你烧成灰烬 超凡火压往眼中露出了仇恨的目光 显然之前魔龙壁虎偷了一颗蛋 已经让他机遇疯狂 如今又来了这么一个实力强劲的人类 已经让他彻底陷入了疯狂 他站立起来 飞上了天空 直接冲了出去 不再管那颗金色巨蛋 一副暗影暴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里密密麻麻的火压弹 和那颗金色巨蛋都送往储城处 这些暗影暴虽然智商不高 但是简单的命令还是可以听懂的 他们一授嘴里叼着几颗 就扭头跑了出去 雪莱刚飞出巢穴 就看见火压王正朝着自己冲了过来 速度极快 雪莱虽然凭借着飞毯能够飞行 但是要争论起空中作战能力 比起超凡机的火压来说 还是有所不如的 但是雪莱毕竟是超凡九级 他根本就不需要在空中进行什么闪躲 面对火压王的攻击 他只是一个简单的光之护盾 就牢牢将其阻挡在外 任凭火压王封了一样的不停攻击 也无法快速地将其打破 雪莱估摸着那群火压 追不到魔龙壁虎之后 也要回来了 就还是速战速决 面对一只火压王简单 面对几千只繁接火压 可就更难对付了 要是真在这么个地方被包围了 就算是他 恐怕也要被烧熟 吐之护臂 一道土黄色的光芒升起 雪莱被牢牢地护在其中 火压王也停止了盲目的进攻 而是张开锯口 迟迟不见火焰吞吐 应该是在酝酿着什么大招 一朵红云很快就在火压嘴里形成 火压翅膀一扇 红云朝着雪莱飘了过来 光之闪避 雪莱的身体化作一道光芒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随后出现在火压的侧面 那速度虽然没有魔龙壁虎的瞬移那么恐怖 但也是令火压完全反应不过来 风骤 风刃即杀 一道道风刃形成一道龙卷风 将火压笼罩其中 火压发出悲惨的鸣叫 然后一阵混合着血液的鸟毛落下 超凡街火压王就这么被杀死了 暗影暴短途奔袭的速度很快 在雪莱将火压王杀死后不久 暗影暴就已经将第一轮搬运的火压弹 交给了红燕追风马 然后前来接应雪莱 雪莱指挥着这些暗影暴 又将火压朝雪扫荡了一次 这才一同离开 雪莱为了避免在途中遇到追杀魔龙壁虎回返的火压 刻意避开了原本的路线 而是绕了一圈 当他们回到湖泊处 还等了一会儿 魔龙壁虎 这才挥不溜秋地跑了回来 不过这次身后并没有了火压的追踪 看来这次魔龙壁虎更加狡猾了 不知道用了什么方式 甩开了火压的追踪 一看见楚城的湖泊 他就一下子跳了进去 痛痛快快地在里面游了起来 富含淋漓漓的湖水 能够很快地让他受到的火焰创伤恢复 启禀大人 这次一共带回来了三千枚火压弹 而且都是最优质的火压弹 另外还带回来了一颗 跟之前那颗一模一样的金色巨弹 雪莱将金色巨弹拿了出来 只不过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这颗金色巨弹中的生命波动 已经减弱了很多 想必是因为缺少灵力的持续输入 雪莱将这颗巨弹的特殊情况告知了楚城 楚城感知了一下 发现这颗弹中蕴含的生命体 已经十分微弱 几乎到了冰临死亡的地步 楚城的湖泊中虽然有充足的灵力 但是以这颗弹那脆弱的生命 如今已经经不起灵力的注入了 相反的是 魔龙壁虎带回来的那颗弹 则是安安稳稳地在湖底吸收着磅礴的灵力 其中传来的生命波动 在日益增强 一副马上就要破壳而出的样子 主人 这颗弹反正也快要死了 不如你 将其放入地下世界的望川河中 以黑暗能量灌溉 说不定另有奇效呢 鬼刺术传来了声音 楚城心中也是一动 望川河的能力 是可以培育出骷髅战士之类的死灵生物 另外就只有黑暗系生物 才能在其中生存 而这颗巨弹本身就即将死亡 正处于生与死的边缘 不知道放入望川河中 会有什么奇特的情况发生 最差 我也还有一颗正常的金色巨弹 可以预育出一只飞行魔兽来 楚城这么想着 他直接将金色巨弹放进系统空间 然后再将其投入到望川河中 两个世界本来是有着强大的规则力量的封锁的 但是楚城的湖泊 却不是这个世界的产物 所以不在这个规则限定之内 它将巨弹放入望川河底 金色巨弹的生命波动很快地消失了 不会是就这么死了吧 不过这也在楚城的意料之中 任何非黑暗系的生物 进入到望川河中 都只有被剥夺生命的下场 可是楚城又明显地感觉到 那个金色巨弹并没有完全失去生机 而是仿佛在郁郁着什么新的生命一般 原本通体金色的巨弹上 也开始有了一丝黑色纹路 算了 先放着吧 看以后会变成什么样 回到地面世界 楚城将雪莱带着暗影暴偷来的3000火鸭弹 全数投入到湖泊中 然后向其中快速地注入灵力 不过一个多小时 这些火鸭弹就有了要破壳而出的迹象 这时楚城才将其取了出来放到岸上 在里面的火鸭破壳而出之前 楚城同时使用了技能 使用技能觉醒 使用技能赐福 在红光与白光之中 不断地传来咔咔的破壳声 一只只神奇的小火鸭从蛋壳中终于钻了出来 经过楚城的觉醒与赐福之后 这些小火鸭比起他们的父母 有着更大的潜力 血脉浓度也更高 稍微适应了一下翅膀 就有火鸭能够飞上天空了 虽然速度还很慢 身体也是摇摇晃晃的 但这就是鸟类的天赋 终于有了一只飞行魔兽大军 等到他们都长大了 一声令下 3000火鸭起飞的场面 一定很壮观 这3000只火鸭也应该取个名字吧 雪莱问道 十万里地日无光 就叫鸭杀军吧 看着唧唧喳喳叫个不停的小火鸭 楚城有些感到头疼 3000只火鸭一起吵闹起来 那滋味可真是不好受 而且这些火鸭显然不能让他们生活在水里 就是在岸边也不合适 这附近也并没有合适的悬崖峭壁 怎么给他们安家倒是成了个问题 该把他们放到哪里呢 楚城看向了雪莱 想咨询一下他的意见 大人 火鸭比较适宜生活在干燥的地带 如果是带有火属性的树木 或者岩石上最好 楚城点了点头 这样的地方的确最适合 问题是 湖泊周围千米以内 也没有一个这样的合适地方 正当楚城打算 先将这些小火鸭 安排在湖泊周围 也便于他为其提供灵力 鬼刺术突然开口了 主人 我要突破超凡了 楚城听到这个消息 倒是毫不意外 其实鬼刺术早在自己 禁忌灵狐后没多久 就能够突破到超凡街的 只是他还是想继续扩大自己的根系 所以才一直没有去突破 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吗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他再多做什么 果然 鬼刺术回答道 不用了主人 很轻松的 这话要是让魔龙壁虎听到了 肯定又要郁闷好久 如果让那些一直困在繁街 顶级无法突破的人听见了 也要气个半死 然而对于楚城和鬼刺术来说 突破超凡 的确是很轻松的事情 楚城感觉到地下一阵震动 赶紧让雪莱带着一众火压 先远离湖泊 连魔龙壁虎 都赶紧从鬼刺术的树干上跳了下来 跑到了岸边远远地看着 鬼刺术的树干 本来经过上次艾利西斯的毁灭之后 只长出了一点点 鬼刺术就停止继续生长了 这一次 只见树干不断地攀升 一直长到了几十米的高度 同时 从湖泊一边的岸上 不断有小树苗在破土而出 也随之不断地拔高 形成了一小片茂密的森林 楚城仔细地一感知 发现每一棵树都长得一模一样 就连气息都是一样的楚城 瞬间明白了鬼刺术的想法 他是想直接在岸上 长出一片鬼刺树林来 这样敌人也就很难找到自己的真身了 而且岸上的那些树木 都是自己的根系长成的 就像是鬼刺术的手一样 他能够拥有更加广阔的攻击范围 和攻击手段 假以时日 等到鬼刺术的树根 遍布湖泊周围的时候 整个湖泊就会被包围在一片鬼刺树林中 外人想要进入鬼刺树林 来到楚城面前 也都得经过鬼刺树的允许 这也是给了楚城一片屏障 不至于再像以前一样一览无余 差不多绵延数百米的一片鬼刺树林 以一个极为快的速度 在众人眼中形成 不等楚城吩咐 那些小火鸭已经拍打着小翅膀 飞上了枝头 火红色的火鸭 落在通体黑色的鬼刺树上 看起来倒像是铁树开花 主人 这样一来 那些火鸭不就也有了弃身之地 这一次 鬼刺树没有灵魂传音 而是直接发出了声音 不仅楚城能听到 就是魔龙壁虎和雪莱等也能听到 怎么样 超凡有什么不一样吗 嗯 感觉灵魂力变得更强大了 可以控制的鬼刺也变多了 而且还有一个灵魂攻击技能 我称其为诸魂 哦 诸魂 直接攻击灵魂的技能可是很强大的 看来你的实力 的确提到了不少 楚城对于鬼刺树 能够领悟到这样的技能 也并不是十分意外 毕竟鬼刺树本来最大的特点就是 可以吞噬灵魂 所以它的攻击方式 在灵魂上有所侧重也是正常的 楚城又笑着 看向魔龙壁虎 只见它正远远的和雪莱站在一起 满满的不愉快 楚城控制一道水流 将魔龙壁虎卷了过来 要不然 我还是再给你觉醒一次血脉吧 魔龙壁虎看见过其他魔兽觉醒血脉的样子 知道一定是十分痛苦的 本能的就要摇头 但是随即又想到 鬼刺树都已经超凡了 自己还是凡间 又点了点头 楚城笑着 将它一把扔进了湖泊中 不等其挣扎着爬起来 就直接使用了觉醒技能 顿时魔龙壁虎一个机灵 背后翅膀猛地扇动 飞上了天空 它的四肢和翅膀都在发生着变化 整个身体像是被煮熟了一样红彤彤的 主人 您不给它赐福吗 楚城摇了摇头 如果靠它自己撑过来的话 效果会更加显著的 我如果赐福给它 虽然能更加轻松地帮助它觉醒血脉 效果就不是很好了 毕竟它是变异血脉 是觉醒魔龙的血脉 还是壁虎的血脉 可是说不准的事情 魔龙壁虎身体内 既有魔龙的血脉 也有壁虎的血脉 相比较而言 肯定是魔龙血脉更加霸道 而壁虎血脉 无论觉醒得多么强 跟魔龙比起来 都是有所逊色的 自己如果贸然干预 很可能会导致 它在血脉觉醒时 被迫选择壁虎血脉 到时候虽然轻松能够晋级到超凡 血脉力量 却是要弱了两倍 不止魔龙壁虎 在天空中难受的 一会儿飞到地上 一会儿飞入水里 一会儿又在天空盘旋 看起来很是吓人 好像马上就要爆炸了一样 但其实楚臣时时刻刻 都在全力感知着 它身体内的变化 目前还是比较稳定的 不会出现生命危险 这种痛苦的状态 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魔龙壁虎迎天长笑一声 一种上位者的威势 从它身上散发出来 吓得附近的魔兽 包括那三千火鸭 都瑟瑟发抖 它张开嘴巴 朝着天空喷吐出巨大的火焰 然后翅膀一阵抖动 身体就出现在了 几百米外的地方 在楚臣的感知中 魔龙壁虎 已经是超凡机的气息了 这会儿 它正在使劲地显摆呢 看样子多了一个喷火的技能 瞬移的距离和速度 也更快了 体型也大了许多 乍一看还挺唬人的 楚臣和鬼刺术 在一旁看着魔龙壁虎耀武扬威 一边品头论足 魔龙壁虎 在鬼刺术和楚臣面前 耍饱了半天才消停 在得到了楚臣的鼓励后 这才心满意足地跑去 找他那五个小弟耍威风去了 那五只魔兽 整日里跟着魔龙壁虎私混 倒也不像过去那般战战兢兢的 胆子也大了起来 时常和魔龙壁虎 一起干些坏事 不过这些楚臣都不过问 他只需要提供充足的资源即可 这些小事情 他实在是没有精力 一样样去亲自操作 地面上 外部势力估摸着 也要偷偷进入 荒漠来寻找宝石了 而地下世界里 麦基的征伐也遇到了困难 地底世界 一片血腥的战场上 麦基脸色发青地看着对面的敌人 这绝对是他跟随楚臣以后 第一次遇见这么棘手的问题 原来在楚臣要求他 尽快打下望川河千里流域的土地后 麦基日夜不停地 一直在同不同的敌人作战 果然如楚臣所探知的那样 麦基的地灵族军队 在这一片土地上 几乎是无敌的存在 然而 当他彻底清理干净望川河流域内的 其他种族后 却碰上了一个难缠的种族 这个种族他 生活在地底世界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敢保证 整个地灵族也没人见过 对方只有十几个人 身躯已经干涸的 像是一劫枯柴 只有眼睛 还闪着蓝色的诡异光芒 他们在麦基解决了 最后一个拼死顽抗的种族之后 突然出现 然后口中发出迎送着咒语 就看见从地上死去的尸体中 一道道灵魂体站立了起来 这些灵魂体 在那些人的控制下 朝着麦基等人冲了过来 他们虽然没有躯体了 却能够发出如有实质的攻击来 反倒是地灵族的战士 根本无法攻击得到他们 你们是什么种族 阻止我等是什么意思 麦基一边怒喝着询问 想要探知一些消息 一边在心中紧急呼唤着 楚臣这些灵魂体 虽然暂时无法对地灵族战士 造成重大创伤 但是地灵族却也完全 无法奈何对面 好像是在说一句很平常的话 麦基那只独眼眯了起来 对方虽然能控制灵魂体 但是地灵族有一种天赋技能 可以将全身血液和灵魂 都聚集到独眼中 发出一道神光攻击对方 即使是灵魂体 也可以对其造成伤害 只是这一招用过之后 使用者自然也是魂飞魄散了 大不了拼了 为楚臣大人打下来的地盘 绝不能拱手相让 麦基心中一发痕 就准备直接带着手下人拼了 这是楚臣的声音 响起在脑海中 麦基听来犹如天籁一般 麦基有些感动恩了一声 在对面十几人的惊奇的眼光中 旁边缓缓流淌的望穿 突然翻腾了一下 然后从里面钻出来了一个 由河水凝聚而成的人 这就是楚臣了 他湿湿然地走到那群人面前 心中也是十分惊讶 枯瘦的身体 冒着蓝光的眼睛 再加上能够操控死者的灵魂 这可不就是当初吞噬的 那个黑暗巫师记忆中的 已经在这片大陆绝迹千年的巫妖 巫妖在各种典籍中 都是极为邪恶而强大的存在 他们利用一些禁忌的魔法 使得自己的灵魂几乎不朽 也因此 他们身体往往极为孱弱 不过眼前的这些身体 不过是他们灵魂寄居的容器 就是身体被毁坏了 他们也完全可以再去找一具新的身体 原来是巫妖 今天倒是头一回见了 听着楚臣带着好奇 却绝没有一丝恐惧的语气 对面这十几人也挺意外的 巫妖由于拥有强悍的灵魂 和近乎不死的寿命 所以 他们往往特别热衷于钻研一些东西 尤其是魔法 所以他们的魔法都十分强大 即使是到了这个 没有元素之力的地底世界 他们也一样经过千年的钻研 创造出了一些十分厉害的手段 足以让他们称霸这片世界 是以他们以为 楚臣既然能够认得出他们 理应感到惧怕才是 既然你知道我们的身份 那就自裁吧 免得还要我们动手 同这些小东西动手 实在是无趣的很 要知道 巫妖可是不能通过繁殖来生育后代 所以这些巫妖估计起码也是千年以前 就被放到这个地底世界 一直活到了现在 和他们比起来 那些地灵族的 可不是小东西吗 楚臣凝聚的水人 嘴角一扬 显得十分邪魅地笑了起来 他看向了这些巫妖操控的灵魂体 手一挥 一片河水洒了过去 那些灵魂体 顿时像是遇见了水的石灰一样 千疮百孔地 疼得在地上喊叫 不一会儿 那几百个灵魂体 就消散在了空气中笑话 在楚臣的望穿河面前 玩灵魂 望穿河前世 便是黄泉路上的一条河 不知道埋葬了多少灵魂体 这一世在这个世界 虽然还没有那么变态 但就这些刚刚形成的灵魂体 实在是有些不够看 你这是什么手段 这十几个人 那一直面无表情的脸上 终于能看出了一丝波动 只是脸上的皮早已经干枯 这一扯动 显得真是猙獰恐怖 听说巫妖能够不死不朽 不知道是真是假 楚臣没有回答 而是有些玩味地问道 那些灵魂的 但是我们这些人 最小的也活了快千年了吧 不敢说不死 却也没那么容易死 哦 要是在外面世界 或许还真不容易 但是如果是在这里 恐怕也没那么难吧 楚臣说着 背后的望穿河中 突然出现了一根绳索 将对面的一个乌妖捆绑了起来 用望穿河水使用水质束缚 不仅能够捆绑住身躯 连灵魂也一并锁在其中 这些乌妖虽然经年魔法 但是苦于这个世界 根本没有使用魔法的元素之力 而且楚臣的水质束缚 已经接近法则 顺发而至 又哪里是 这些乌妖能够躲避的 被束缚住的乌妖 只觉得自己的灵魂 都被一根绳索缠绕得紧紧的 想要灵魂离体也无法做到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居然有这样的手段 乌妖首领看出了 被绑复的手下的状态 心中惊骇莫名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 而且 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楚臣一语天惊 将这些乌妖 都震撼地说不出话来 如果问这地下世界的 任何一个智慧生物 这一生中最想去的地方 那么90%的生物 都有一个 关于外面世界的美好想象 而如果问哪个种族 最为迫切的 想要去到外面 那乌妖绝对要算一个 因为他们最为痴迷的 就是魔法 然而在这个世界 魔法就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 你说 你来自外面世界 乌妖首领语气 十分激动地问道 楚臣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我不喜欢重复 已经说过的话 乌妖首领略微 恢复了一些激动的心情 不可能 外面世界的人 绝对无法进来 他们也不会让任何人 进入这里 他们 是什么人 将你们关在了这里 关 谁能关注我们 只不过是被那些 卑鄙的小人欺骗了而已 你口中说的那些人 该不会是光明圣殿吧 楚臣看着自己 一提光明圣殿 对面那些 就要抱走的乌妖 心中猜想 八九不离十了 看你这语气 应该不是光明圣殿的人 可我很好奇 如果不是光明圣殿的人 又如何能够 得知我们的存在 进入到这地底世界呢 其实 楚臣能够得知 乌妖的存在也是偶然 正好当初 那个两败俱伤 被他吞噬了灵魂的黑暗巫师 他得到了一种邪恶的禁术 便是能够将自己 变成乌妖一样的存在 灵魂可以不朽不死 你们的存在 也不算什么大秘密 而进入地底世界 对我来说 也不是难事 我不仅能够进来 还能够自由地出去 听了楚臣这话 这些乌妖的眼睛 爆发出了更加强烈的光芒 那蓝色光芒照耀的 楚臣身后的地灵族人的 都出现了迷离的迹象 哼 楚臣一声冷喝 将地灵族人喝醒 然后对麦基吩咐道 你先带着他们回去 这里我来处理 记住还是不要走落了风上 麦基得了楚臣的命令 转身带着一众 战士撤退 他并不担心楚臣的安危 在他心中 楚臣就是神灵 就是这些乌妖 看起来十分神秘 但也一定不是楚臣的对手 我也不跟你们绕圈子了 毕竟你们都是 活了千年的老怪物了 我知道 你们过去或许都很强 但是在这片地底世界 你们都只不过 比那些地灵族强一些而已 我要统一这个地底世界 你们来帮我 十年之内 带你们从这里出去 怎么样 对面的乌妖 都愤怒地看着楚臣 这个来力不明的狂妄之人 居然想让他们 这些伟大的乌妖 去做他的手下 乌妖首领冷冷地看着楚臣 你想收服我们 我们凭什么相信 你可以带我们出去 楚臣听了这话 就知道肯定有戏 这些乌妖比起地灵族来说 更加想要逃离这个世界 本来高高在上的强大魔法师 如今却被关在这么一个 暗无天日的地底世界 还失去了魔法 只能苟延残喘 他们是真正感受过 外界的美好的 感受过力量带来的快感 这种感觉 千年来每一天 都会去回味一遍 以免他们在这样肮脏的环境中 忘记了自己的仇人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你们信与不信 这都是你们唯一的机会 要收拾你们 其实很简单 楚臣说着 背后的忘川河水 突然以倒旋之势 朝着这些乌妖冲了过来 乌妖们只觉得 那不是一条河 而是一个世界 在朝着他们碾压过来 他们连逃跑 都完全做不到 只能惊恐地站在原地等着 突然浑身的压力消失 黑色长河又恢复了平静 楚臣身后的忘川河 已经默默无声地流淌 好 我就赌一把 帮你干十年活 然后你带我们出去 其他乌妖 还有不大情愿的 乌妖首领立刻严厉地说道 我说的话仅仅代表我个人 我们都是千年的交情了 我也不会逼你们 只是别说十年 就算百年 与我们而言 又算得了什么 但凡有一丝机会 我也是绝不肯放弃的 能成为乌妖首领的 自然不会是一般人 这份果断 便是世间少有 实际上能够成为乌妖的 那不仅是天资不凡 也要对自己够狠 绝不是每个魔法师 都愿意舍弃自己的肉身的 舍弃了肉身 就等于舍弃了一切 关于肉体的享受 一众乌妖听了首领的话 面面相去了一会儿后 最终还是一起跪了下来 愿意听从首领的安排 乌妖首领 却也对着楚城跪下说道 大人 我巴特利特 愿意带着乌妖一族 臣服于您 只要大人能够带我们出去 这十年任凭大人的差遣 楚城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巴特利特 你们都起来吧 我这里没有那么大的规矩 你们乌妖族 就只剩下这十几人了吗 回大人的话 乌妖一族 总共还有一百余人 但我们十几人是族中最强者了 其他人大多和地灵族的麦迹 强不了多少 楚城听了这话 更加佩服乌妖了 一百多人 最弱的也有麦迹的水平 失去了元素之力 还能够拥有这么强的力量 果然不愧是千年老妖怪 那你们同时来到这里 可是有什么事情 按理说对付麦迹 应该还用不着乌妖族最强战力全部出洞 那想必是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这些人遇到麦迹 只不过是凑巧罢了 是的大人 我们本来不是为了地灵族而来 而是有两个族人在这附近死亡 连灵魂也消散了 所以才特意赶来查看 能够杀死乌妖这样奇特生命的存在 连灵魂都被泯灭 这对于乌妖来说 可以说是关系到生死的大事了 全族最强战力一起出洞 倒也不足为怪 能够彻底杀死乌妖 想必对方的来头也不小 你们可调查出什么了吗 巴特利特想了想说道 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但是事情比较棘手 而且 这件事情可能还和大人您有关 哦 与我有关 快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